道之宗旨 众师尊 那么老前人 他曾经讲 天命名师啊 不可思议 要多参悟 那么这句话呢 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 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那么我们人 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那个心性的变化 心呢 无法捉摸 那性呢 又叛起不到 那所以呢 这个不可思议啊 只有天命名师才能够了解 那么天命名师呢 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 这个 回头过来 所谓回头事案 才让我们从 迷雾的梦中 清醒过来 从这个 染着的世界里面啊 跳脱出来 这件事情啊 只有天命名师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做到 那一般的师父啊 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那所以我们上一次讲 要这个认对题目啊 题目认错 那就是 空欢喜一场 也就是说在人世间啊 跟着大家这样热热闹闹 拿着香到处乱拜啊 结果在拜什么不晓得 到场的佛事 到场的活动 办了一大堆 在办什么 也不晓得 所以台语讲 严生对拜 那严生对拜 没有意义 没有方向 那更不清楚呢 什么叫心性 那所以 天命名师 他告诉我们 如何了生死 如何出三界 这件事情呢 是何等的重要啊 记得佛当时 在法华经 他里面讲 诸佛菩萨 视线在人间啊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呢 要 开示误入 众生啊 这个 进入佛的 知见里面 让众生的了解到 佛的 这个想法 佛的认知 还有呢 佛指引的方向 生死 大事了 所以大事因缘了 就是 在讲这件事情 那所以 天命名师 不可思议啊 也是在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所以说 修道办道 要视察时机 老前人 特别告诉我们 一贯大道的珍贵 重在天命 那么我们今天修行 能够依止在 天命名师 本门下 来修行 这是何等的 尊贵 何等的荣幸 那么我们要了解 天命名师 天命是什么 在我们 济公我佛 85年的 迅文里面 他有讲到 这个一代名师 好当吗 现在所身为名师 那么多 你们分辨得清楚吗 何谓名师 那么他其中 他就特别 点到天命这一点 所谓名师啊 就是 要生担 祖祖 相传之天命 那么这个天命呢 是 祖师 传给祖师的 所以 佛佛 回传 本体 师师 密附 本心啊 祖师 跟祖师之间呢 一定是互相印证 互相了解 那么上一代 祖师的 这个密意 的心法是什么 这一代 的人清楚了 就接续祖师的密 继续传承 所以祖师啊 是代代传承 那么向上追溯的 那个极根源的 因为 不可思议 因为无法言说 所以呢 先佛用一个老母 来作为代表 那么这个祖祖 相传的 这个 秘法 这个指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下功夫的地方 也就是明师 教导我们 得以 这个了生死 出三界 的一个方法 那么他这里又讲到 明师 的定义 明师是什么 要怎样才可以 具配明师呢 他第一个他讲 明师要能够明心 见性 明心 见性呢 如掌中物 寥寥分明 所以他 比喻明心 见性 这件事情呢 就好像 你拿一个 果 水果 在掌中 看着这样 摇览清楚 那么他这一点呢 是大略的说 要细说啊 可以说无量无尽 细说 明心 见性的 那种 清楚的程度 也不是人的 知见 所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 只能够透过 这个经典的 传授 先佛的 这个教导 然后呢 自己修行的印证 来了解 这个明心 见性 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所以 释迦 释迦牟尼佛 他在开悟的时候 他所讲的 第一句话 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 执着 而不能正德 所以这个 释迦牟尼佛 就看得很清楚 他已经 了解到 这个 这个佛 回传 本体的 那个 本体 也就是说 众生呢 都有跟他 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 如来 本性 那这个 本性呢 这个本性呢 跟佛 是一样的 不生不灭 不生不死 不变 不依 那因为 这个境界呢 必须透过 修行的 他自己去体证 所以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把这种现象 讲出来 让我们自己去体悟 那么人 众生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 清楚了解 佛的知见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妄想执着 而不能够正德 你看单单这个妄想 就是无明的根本 那众生为什么会有妄想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 一念不绝 所以就产生妄想 那这样的妄想 这个坚持不断 然后呢 然后呢又有这个分别不断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 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 没有办法具足 哦 像佛这样 这么样圆满 这么样清静 这么样这个 这个神通变化 这么样这个 像好具足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体症啊 众生 通通 弥媚掉了 那所以 明智来告诉我们 只有明心 见性 才有办法 回到像佛这样子 回到我们的 本来面目 那所以 在我们中国 六祖 慧能大师 他的开悟啊 可以说 跟佛完全一样 放下了知见 放下了妄想执着 然后 他开悟的时候 所讲的话 也跟佛 一模一样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呢 能生万法 这样的一个见解 那可以说 已经是了人清楚了 所以 当时 吴主 忍和尚 这个 半夜 叫他拿着一波 赶快走 真正懂得的人 只有这个人 所以 能否得知 一般的徒弟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亚忍对白 跟着热闹 不晓得 这个 祖传的秘义 那只有 六祖 会能一个人 证悟到 那所以 民心见性 如掌中物 那我要知道 佛跟众生 是一体 是没有分别的 那那个一体的 那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觉受呢 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讲到 整个众生 就是只有我 还没有成佛 整个这个宇宙的现象 都是为了我一个人而视线 如果我们清楚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就已经开始走向 局务之路了 所以呢 我是唯一的众生 我最缺乏 我最不足 我需要 谦卑的来学习 像这个花草树木学习 像这个 所有的一切 动物万物学习 像一切的众生学习 因为他们都是 视线佛的样子来教导我 等我呢 能够回归到本体 我也跟他们同一体 那所以宇宙现象 是一种虚幻的现象 是我们的妄想 分别执着所造成的 那妄想分别执着呢 让我们一直执迷在 六道里面 没有办法 了解到我们 那一份清静 自在的本体 这个是相当可惜 那么佛来到世间 唯一做的事情 也就是让我们清楚 他不惜呢 进入我们的这个世界 然后跟我们一起 做梦 从梦中呢 把我们叫醒 所以你看 道成肉身 他不惜用肉身的形象 来换导众生的 进入佛的世界 了解到这个心性 是这么样的 这一件深奥的道理 你看信 信是如如不动的本体 心呢 是那个能事能辨的 的知见 的意识 那这种意识呢 在佛家里面 又把它分成 八种意识 阿拉也是 莫那是 那这些都是 佛 为了告诉我们 他所 他所用的这个冥想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这些意识的变化 都是虚幻 都是幻灭的 这种幻灭的现象呢 我们把它当作是 实在的 所以呢 我们到现在呢 都认为说 我们所接触的一些 这个境界的现象 都是实在的 那所以会有起心动念 不会有这些 烦恼妄想的出现 那你真正的能够放下了 放下了 就跟 佛 圣人一样了 所以这个放下 这个是 众生最难做到 你放下一分 你就证得一分 就能够 破 这个一品无名 就能够正一分法身了 所以学到 是 功夫看在 你放下的多少 不是看在 你度人多少 不是看在 你这个庙堂有多大 或者是 你活动办的 有多多 这些都是表象 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 明心见性 是放下外在的这些 五欲六成的执着 放下这些贪嗔痴爱的 这样的一个知见 那只有放下 才可以进入到 圣人 菩萨 佛 这样的一个知见 一步一步走向 明心见性 的道徒 那所以 明师要叫我们 从这个日常生活修 从人世间的这个 这些伦理道德来修 因为讲太悬远了 众生 没有办法做到 也做不来 所以呢 一下子就讲 这个 顿悟的法门 一下子就讲那种 很玄妙的境界 这个是 虚幻不长 这个是呢 众生没有办法 这个体积到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智慧呢 没有办法了解 只能够凭想象 所以明师教我们 一步一脚印 昨天讲的 这个 真三言四 才是真正的断念 从三省四物里面下功夫啊 那才是真实的绝授 那所以现在的众生呢 因为呢 顽固执着 烦恼妄想 所以 刚抢了众生啊 非常的难以度化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都觉得很难度化 那所以修行功夫要比 放下 我们了解清楚了 我们就要赶快去放下 赶快的 去舍得 只有了 从放下舍得里面呢 我们才慢慢清楚 自己的本来面目 是这么样的圆满 自己的这个自在神通 是这么样的具足 那自己的佛性 这么样的清静平等 那所以他这一点 讲明师 他就是能够明心见性 寥寥分明 那今天我们 会有这样的一个 烦恼 知见 包括现在的像 处在这个人世间 那原因是为什么 到底我从哪里来 那我要到哪里去 我中间的目标又是什么 这个呢 寥寥分明的明示 要告诉我们 要指引我们 要了解 生命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我们必须 来看 他这里解释的第二点 他说的明师 对使法界 要能通打无碍 明师对于使法界 来去自如 那么使法界 我们知道 在佛经里面 对于这个现象 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六道之外 还有所谓的四圣法界 那六道呢 是一种 生死的轮回 那么如果能够 超出六道轮回的 就归入四圣法界 那我们知道六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出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个是六道 那么众生呢 大部分 都在这个六道轮回 在这个轮回里面呢 通常呢 只有越轮越差 我们说轮回不可能 你 轮到后来 就轮到天堂去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越轮越差 那所以呢 三恶道 很容易进去 三善道呢 要保持一定的戒律 跟一定的善行 三恶道 这个三土 你看阿修罗道 是属于三善道 但是阿修罗道里面呢 他也有极大的这个斗争 共高我慢 那我们所谓的 魔的境界 那天道比较好 天道呢 都是守 五戒十善 的这样一个众生呢 他也有办法升天道 天道里面最高的天 飞翔飞翔触天 能够有八万大姐的生命 那一个大姐呢 是一个 一个 一个太阳系的 存住坏空 那你看你看 我们这个太阳系 生存 运行 然后呢 这个有生命 然后不断的轮转 一直到它毁坏 我们说 要 这个 好几十亿年 你看太阳系 在天文学家里面 它就有五十亿年的生命 那所以说 一个大姐 人要经过这个一个大姐 要经过几次的轮回 那这个飞翔飞翔触天的天人 就经过了八万次这种太阳系的 结束了之后 它还是要 继续融合 所以 这个 升到这个最高天的 飞翔飞翔触天的天人 它寿命尽忠之后 就开始堕落 就一定是 一定是落到山途去 如果他们没有继续 再行善 再羞耻的话 那么肯定是 堕到最 最底端了 所谓阿比地狱 因为他们的福报都响尽了 他们有这么大的福报 可以享用这么久 结果不知道修复 不知道行善 不知道这个界定会的功夫 结果就堕落到阿比地狱 这个是天人 那人道 就是守着五戒 所谓五戒 杀到淫忘酒 这个是做人基本的戒律 能够做好这个基本的戒律 那可以转世为人 可是人又有分很多种 有所谓的 富贵的人 有所谓的平常人 有这个下贱的人 好人坏人 健康的不健康的 在人世间 有太多太多的人的重量 那个都是依照 他累绝的修行 累绝的行善的功夫 那只要在人法界 他还是在六道里面 那么我们看 那个畜生道 畜生道 就是鱼吃 所以鱼吃 长为众生 那我们看 在电视 所报道的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频道 这些呢 常常在报道大自然的景观 动物的这个万象 那我们看到这动物呢 互相吞来春去 互相斗争啊 互相残杀啊 在他们的意识里面 这个是自然的行为 这个是没有所谓的 好坏的分别 可是在我们人看起来 会觉得说这个行为呢 是非常的残忍 不人道 那他因为就是畜生啊 他没有觉知到 这样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众生沦落到畜生之后啊 要再脱离这个畜生的 这个肉身啊 是非常困难的 你看狮子 在杀一头痒的时候 在捕猎 水牛 或者是斑马 这些弱小的动物的时候 他们 有一点点慈悲心嘛 那么 慈悲心 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 那他们如果 有生慈悲心 自己就要饿死 那如果说 他真的因为慈悲心而饿死 他就可以脱离畜生道 但是动物呢 他没有听经文法的能力 他没有反思己过的能力 所以动物啊 非常难脱身 就是这样子 那人道如果不好修 堕入到畜生道里面 那就非常的悲惨 所以这个畜生道 叫血涂啊 三涂里面叫血涂 因为呢 他们的寿命啊 终了都要见血 很少看到动物自然死亡 那再来就是恶鬼道 恶鬼道了 就是贪心 贪婪的心 堕入恶鬼道 所以恶鬼的形象呢 就是永远都吃不饱 所以才叫恶鬼 那么一般呢 我们人时候 所谓变成鬼神 变成这个灵魂啊 这个都是属于恶鬼道 我们在世间 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这些灵魂的感应 或者是显化的现象 其实都叫恶鬼道 那恶鬼道呢 因为贪婪的心 所以转生到恶鬼道 所以恶鬼道是刀徒 它总是害怕呢 会被别人所杀 会受刀的这个屠戮 那在这个恶鬼里面啊 也有可能 是我们的祖先 他一直在恶鬼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冤亲在主 那他因为呢 需要 需要功德 所以他会干扰 人世间的生活 你不尊敬他呢 他会来干扰你 他会来障碍你 你跟他有各种 这种倩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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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啊 他会来干扰你 那他自己呢 需要修道非常难 要听经文法非常难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的善心了 不久就因为 这个他的肉身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满足 没有办法吃饱 所以呢 他会为 为这个 吃死的事情呢 而在 烦恼 每天所烦恼的都是 吃不饱的问题 那他的欲求呢 也不满 想要的东西呢 永远都达不到 那永远都想要追求 这个是恶鬼 那地狱的众生呢 地狱的众生 完全是受苦 也就是说 如果说 众生呢 造了太多的冤孽 恶业 他必须在地狱里面呢 受各种刑罚 当刑罚受满了 他才有办法脱离地狱洞 那我说 这个 地狱啊 是嗔恨心 所造成的 我们说嫉妒 怨恨的心 所以一个人 在这方面 如果太过强烈 那种报复心太过强烈 他会堕入地狱洞 那要在地狱道里面受苦 非常的苦 很难翻身 要受到这个 他的刑满 在佛天的记载 那都不晓得 要算多少节 这样的节数呢 人没有办法想象 那所以山土的众生呢 很苦很苦 那众生如果不晓得 这个修道 行善的话 落入到山恶道 想要翻身的机会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 都还是在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呢 是生死不断的 用这个 轮回啊 不止 只有呢 真正的 修界定会的人 真正的 明心见性的人 他才有机会 跳出这个六道轮回 谁可以跳出呢 就是四圣法界 生文法界 生文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有 所谓的四个 四个果 虚多环 阿纳汉 斯多环 阿罗汉 只要正道出果以上 那么他就可以 跳出六道轮回 世间的 所谓的圣者 所以能够跳出 六道轮回啊 这已经是 很不容易的 的一个功夫了 在世间人来讲啊 这是一个 一个戒律很深啊 定功很深的人 他才有办法这样 所以阿罗汉 已经到达 四圣法界的 这个最 最初阶的阶段 那所以 人世间呢 要看阿罗汉呢 事实上不容易看到 我们 我们讲呢 一个君子都不容易看到了 何况说呢 我们要看到圣人 闲人 那么在辅家的君子 就是佛家的阿罗汉 这个是深闻法界 那深闻法界呢 他是修十二因缘法 从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呢 他了解到 苦空无常的道理 所以努力修 修这个界定的功夫 才可以 调多六道沦为 那菩萨法界呢 还有一个 原觉法界 原觉法界呢 就是辟师佛 又高于阿罗汉 那他呢 可以不用经过 民事的教导 然后呢 他自己呢 自修自证 自修自证了 了解到苦空无常的道理 原觉法 自修十二因缘法 那我们刚才讲 深闻法界 是这个 这个四圣地 苦极灭道 那这个原觉法 才是修十二因缘法 那这个 辟师佛的 这种果位啊 这已经是定功 很深的 一个修行人了 再来我们看说 菩萨法界 菩萨法界就是 修 六度心 这个时候我们道场 常常讲的 六度波罗蜜 那么菩萨法界呢 菩萨的一个果位啊 他的定功 有可能比不上阿罗汉 但是呢 他的智慧 肯定超过 生文 原觉 那么生文 这个就是 小圣跟大圣 最大的区别 那么小圣呢 就是独觉 就是治了汉 他就自修自误 自己正果 他不管 这个众生的现象 世间的疾苦 但是 小圣 的修 修行人啊 他有没有 度化众生呢 他还是度化众生 只要众生有疑 众生 需要他 众生来要求他 他就会去 帮助众生 那如果说 众生没有要求他 没有来请他 他就不会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叫小圣 那菩萨 不一样啊 菩萨呢 他可以做众生的 不请之有 来帮助众生 看到你受苦了 他主动来帮助你 看到你什么需求 菩萨主动来帮助你 所以叫修六度心 不思慈戒 忍辱 精进禅定 智慧 或者说 称般若 这个是 菩萨法界 那所以说 我们到场 一进来 我们就被 灌输的 这种菩萨法界 这样的一个 修学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去 度人 成全人 要发这个精进心 要有这个 不思的心 忍辱心 然后呢 你要透过 佛规礼节 你要有这个 这个 禅定的功夫 透过这种 清净的修行 然后呢 正德的 觉悟的智慧 所以我们走的是 大圣的修行路线 那因为呢 在道场 我强调度人 一直到现在 的现象 当老前人 被控制后 还是 以这个目标 为主 度人 办道为主 所以呢 造成现在 道场有一种现象 以度人 来看这个 你这个修行的进行 你修办的成果 或者是看这个 这个 庙里面的 的这些道心呢 到底 有没有很多 来看这个道场 有没有很新生 那这个跟菩萨法界 已经呢 相差甚远 那菩萨法界呢 他是 秉着一股 慈悲救世的心呢 那他秉着这个心呢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个 觉悟的修行人 他要 这个代表名师啊 来这个施法 来布德 所以呢 他要把道德 落实在人间 他要把这个 佛的教化 推动到 到人世间 那所以如果说 专注在 这个度人 办活动 结果呢 你度的人 都没有成全 你办的活动呢 也没有 启发大众的 菩提心呢 那么 在 做的这些事情 都成了一种 福报的修为 没有办法 内政到 功德上去 那我们知道 只有功德才带得走 福报是带不走 福报就是 世间人的 世间的享受 世间的满足 但是呢 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超生了死的 只有功德 所以六祖谈经里面 他讲到啊 此事福不能救 吴祖大师 告诉他的徒众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么事呢 了生死出三戒 要跳脱 这个轮回的 这个 圈子 这件事情 所谓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福呢 就是福报 福报没有办法 帮助你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徒众呢 多孩子 着重在修复 不重是呢 内在的 德性的养成 那内在德性的养成呢 要透过 戒律 要透过一种 禅定的功夫啊 你才能够生发那个智慧 你没有智慧 你怎么样度化众生呢 你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怎么样替思不得呢 没有办法 你讲的都是表面的自己 那些花花草草啊 没有办法深入到核心 深入到根本 那么 那么 岂不有 有伟名师 传授你这个 这个 一直超生的大道吗 你都在 但这些表面的功夫 结果呢 心性的功夫呢 通通没有用到 通通没有落实 那所以的现象 现在的现象啊 有一点 这个不重视内圣 只重视外网 但是外网如果没有内圣的功夫啊 来做支撑啊 这个外网的事业啊 很快就会枯萎 就好像插在花瓶里面的花一样 那是没有根的 那个花呢 早晚都要枯萎掉 插得好看啊 没有多久就要枯萎了 那么这个插着好看的 的上面 在这些表面上做功夫啊 结果呢 核心一点都没有用到 那么你 你修道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说啊 不要只看热闹 不要只跟着 搞这些 外在的 事项 要真正的 落实到 这个 内在的道德 要把这个道啊 朗现出来 要回归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依规啊 那么我们人 自然的依规 就是伦理道德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那么回归自然的生活 就是回归到 这个伦理道德的生活 我们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连这种 回归自然的 这种生活都没有办法做到 你怎么可以说是修行呢 更不用说要去度啊 众生了 这是这个 使法界中 菩萨法界 那菩萨法界呢 再更高一层 就是佛法界 那但是在佛教的说法 这个佛法界 它还不是最高的法界 因为使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它是属于 别教的佛 应该说是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么藏教的佛 跟通教的佛 在这个 大成的 这种 分法里面呢 它还是 这个 出著以上的菩萨而已 所以这个佛呢 还不是圆满的佛 那么什么是圆满的佛 只有 跳脱 使法界 那才可是 可以说啊 回归到 佛的本来面目 这个一针法界 那一针法界 所说的这个境界啊 就有一点像我们 道场所说的 礼天的境界 那所以 在我们 了解之后啊 我们发觉到说 在古讯里面 记载的 穿先衣 这个穿先鞋 蹭青龙 夸彩凤 这个不是一针法界 这个还是在 这个 净土的境界里面 那当然 净土也有分 品极之分呢 只有 回归到 长期光土 那才可以称为 礼天的境界 那这个礼天的境界啊 对于众生的更新来讲啊 因为呢 太过悬远 太过高超了 以众生的更新呢 他没有办法 一下子 修行 然后呢 就直超到 长期光土 礼天的境界 所以呢 必须呢 透过了 这个剑刺的 修行 所以我们在 道场里面 先佛告诉我们 我们是回到 弥勒佛的净土 回到弥勒内院 当我们呢 回到弥勒内院之后呢 我们是一个 不对转的境界 这个不对转的境界呢 可以呢 跟着弥勒佛 再来 平受万教 再来呢 这个 普渡搜远 所以当我们下一次 能够呢 修到不对转的境界 跟着弥勒佛 一起来 普渡搜远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那个阶段呢 好好的在 这个德性上下功夫 心性上下功夫 这个才能够 卫正到 这个长期光土 佛的境界 我们说礼天的境界 那所以那个时候 收缘 是要收自己的缘 不是去收 别人的缘 那佛不是独成了 所以呢 要成就 大家一起成就 这个呢 才是一种 佛的一个本怀 那所以 他说明师对于司法界 是同打无碍的 对于这些 司法界的现象呢 都认识了很清楚 他才能够 带领我们 处理司法界 然后回归到 一身法界 所以明师呢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 如果说 他对于这些 这些境界 没有办法了解 没有这些自在 神通 没有这些 智慧得能的话 他没有办法 带领我们 离开司法界 再来他讲 一位明师啊 要能不心向天堂 不厌恶地狱 不应见佛 不不少而心生惯喜 不厌恶地狱众生 明师是没有 好坏善恶的 一个佛 他的心呢 是平等 所以我们 这个世间讲 世间话 业女在讲 这个正子为神 平等做佛 只有达到那个 平等的心啊 他才能够见到 本来面目 他能够内正造 这个圆满的自信 所以呢 他不会 有所谓的 天堂地狱之说 你看地藏王菩萨 要度化地狱的众生 可是他到了地狱呢 根本没有看到地狱 因为呢 他所看的地狱 不是地狱 而是一个进谱 他要把那里的众生呢 度化成本来的面目 所以呢 这个明师呢 对于众生呢 他是没有 这个善恶相的 没有好坏相 更没有所谓的 这个神通显化 也没有 度不了的众生 所以明师 是完全的 没有对待 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没有分别 就是 这个一生法界的现象 有 有分别 有对待 甚至有知所 有这个妄想 这个都是后天 后天的这个心意 事所发生 清静心性没有 平等心是没有 深层心也是没有 所以明师的心呢 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他说呢 明师要能够长阴长静 觉醒圆满 一切呢 圆通无外 那所以明师 他对于事间的道理 他不会依 依着事间的境界 环境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他是呢 不变随缘 他的心呢 如如不动 可是呢 面对于这个 事间的万事万相 他随远于这些众生的 的要求 他跟着这个境界 环境在变化 但是呢 他的内心如如不动 可是呢 他怎么讲 怎么说 都是对的 讲坏了也是对的 讲错了也是对的 说不好的话 说恶言相向的话 也是对的 因为呢 他已经 像孔老夫子说的 从心所欲 不一举 他觉醒圆满 他已经觉证 解脱智慧 所以呢 他行出来的事情 讲出来的话 这些言语造作 都是善的 都是圆满的 他为了教化众生呢 他在视线 那一个像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看到官圣帝君 常常有人会 问后学 你觉得官公这个人怎么样 问这句话后学就知道 他对于官圣帝君呢 有所不满 对于他三国的那一段 并不了解 官圣帝君呢 为什么会视线 三国的那些 这个人世间啊 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一面 比如说他 他这个高傲 比如说他杀人 甚至呢 他没有吃素 这些人 是众生没有办法了解 但是呢 细旧呢 这个长阴长进啊 觉醒圆满的道理 我们知道啊 官圣帝君 他本来就位正成佛了 那他所以呢 来到三国 他演那一幕啊 他是为了要教化 那个时代的众生 所以呢 世卷将军像 将这个 佛菩萨的 圣贤的道理 做出来给大家看 那他杀人 杀人是表演给你们看 他不吃素 不吃素也是表演给你们看 那他猜真 当时那个环境 他必须这么做 他视线那个将军的像 他就是要这么做 那么常常就有人问说 那这个不吃素 到底要怎么讲 哪有一个佛菩萨 不吃素的人 其实我们想想看 释迦摩尼佛有没有吃素 释迦摩尼佛也没有吃素啊 口老夫子也没有吃素啊 现在 现在在强调吃素的 从在台湾的佛教 有在强调吃素 台湾的修行人 有在强调吃素 世间的宗教 没有强调吃素 那你说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没有吃素呢 释迦摩尼佛 他知道吃素的道理 但是也知道吃素的环境 那么这个 没有办法吃素的环境 那些众生要不要度化 要不要成就他们 也是要成就他们 所以呢 他有这个方便说 他有这个随缘说 有开缘说 你看他如果去脱波 他脱波的对象 如果没有吃素呢 他拿一块排骨给他吃 请问释迦摩尼佛吃不吃啊 释迦摩尼佛还是照样吃啊 那不可能把他丢掉吧 这个是众生的 恭敬的心来供养他 他也是随缘 要把那块排骨吃掉 那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虽然有说吃素 但是呢 他没有吃灾 因为呢 他要方便众生 他也讲三劲肉 依照环境的不同 而众生呢 有所 有所开源 这个是方便的说法 那所以我们知道 佛啊 是合情合理的 那明师 是佛 是祖师啊 他做事情也是合情合理 那所以说观圣帝君 他没有吃素 那他没有吃素呢 他又可以成为 先佛 成为一代圣人 那所以我们这里 就要觉知到 如果说我们今天 能够了解到自己已经 为正成佛 为正成圣人 那么你就可以随缘自在 杀生也没有过错 吃肉也没有过错 你杀生吃肉 你为正成佛了 你所杀的 你所吃的这些众生 跟着你一起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度二他们啊 你没有度二他们 你怎么可以成佛呢 你跟他们还有这个因果关系 你怎么可能可以回天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观圣帝君 为什么可以回天做佛呢 那是因为 他的这个觉醒圆满 那这里讲 常因常经 为了硬 所以他不得不视现这样子 那经呢 常经是因为 他的内心本来就是 这么样的慈悲 这么样平等 这么样真正 所以呢 他可以圆通无外 周遍一切法界 那所以说 观圣帝君 他早就是 佛的这个化身来 他早已为正成佛 那他是留下来 这些事件 这些教法 就是要教导众生 你只要好好地做人 好好地把这些伦理道德 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那么你就可以回归本位 探圆庙之理 入上身之班 所以他讲那句 这个为人忠孝感天地 喜债 持灾佛显灵 这个是真功实善 专门在那里 讲这个持灾 讲这个显化 你哪有办法成就 这个忠孝 忍耐 这些三纲五常 五人八德 没有做到 每天都在那里讲 这个慈悲 讲那个显化的故事 这有什么用呢 所以在修行路上 尽量不要让自己有显化 你看你 你会出了什么事情 先佛菩萨来感应你 来拯救你 那你如果世间知道 会出那样事情 你愿意让他出现吗 你也是不愿意 你宁可不要先佛菩萨来搭救你 你也不要出那个事情 所以想到这样 持灾显化 只是一时帮助人 修道的信心而已 那个不是修道的现象 那只是一碟药 这一碟药 提振人的元气 提振人的信心 那不是常道 所以佛菩萨 觉醒圆满的道理 他用了各种不同的法药 适应的众生的 这个弊病 来对正式药 那所以说 我们自己要了解 这个明师的药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众生 那他现在 你看佛讲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你到底 修哪个法门好了 门门都好 门门都是无常道 那但是这种现象 在现在的世间 又显得太过 扑朔迷离 你说门门都好 门门都是无常道 那么我还是不知道 到底什么样 法门对我最好 所以明师告诉我们 你就不要选 什么法门 辱家收远就对了 你就认清这个目标 那就对了 你看 辱家收远 辱家在所有的宗教里面 是没有人有意义的 你说这个 孝顺父母 难道你基督教 不孝顺父母吗 你这个回教了 不要孝顺父母吗 尊师重道 难道你信其他宗教 就可以不用尊师重道吗 甚至说你不是宗教徒 你难道不需要讲 忠诚吗 你不需要讲信义吗 这个的都是说不通的 所以呢 辱家呢 是这个天下的准则 天下的只要是人 做人的准则 那就是辱家的道理 那所以现在讲这个 辱家收远 真的是对治末是末法的众生 一铁的良药 现在你去赶金拜餐 你去参加法会 你去朝三会礼 这些呢 各宗各派的这些修行方法 五花八门都在 都很热闹 你赶上去了 好像自己有在修行 结果呢 内在的功夫一点都没有像 那明师告诉我们 内在的功夫 就是伦理道德 就是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你把这个做好 你认清这个目标 好好去做 好下功夫 这样就对了 这个就是明师的教法 所以你看 明师啊 他是 应时应运的 他依着这个现代的时代的需要 而出现 那他的依着时代众生的这个 这个弊病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法门啊 告诉我们 那这个法门 最轻松 最简便 最直接 所以辱家收缘 认清目标 好 这个就是 师尸 师尊 明师 他教导我们 我们跟着做 那就对了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讲到众师尊 我们说 我们说 人能红道 非道 红人 所以修道 要认理是修 而不是认人来修 也不是以感情而修 要以理智而修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民师一再强调 一再提醒我们 要让大家呢 在于这个末后的修行啊 不至于师去方向 修道 不是跟着舔轮师 也不是跟 云保师修 而是呢 要认理实修 那这是 佛佛老师 跟我们讲过的话 那所以 认理实修啊 这是一个修道人 最为重要的 一个警戒 那什么叫理呢 只有依本心 本性 而流露的 那个才是真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本性 是纯然至善 依照这个纯然至善 来修行的 那这样呢 才叫做认理 我们人 生活在天地之中 那么认的理是什么 认的理就是 信理 道降在人的身上 依信理的方式 让人生活在这个自然之中 那么人的自然的这个法则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所以人如果能够在这个三纲五常五轮八德之中呢 好好的来修行 好好的来实践 那就是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 没有不得到养顺之道的 所以这个叫认理实修的真意 那么讲到众师尊 师尊他所要强调我们的也是这个 那所以认理实修 就是让我们尊师重道 那因为道尊 所以呢 师就尊 透过明师 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 让我们可以 开发我们的本性 了解到我们那个圆满剧主的光明决体 这个是明师 他将士在人世间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上次讲到 技工活佛 技工老师 他在民国八十五年 新殿贤德国堂 所开示的这篇 这个庙训 里面是讲到 一旦明师的标准是什么 那我们讲的四点 接下来还有两点 他说呢 明师要能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度化众生 悲愿无穷 那么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啊 这是一个菩萨 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啊 通通要具备的一个德目 那么对于众生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一个抉择 的一个认知啊 那么为什么说无缘大慈呢 因为呢 不需要条件 不需要因缘 不需要讲求任何的关系 你对于一个众生 你都会生起这样的一个大慈性 这样的一个悲舍心 那同体大悲呢 实际上就是清楚 我跟众生就是一体的 这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真意啊 那么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是非常非常的深哦 在佛家只有君这个菩萨以上 这个阿罗汉以上 这样的一个初世间的圣人 能够了解到这种道理 但是呢 阿罗汉了解了 他却不一定做得出来 那只有菩萨了解了 他也做得到 所以 所以菩萨 才是我们现在 一贯道的修行人 他所要效法的目标 所要学习的对象 那老师呢 他常常要求我们 我们呢 在人世间 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呢 至少要做到一名君子 我们说 菩萨 他的位阶啊 就好像 这个儒家的 贤人一样 那圣人就是佛 那因为 这个儒家 是在世间的 所以呢 他在世间的 这个最低的 这个 这种标准 是希望我们做到君子 君子是等同 阿罗汉的标准 那阿罗汉是出世间 圣人的最低位阶 那所以我们的心境 起码要达到这样子 但是阿罗汉跟君子 最大不同的地方啊 那就是君子 他也要 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 因为他是住世间的 因为他是住世间的 阿罗汉可以不用住世间 那所以呢 一个君子啊 他常常要去补天地的不足 虽然他所作所为 没有办法向圣人这么圆满 但是呢 至少呢 他的起心动念 是散的 常常呢 常常呢 以天地之心而发出 以这种 这个民师的这样的一个光明觉知啊 来 这个 跟众生一起生活 那所以 无缘大词啊 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那就是一个 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 我跟 所有的一切众生 那种一体的 那种 觉受 所谓生命共同体啊 没有任何分别 对待与妄想 那所以说 我们今天 有什么困难 来求佛菩萨帮忙 佛菩萨是没有附带任何调限 要来帮助我们 我们总是在求 佛菩萨总是在意 那为什么有的人求 没有得到佛菩萨的感应呢 这个要很清楚 并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没有来感应我 而是呢 自己有障碍 自己的障碍 把佛菩萨的这个印啊 把它阻隔掉 那所以呢 自己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 累劫累世的 这些脾气 毛病 烦恼 妄想 那所以民师呢 他一直是 很想要 拉拔徒弟 一直希望呢 涂地有所长进 涂地呢 有所觉悟 可是涂我们呢 没有办法体悟到民师的心 所以 一错再错 不断的在堕落 只有三不五十 回到道场 感受一下这个道场的气氛 接受一下 先佛的这种法位滋润 他才可以偶尾提起一下 这种 光明的觉知 然后呢 又继续的 修行 继续的奋斗 可是没有多久 又开始堕落 又开始 烦恼妄想 这个是纵圣 面对这样的众生 佛菩萨 明师啊 不厌其反 不断的 视线 不断的用各种方法 要来救度这些众生啊 所以他这里讲 明师要能 无缘大直 同体大悲的度化众生啊 这个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什么叫没有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本来就是 先佛的心 本来就是明师的愿 所以救度众生 没有在问为什么 它是我 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它坏掉了 我自己也好不了 所以右手帮助 左手抓一抓抓仰 安抚一向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 那不必感谢的道理呢 是因为本来就一体了 没有什么好感谢 那脚受伤了 手去跟脚安抚一向 希望脚赶快好 手不会希望脚赶快坏掉 因为脚坏掉了 手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身体呢 某一个部位坏掉了 那整个身体呢 也就不舒服了 生病甚至倒下了 这个是一体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因为非常的深入 所以 只有用心修行的人 他才可以了解 当一个地方 的这些众生啊 发生灾难的时候 那个灾难啊 是我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 发生的病变 那这个病变呢 如果不赶快把它处理好 整个身体呢 就会 就会病倒了 那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每天所在报导的 这些灾难 这些 种种的这些事故啊 它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它跟我们有的这个相入依存的关系啊 所以我要想办法 去帮助他们 去救度他们 去这个提醒他们 那是因为 要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 那整个宇宙是一体呢 所以某一个地方呢 发生灾变 那么这个一体的里面呢 细胞生病 生病了 所以呢 必须要把这个病治好 那治好的方法 就是透过 我们的亲近 我们的明等心 我们的真诚心 慈悲心 来爱护他 爱护他 生有一天呢 把他的这个 这个悲愤之气 那么症状呢 把它消除掉 不是靠外来的物质的救济 也不是靠金钱 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大慈 无缘大慈 是一种同体大悲的 这样的一个心量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明知 是我们现在人生的一个依靠 没有明知 我们哪有可能有这种证物呢 我们哪有可能有这些体认呢 所以 社会上看到种种很残忍的事情发生 很不舍的事情发生 那个呢 都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里面 一体的这个生命里面发生的病变 那么身为一个修道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赶快忏悔 赶快感恩 赶快呢 修功德 来回向给他们 祈求呢 我的这一份亲近真诚的慈悲 他那个波动 他那个波动 可以呢 化解他们的那个 那一份怨气 那一份这个不安 所以你看 在有一本书 叫做旷野的声音 那这是一个外国人 到澳洲 去访问 看到澳洲当地的土著文 他们所生活的一些过程 所写的一本心得 那他们 他所写的这些心得 让我们可以说呢 大开眼界 那其实大开眼界的 这些道理 在我们的古乘先写里面 留下来的资料非常多 只是呢 我们不晓得去应用它 那比如说他们那些赌注 那他们呢 可以在这个荒山以外 在这个荒漠这种森林当中 他可以在那里过火 下雨天了 他可以不穿衣服 就在雨中这样 这样让他领了 他也不会生病 那他说呢 我们这个文明的人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所以他 他把我们这种文明人 事实上 我们这种文明人 到底谁比较文明 其实也很难认知呢 把我们这些都市的人 称之为变种人 他们自己呢 称为真人 你看真人不是我们道家 所说的这些神仙吗 那他们这些 这个真人啊 可以在这个荒郊野外 也不穿衣服 也不用住房子 可以这样生活 零三天的雨 也不会感冒 不会生病 我们都市的人 现代人做不到 那所以呢 我们的体质 绝对没有他们那么好 生命力的那种强韧度 也绝对比不上他们 那他这个作者啊 刚好采访到 一个堵住啊 从这个三癌啊 掉下来 就腿折断了 腿折断了呢 他就赶快呢 把他送到 巫师那里 那巫师的治疗方法呢 用安抚的 他就把这个 用他的手 在他的这个 骨折的地方啊 那个骨头啊 都这样突出来了 突破这个皮肤了 已经露出来了 他就用安抚的方法 不断的祈祷 不断的在念咒语 然后这个安抚 叫这些 他的这个内部的细胞啊 赶快回归本位 安抚了大概 一两天啊 诶 这个突出来了 这个骨头啊 竟然自己自动瘦回去 而且呢 这个受伤的伤口啊 还主动的愈合 也没有吃药 也没有敷 敷什么药 就这样好了 一个礼拜之后 他已经能够 能够走得就跳了 你看这个 在我们来讲 这个叫特异功能啊 对他们来讲 家常便饭 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呢 特异功能也是本来 我们就有的 我们今天吃掉了 所以就把它称为特异功能 那事实上呢 当我们能够回归本位的时候啊 这些自在神通的能力啊 我们哪一样不具处呢 那他们的这个生死啊 也看得很开 他们听说呢 有一种生命的这个开关啊 他可以随时回去 回去到天堂 那他如果说这个 世间啊没有需要他了 他就把他的生命开关关起来 那他就回天了 你看这个生死自在 澳洲的土著 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已经是修行 到一种非常高的成就 才有办法这样 那他们不是了 他们呢 西中平常 这本来就应该 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会的事情 那他们的生活呢 每天都要感恩 每天都要跳舞 每天都要祈祷 这个是他们生活中的仪式 这种 这种这个祈祷 这个 这个唱歌跳舞 这个是他们在跟天 沟通的 这种时段 那所以修行 要达到像他们这样的一个 亲近的 真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这个是我们 现代的人啊 要以你为界的地方 他们也没有 说在修行 他们也没有在修行 他们只是在过日常 中的生活 所以可见呢 日常的生活 就是他们的修行 那这个 跟儒家讲的 不是完全一样吗 儒家告诉我们 生活之中 就是修行 修行就在生活之中 我们把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个人轮的诡犯做好 这个做人的本分做好 这个就是在修行 如果我们也能够 回归到这样的 自然生活 那么我们是不是 也有大像到 这样的能力呢 哪一天我们也 这个生死自在了 预知实质了 我们也可以 潇洒的离开啊 当这个社会 不需要我的 我就 回天去帮助老师 这个不是很好吗 所以明师他这里讲到 这个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杜化众生 悲怨如穷 杜化众生 悲怨如穷 那可见呢 一个明师啊 他来到人世间 他把这个点醒 这些众生之后 他还要不断的去点醒 直到呢 没有众生让他点醒 事实上在明师的心中来讲 也没有所谓的众生 因为每一个都是佛 只是呢 他暂时迷雾住了 迷惘了 那暂时呢 这个糊涂了 所以呢 明师要去把他点醒 要去把他救度出来 悲怨如穷 无穷无尽 无穷无尽 是因为众生的烦恼 无穷无尽 那只要还有一丝烦恼 就会障碍众生 这个得度的机缘 所以明师呢 要去用各种法药 用各种这个身相 要去度化他们 这是明师的条件 那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 明师呢 要生担 祖宠相传的天命 这个先前我们就讲过了 那所谓的明师 那一定是 他有身父天命 他才能够自身明师 否则 只是一种 先佛的教化 就不是明师 这个呢 这个从我们的典籍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同时也是有一尊佛 硬化在人世间 哪一尊呢 我们都知道 唯某姐 唯某姐这尊佛呢 他是四件 这个在家人的身相 但是呢 这个佛陀的弟子 去拜唯某姐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礼拜佛陀的礼节 来拜这个唯某姐 所以可见呢 唯某姐也是当时的婆 那唯某姐 他为什么没有 像佛陀一样呢 来承转这些道法 因为唯某姐 他不是明师 这个明师还附带一个 这个 这个祖师的传承 天命的任务 那这个天命呢 因为不是 人的智慧可以测量 所以这个是先佛的事情 这个是老母的事情 没有办法测量 所以老千人常共识 我们就办好我们眼前这一段 我们做好 现前的事情就好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 那所以 北海老人 他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众道有 莫贪略小道 信众误 命未传 难道解冤 各位修道人 不要贪恨那种小道 那些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呢 那些是虚花假情 不要被好看所迷入住了 他说信众误啊 命未传 难逃结缘 你这个心理 这个道理啊 你虽然 你虽然 测误了 可是呢 没有天秘明师的传授 你还是难逃结缘 没有天秘明师 将这个众生的 那个心理心法 那个打开的 那个 开关啊 还是没有 没有钥匙来打开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摸得着 这种根啊 那所以天秘明师 他是相对的这些所有仙佛来讲 是无比的重要 对于众生来讲 更是无上的这个尊贵啊 没有天秘明师啊 众生要得度啊 真的是难如登天啊 就是再多的闻魔血 也没有办法来挽救这个值 这个结束 所以他说命未传 性命难破结缘 你的性命呢 要超胜了死 要回归到本来面目 要这个 达到 长极光土 那种 精神状态 那种 没有物质 没有精神的状态 那种 这个佛的本来面目 这个才是 迷思要来传到的 主要目的 所以这几点 是激功老师 他所说明的 迷思的重要 那么他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反省到 激功老师他所说的这个明师的条件 那他不是在讲他自己 他也不是在讲某一位先佛 他讲的实实在在就是在讲我们自己 如果说我们是替老师 替师尊师某 要来布德 要来传道的话 我们自己也没有达到这些 智慧德能 你有没有明师的那一份慈悲 有没有明师的那一份愿力 有没有明师的那一种 智慧 还有他的德能 神通自在 他的向好 有没有 那么你如果没有 虽然 你还是在度化众生 可是呢 你所成就的 中中只是小局限的 甚至你连自己 都成就不了 那么如果一误了 就全部都误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传道 为师不得的人 他是一误是全部误的 他要有这个具体而为 的这样的一个德行 虽然没有像技工 这么样的圆满 但是呢 我们也要有小技工的模范 所以这里 他讲的明师的条件 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要开发 内在的本性 内在的那一份智慧 以及德能 这样呢 你才有办法 生担天命 来普渡三朝 我们帮助师尊师母 来普渡收缘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所以他这些条件 是在讲我们自己 不是都把这些责任 通通归给明师 这个我们要认清楚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知道 对于尊师众道的一个重要性 明师对我们这么样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影响 还有那一份慈悲的伟大 那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是怎么样 如何 来依止到他的门向 好好的来到达他呢 那所以他 他这里讲到 尊师众道是修行的前提 一个修行人 首要的条件 就是尊师众道 就是尊师众道 那我们说到 修行是为了 这个了生死出善戒 是为了这个 帮助师尊师母 补渡人世间 所以修行 除了你要有 在家的这样的一个 道德典范之外 你还要有初世间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德能 所以讲到初世间的修行 我们要讲到师道 那师道 师道 是帮助我们脱离 六道轮回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那对于师道如果不尊重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叫修行人 对尊师众道成为修行 所要的因素 所以一个修行人 如果他没有办法 做到尊师众道 那么他本来 本来有的这些神通自在 这些能力 他就会渐渐失掉 譬如说他本来是 心道轻 然后修行到一个境界 有一些 有一些能力 结果就杠高 生出我慢心 不再认为民师的重要 以认为自己是最重要 自己就是民师 那这样这样的修行人 他就自觉根本 他的这些智慧德能 甚至向好 就会慢慢改变 他的命运也会慢慢改变 那他终究的要自觉 这个觉悟之路 必定会退传 那么如果说 刚刚学到的人 就不知道尊师众道 那一定呢 没有办法跟唐路士 没有办法探析到那个道理 所以可见了 尊师众道 这个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界 根本的修行 就好像我们说 这个水塔里面啊 结果没有水进来了 你空有一个水塔在那里 这个水塔的水用完了 就没有了 你认为水塔呢 是很厉害的 无穷无尽的 结果呢 你把 你把那个 接收的水管给断绝了 这个就是断绝于 丁恩师的 的这个途径 结果呢 你那个能源浩解了 自己 也就堕落了 什么都没有 再来就说 尊师众道 是一体两面 尊师的人一定众道 那众道的人一定众师 那师呢 是道的代表 所以呢 我们修道 就是要尊师 好好的修 就是好 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所以真正的要报答师恩 就是好好地修行 我们之前讲的儒教修行共养 成就自己的德性 只有让自己的德性成就 才是真正的报答师恩 所以老前人他这里讲 尊师所以为道 无丑乃贫属之人 生于末世 幸运名师 得闻之道 岂可不尊乎 所以尊师就是为了道 这个道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所以尊师呢 就是为了开发我们自己的自信 只有自爱才能够爱人 自利才能够利人 所以呢 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自信啊 敬重他 关怀他 我们以后才有能力去 关爱别人 去照顾别人 所以他这句话 尊师会为道 事实上 尊师尊的不是对面那个师 不是技工 那个形象 而是我们内在的性德 内在那份性德啊 只有自尊自重 那个道德 这样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这种行贵啊 才有办法 让人家改做得到 所以老前人 他呼吁我们 生于这个末世啊 我们这些评俗之人啊 凭什么可以得到 那凭什么可以回天 如果没有明师的话 没有这个大道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怎么能够不尊心呢 所以修行 从根本修 这个根本呢 是我们内在那一份 智慧德能 从内在去挖掘 了解到 我们那个圆满 这么样的 不可限量的自我 根佛都是一体的 那一份本性 这个就是 尊师重道的道理 那尊师重道 就是感恩 救赎贵贵 感恩 是无所不尽 屈里约 无不尽 我们因为 发自于内在的真诚 所以我们感恩 在生活之中 因为得到各种的资粮 所以我们感恩 在生命的过程里面 我们因为得到 太多的这个助缘 我们才 还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们感恩 时时在在 时时刻刻 世世面面 我们通通要感恩 会毁谤你的人 污蔑你的人 障碍你的人 都是要成就 我们自己的资粮 这些人 我们通通要感恩 那一份感恩 是只有 把我们的那一份烦恼妄想 我们那个 无名 把它转过来 一天之间把它转过来 我们才有办法 如此的感受到 那一份恩 恩的伟大 恩的重要 那种天恩施德 所加持在自己身上的 那一份不可限量 的那一份慈悲 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 这件事情 我们道场 口头上 大家都是在讲 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只有透过 我们如此的修行 把每一个人 当作是我们的恩师 来感恩他 那所以在佛教的怀疑心 他里面提到 提到呢 这个师道里面 最高的修行 就是无师道 那怎么又无师道了呢 为什么会没有老师呢 无师道了 他的一个内涵 就是告诉我们 对于任何事物 任何人 通通通要感恩 他都是我的老师 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这个就是无师道 所以老师不是 技工那个形象 这个我们已经强调 很清楚了 要 也让大家呢 很清楚 这个观念 老师不是那个 技工的形象 老师是我们内在的那份信德 那么老师 也没有将道传给我们 道是我们本来具足 我们本来就圆满了 那么本来具足 本来就圆满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求道呢 所以可见呢 技工老师 他所给我们的 只是一条路 一条回归之路 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本来的那一份信德 在圆满 那所以既然老师 不是那个技工的形象 那么老师呢 有可能是存在 这个 所有的事物当中 就好像宗旨他所讲的 道在哪里 道在这个 乌瓦之上 道在泥土之上 道在这个 分辨之上 小辨之上 道无所不在 那么民师无所不在 那么民师呢 是教导我们开悟的 所以我们呢 对于这些 这些 无不敬 随时都在感恩 那因为随时感恩 所以我们 我们随时要不断的去 回馈 不断的去帮助他 帮助各种事物 所以自立立的 那也只有人 真正的看到自己 内在的那一份 圆满的本性 你才有办法 真的是做到自立立的 你利益自己 成就公民的本性 利益众生 成就公民的本性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成就了 你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 所以这个是尊师重道 这个师道里面 最极致的一种修法 无师道 当然这里面 还有很多细微的 这种经意啊 我们可以去参考 还原经的 这个讲述 我们点到这里 让大家呢 有一个认知啊 尊师重道的 这个重要性 那所以说 尊师重道 是修行成功与否 的重要关键 一个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路上 到底算 有没有算成功了 当一个修行人 盖棺论定的时候 人家对他的评价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总是呢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呢 历史是有定论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必须告诉各位前写 这个呢 只是一般世间人 对于 对于 这个 往生的人啊 所做的这个评价 跟论断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世间的说法 那在真理 修行的层面啊 对于这样的说法 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什么叫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历史是有公断的 一个修行人 如果没有让自己证悟 没有让自己解脱的话 那么 他就是 没有办法对众生交代 也就是说 他的修行 是没有成功的 因为他根本 自己不晓得要去哪里 对于生死这件事情 毫无所知啊 而认为死后的这种 袭击显化 所谓生软如眠 东不停是下不俯臭 这个是对世间人 一般的修行人来讲 如果我们是等到 这个时候 再来印证 这个大道的尊贵 那么我们 生前求这个道干什么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 在死之前 然后就 就来点到就好了 就来求到就好了 这个是 这个常理来想 是应该这样 当然你会说 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意思 但是呢 一个修行人 就是要修到 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要回去 啊怎么回去 就是要修到这样啊 如果你都不能够修到 生死自在的话 那么你不是 对不起天恩吗 对不起私德吗 你枉费了这个大道 的这种宝贵啊 那所以修行的成功于佛 端在于自己的正物 跟解脱 那自己的正物跟解脱呢 是在世间就要成就了 而不是死后成就了 凡是死后成就的 这个人都还不能够算是 他真正的解脱成就 死后被奉为神 被奉为大仙 这个实在是 世间人的标准来讲 这个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道理 也是因为我们生前都没有看到 生前看不住 他到底修了多好 做了多好 结果呢死后做大仙 所以老师说啊 活佛是在世就要疯了 在世就要称佛佛 而不是死后才被人家称活佛 老师生前 人家就称他活佛 他自己就清楚了 自己在干什么 那他自己要怎么回去 了然清楚 你跟六祖会能 要走了 跟大家交代清清楚楚 叫他的徒弟 不要学士奸人 披马带孝 在那里哭哭闹闹 都没有需要 为什么 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这个肉体 只是穿的衣服而已 他把这个衣服 留在这个人世间 请供后人停掉 那他自己的真身呢 他的真身无处不在 他回归本位了 那修行要修到这样子 所以六祖会能 他里面记载 谈经里面记载 开乎正道人 四十三位 那我们一代民师呢 一代民师 来到人世间传道 三千六百圣 四万八千贤 那么我们是不是 这个三千六百圣之一 四万八千贤之一 这个我们要自己也清楚 所以尊师正道 是必尽成佛的保证 必尽成佛 也只有老师的这个指寿 明师的意志 先佛的授记 我们终究才有可能成佛 没有这个先佛 没有这个民师的一指 要成佛了 是难如登天 那所以我们 我们知道 在现在所有的修行的现象里面 自称民师的是很多 但是真正可以帮助 土耳们 超多生死 跳脱轮回的 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之前讲 子此一家 这个道子此一家 别无分 那子此一家的道理 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就是天命的传说 这不是自己封的 那因为有这个天命 所以他才有办法 将这个生死的道道传给我们 所以为什么说 他讲毕竟成佛 毕竟成佛 是因为 民师已经成佛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达到 民师的这种寄进 也可以成佛 如果一个不是成佛的 民师要来教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成佛呢 我们老师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们哪有办法做到呢 这种出生死 这个 跳出三界 这么样重大的事情 六万年来 累积累世的事情 如果没有靠的一种 这么大的恩可的力量 我们哪有办法 那所以 这个尊师重道 相对于 相对于 这句话 的反面 欺世灭祖 悲伴师们 这种事情 是一个修行人 最大的分比 也是一个修行人 他没有办法成就的原因 那么要怎么样做到 这个尊师重道 要怎么样的人 才叫没有尊师重道 我们已经也讲得很清楚了 如教修行供养 拯救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尊师重道 所以尊师重道 是佛规的总纲 佛规 是我们道场统真的佛规礼节 那这个佛规礼节 发污成 子污礼 那所以 在这个成 这些礼 的这个动作之中 是因为 我们对于 这种天命的 的这种传承 名师的这种 金重 是出乎自成 这种自成的心 让我们在学习 佛规礼节的时候 可以得心顺手 可以随手拈来 这样的一个 自然的行为 绝对不是 外在于 别人所给予的 这种压力跟束缚 而是自然流露的 那所以说 我们说佛规礼节 这个是佛 他们的行为 那在人的身上 变成一种规 所以叫佛规 那因为我们要成佛 所以我们要做佛规 那除了学佛的 这些动作 学佛的这些言语 我们呢 还能够以什么 为依止呢 没有了 所以只有佛规礼节 透过佛规礼节 莫过道之宗旨 我们好好地来学佛 学佛向佛 希望呢 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佛 所以老前人 他常常讲 你做生意的 人家叫你仓人 做工的 人家叫你工人 那读书的人家 人家叫你世人 那你修行的呢 人家当然就叫你修行人 修行到一个境界 人家称为你君子 称为你仙人 称为你圣人 那这个是我们修行 本来就应该达到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透过尊师重道 了解到一个修行人 他所应该有的 这些言行举止 这些起经动念 言语造作 通通都是 从这个尊师重道里面 去体制得到 所以可见呢 那个众师尊这个德木 对我们 现在一贯道的修行 是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道场人 比较没有这个 先佛来指导 所谓的开杀 所谓的借窍人 这个道场人越来越少 那么越来越少呢 也不见得是坏事 那以前的人呢 相信先佛 先佛怎么讲就怎么做 所以呢 他们就怎么成 那现在呢 先佛再多的奇迹显化 也只能够点化 一神的信心而已 回去之后呢 还是照样脾气毛病一大堆 没有办法转化 所以呢 先佛形化变成一种 一种唱戏 我们法会呢 最喜欢看先佛唱戏 那看完了呢 听完戏呢 回去一点减点 检讨也没有 那所以呢 先佛 也不再 也不再借窍了 也不再透过这个形象了 来讲清说法 所以现代人 只有更加的来依止 明师的教法 透过先佛 所留下的这些精讯 来点醒自己 我们说修道三不离 不离这个道场 不离前贤 不离精讯 在前贤 常常接近道场 常常呢 跟这些同修道友 好好地切磋琢磨 那常常呢 研读这些精讯 那后学啊 希望呢 能够借着这个 学讲精讯 的过程当中啊 来警醒自己 那所以呢 我的修行是什么 就是好好地 把这些精讯表达出来 那透过自己的 这个 的认知啊 儒教的人 好好地来实践 来修行 然后把这个 所正所悟啊 来告诉各位前贤 但是呢 后学 是透过告诉自己 醒醒自己 来跟各位同 各位前贤 来分享 我不是讲道理 给大家听 也不是讲道理 来告诫大家 而是呢 想给自己听 告诫自己 从这个奖金说法里面呢 让自己呢 有所醒悟 那所谓的台上 这个十分钟啊 台下十年功啊 十分钟的演讲 可能是 我们累积了十年的 这个功力啊 在台上的表现啊 这个十分钟啊 淋漓尽致 那所以 在不断的这个 这个练 这个练讲 奖金说法之中呢 让自己的 这种心性啊 有所正悟 有所体质啊 这个也是后学的 个人的修行方式 分享给大家 来强调 这个尊师重道 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知道 这个论语里面的 言辉啊 一向就是尊师重道 那么言辉在 论语里面啊 他的表现呢 也不算是 很有特色 不算是很有 很积极啊 但是呢 老师却常常夸赞他 老师这个 对他的这个评价啊 是相当的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呢 这个 言辉的修行啊 他是真正的 弱子 老师的教法 在论语的记载 公子说啊 我与回言啊 终日不悔如语 退而醒其事啊 一足以发 回也不远 那从这句话呢 可以看到 孔老夫子 对于这种 言辉的 这种评价 他知道 言辉看起来呢 都这样 静静的 都不讲话 中日不悔如语 中日不悔 就是说老师的话呢 他都说 是是是 好好好 老师讲的话 反正就是一直点头 一直说是 到底他有没有懂啊 不知道 到底他是不是 真的了解了 不知道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呢 这样 这样白白笨笨笨的 但是呢 这个不在课堂上的时候啊 退而醒其事啊 一足以发 等到他回到 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啊 自己去检点 他个人的行为啊 一足以发 也就是说老师的话呢 对他呢 却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能够呢 引发他 在于这个精神领域上 对于人生的看法上呢 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啊 那所以 把老师的话呢 充分发挥啊 孔子认为 这个学生啊 言辉啊 不是 不是愚智啊 哦 在 论语里面记载 言辉有这个文艺之识的天师啊 哦 这个是子贡 来评价他的师兄啊 言辉 认为他文艺之识 他自己呢 文艺之二 之三而已 那孔子也说啊 唯也非助我也 于无眼 无所不悦 那所以 这句话呢 孔老夫子 对于言辉啊 哦 赞叹不已 哦 大家好 导致宗子 众师尊 上一回 讲到言辉的故事 那么我们 可以了解 有的人呢 他天生 就懂得 修行的道理 就懂得 尊师重道 所以老师一指点 他就可以呢 自然的上手 那对于心性 对于圣贤的教法 能够自然上手的 这一定呢 这一定呢 是他 累积累世 所修下来的 善根福德 那言辉呢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老师对他 非常的赞叹 这个言辉对于 老师的教法 亦步亦驱啊 真正的落实 到 这个生活之中啊 所以 常常有人说 言辉在世间 有没有度化众生呢 不要说度化众生啊 有没有 教化过一个众生呢 在这个 理事上啊 这个事项上啊 我们好像 看不到任何的记载 但是这个事项上 也许 这个 也许是有 那从 言辉的视线呢 让我们知道 一个人呢 他只要 把自己的毛病 习气 修正过来 恢复到 老师所教的 那个 至善的 境界 那他这个人 就可以成圣成弦 他就可以回天 所以言辉 虽然说 资料上 没有记载 他有 度化过 一位众生 他在世 可能没有 但是他精神的影响呢 却度化了 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可以说 他的善根福德 非常的深厚 那么我们人 没有办法 像淫灰这样子 毕竟呢 人非 生出来 就能 救世圣贤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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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刚开始 在修学的路上 他并没有 具足 尊师 重道的 那种完整的人格 但是呢 那没关系 只要呢 能够 秉持的 这个尊师 重道的原则 不断的去反省 去修正 去学习 透过老师 在旁 的指点 那渐渐的呢 也能够达到 尊师 重道 的一个标准 最终呢 让自己 成就圣贤 所以 言辉 不二过 不二过 又给我们 最好的视线 言辉 得一善 全权福音 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你看不二过 不二过 就是真正的忏悔 所谓忏悔 就是你 你的习气毛病 你对于这件事情 错误的事情 犯过的事情 永远不会再做 做错 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 这个是真正的忏悔 那所以 为什么引回了 加持会这么大 因为他真正的忏悔 那我们现在 修行路上 或者是修行的法门 常常有忏悔的 这个书文 忏悔的仪轨 忏悔的这些 法会的形式 那有没有用呢 是不是忏了这些 我们的业障就消除了 我们从此呢 我们从此呢 就可以海阔天空了 事实上呢 也不尽然是这样子 有时候呢 甚至完全没有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 我们没有做到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是 你是同样的错误 永不再犯 在佛前立下重视 给自己呢 打下契约 永远不再犯这个过错 这个才是真忏悔 这个忏悔 就从信德流露出力量 那个力量呢 把自己推上 觉悟之路 所以言悔的视线呢 他可以说 让人呢 非常的感动 那他的这个教法 是无形的教法 真正的修行的人 体悟到他这个教法 要儒教修师 修行供养 然后呢 让自己 踏上圣贤之路 言悔啊 得一善全全福音 这一善呢 是 所谓的万善 任何一个善 那任何一个善呢 就是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所以体悟到 人世间所要面对的 各种 是 理因果 然后从内心呢 发出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善的 他从 这个 明师所教授的 这个人心 纯然至善的 那一面去出发 所以看什么 都是善的 那么全全福音呢 把这个善呢 持续的保持下去 所以后来 盐悔成就 一代圣人 这个是我们不得不 说清楚 讲明白 那相对于盐悔的 这个 传记啊 我们也可以参考 学会出版的 赤飞专 还有 那个 鸢语里面的记载 那么我们知道 明师 已经给我们 指点出那一条 光明的大道 我们说明师一点 那明师一点在哪里呢 明师一点 不在外 不在内 就在那个 生命的 当下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就是此时此刻 当我们掌握到 那一份 如鲁不动的道题 我们发挥救急 我们呢 这个 好好的来参与物 把明师的那一点 发放光大 那么我们自己 也可以像明师一样 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俱足 所以明师常常 强调 我们身体 好像一个家 主人住在家里面 那主人呢 不要常常乱跑 常常乱跑了 会忘失掉的家 所以说我们 都有一个老家 我们老家 是我们本来住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常常呢 出外乱跑 这个乱跑 跑太久了 忘了回家 甚至呢 要回家 也不晓得 回家的路 所以 老师告诉我们 主人要常常在家 二六时钟呢 要守住 守住 不要呢 四处乱跑 主人如果四处乱跑 这个房子没有人真理 他就会卡灰尘 好 他就会呢 受到各种侵蚀 防止呢 渐渐轻腿 那渐渐轻腿 表示了这个肉体 渐渐毁坏 受到各种 无常的打击 这个受体呢 就不清安 就不自在 就会痛苦 那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众生的苦很多 那么病苦呢 是很 影响很大的 一个现象 那苦 我们曾经用很多的蝙蝠 来解释 众生的苦的根源 苦的根源呢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忘记了真主人 真主人没有在主持 所以 第一个反应的现象 就是身体 不清安 不自在 这个 杂病重生啊 那所以呢 在 道场 我们也听到 很多修道人 他也是很用心的修道人 可是呢 却是 有病在身 有的人甚至呢 病到呢 连走出去的力量都没有 那么后学也 受到 这个病苦啊 折磨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体悟 那渐渐的得到前辈的指引 才了解到 这个病苦啊 是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 要告诉我们的 告诉我们 要懂得让主人在下 主人做主 其他的这个 世神啊 他是客人 他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外人 那外人呢 是不可以做主 我们要常常让主人在下 让主人呢 进入自然的生活 那进入自然的生活 如果跟大自然融合一体 这个房子呢 渐渐就达到一个自然的运作 那就健康起来了 那么我们曾经也强调过 我们的真主人 就是我们的性理 真主人呢 一定是跟大自然合成一体的 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是生命共同体 那么这个真主人 现在呢 住在这个肉体上 他一样的 要依循大自然的法则 来过生活 那么人的自然法则 就是遵守 道德伦理的标准 道场 我们的师尊 师母 不断在强调 老前人特别强调 人道 守三纲 守五常 把三纲五常的道理做好 就是回归自然之道 回归自然之道 那么真主人呢 住在这个房子 就很 心安自在 就不会得病痛 外面的这些世界的现象呢 在透由这个真主人 慈悲真诚的流露 慢慢的去度化 慢慢的去感化他 那所以 明师一点在哪里 明师一点 从来就没有 离开过 只是 我们忘记了 那明师一点 他也不是 我们求来的 也不是明师给我们的 而是呢 一直都存在在 在 这里 那只有呢 体悟到大道 这种 大道的人 才有办法了解 真正的明师一点 他的妙用 他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 人怎么会有脾气毛病呢 那脾气毛病 需不需要去改正他呢 真正的说起来 脾气毛病 是不用去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我们心的变化 那心会变化呢 是因为我们的性 我们的那个真主人 没有在家 真主人没有主持用事了 所以呢 让这些外人 让这些这个 五一六成啊 当家做主 所以脾气毛病就一大堆 脾气毛病的一大堆 事实上呢 也是因为 我们的心 这个变化不安 所造成的 如果等着 让真主人在家 让这个灵性啊 回归到 这个光明至善的问题 那主人呢 常常守住 那一点灵开啊 那么 脾气毛病 自然就 不改而改 就好像太阳出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那么主人在家了 当然这些 六贼啊 自然就跑掉了 所以让灵性呢 发放光芒 让主人呢 不要呢 四处乱跑 这个是 我们常常要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道具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整个天地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这个身体呢 就是一个小宇宙 一个无极啊 那这个无极里面 有 有一个生生不灭 有一个能够 变化万千 的一个 主人 那这个主人呢 要守住这个道体 保认住 那个光明的觉知啊 那他在 这个整个宇宙的变化 他依然不离这个分体 虽然呢 这个大环境 我们整个人生的运途 有各种的障碍阻难 烦恼妄想 只要我们懂得用真主人做事 真主人的这个 灵性之光啊 来渐渐地感化 这些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烦恼及菩提 我们不可以把烦恼去掉 因为烦恼去掉了 你连菩提也去掉了 菩提跟烦恼 事实上呢 是一体两面 他如果 这个 自信现前了 他就是菩提 自信不现前了 他就是烦恼 就好像镜子一样 镜子呢 你来什么就叫什么 所以 如果 让我们的 真主人 常常视线 那么黑暗的一面 烦恼的一面 就自然就 淡出了 就化处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 心安 得到自灾 那这个呢 要时时 刻刻 二六时钟 不离这个本体 那么思想 言语 造作 通通 不离这个本体 你就会感觉到 那个到底的妙用 所以 让主人当家 客人呢 随着主人 的命令 来 来做事 绝对不能够让客人呢 来 辖天子一路 令诸侯 这个是 老师的比喻 辖天子 天子就是我们 当家做主的主人 我们这个道体 那这个当家的主人 不在了 这些奸诚乱道 就搞坏了 整个小宇宙的 一个磁场 那所以呢 身体 哪有不病的道理呢 家庭 哪有不乱 社会 哪有 哪有太平的日子呢 这个就是 辖天子 以令诸侯 那如果 我们常常 能够知道 我们内在 一个主人 他常常 这个 保认在那里 那么你要 试着去把它 找出来 把它这个 发掘出来 让它出来 当家做主 真正的 是 做到 得益善而全全福音 那所以说 我们世间的现象 已经是 可以说 乱道了 已经不知道 不知道怎样乱 天下极乱 那这个乱呢 不在于 冰空马乱 不在于 战争的这种乱 虽然现在的战争 也是 一触即发 但是因为 只要一发生战争啊 整个世界就会毁灭 所以呢 大家 不敢发动战争 那么我们修道人 也要来实时 来警醒 世间人 来做出各种示范 来呼吁 这个世间的战争 不要 不要发动 那这个战争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 可是呢 社会的战争却很多 家庭的战争很多 包括我们内在 身心的战争 却是 多得 不胜反局 你看社会乱 是忍在乱 现在社会的乱 比 古时候的那个乱 是 不晓得 多了好几百倍 好几千倍 我们打开 电视 看到报纸 每天所报道的 都是 烧杀鲁虑 都是呢 各种 灾难 平穿 那么受到灾难的 这些家族 酷天喊地的那种画面 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们修道人 我们 儒家的 这个 修持人 以这个 安定天下 以追求大同世界 为理想 可是我们到底 要怎么做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抚平 社会上的这种争乱 抚平 各个家庭的那种争乱 这个呢 在于 人心的变化 因为社会 是以人为单位 家庭呢 是以夫妻为单位 所以抓到根本呢 我们就知道 要从如何 下手 那根本 就是人的心 人心的变化 如果能够掌握得住 那么人心把它降服 把它安抚 那么家庭呢 就可以出现和谐的状态 社会呢 也出现光明的契机 那人心的降服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你要让真主人 醒过来 真主人是一直在那里 但是呢 真主人没有作用 我们要让真主人 醒过来 让我们的这个 当家来做主 那所以如果说 能够让自己的心 转烦恼为菩提 让自己的心能 随时流露出 那一份清静慈悲 自成的力量 就有办法 度化我们内在的众生 内在的这些 烦恼妄想 人你的众生啊 透过清静心 透过慈悲心 透过平等 自成 这样的这个度化 慢慢的 也能够觉醒过来 那所以 累劫累势的脾气毛病 很多 虽然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 一下子转过来 没有办法 像六祖会呢 一样 一下子就顿悟了 但是呢 每天听受 这些经教的叫法 听受这些 前辈的指引 我们希望了自己能够渐渐的踏上这个光明的道徒 那所以说 哪一天 我们了解了 我们开始在 实践了 我们开始让 真主人做主了 在于 我们身上第一个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肉体的变化 肉体不再那么痛苦了 不再那么烦恼了 不再那么不安了 甚至呢 我们的外貌 所谓向好的部分 外貌是第一个表现出来的 你看起来就是这么 安详 这么庸荣 这么自在 这个是呢 我们内在的主人 真正的在启用 真正的当家做主 从脸上是最 直接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你如果说 我的脸上 我还是看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你要跟你的 去年的你相比 你去年的脾气 毛病 烦恼妄想 跟今年比怎么样 如果今年的 本烦恼妄想 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一份执着 也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么表示呢 你的修行 渐渐的 有找对方向 那么跟积极的 你要跟上个月的你相比 上个月的我 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办法看破方向 那这个月的我 我已经可以看破方向 真主人的当家呢 多了一份这个权威啊 那么 我们内在的众生呢 就可以度化 度化一些 那表现在外的 这个相好 自然呢 就更自在 更合想 那所以美丑 不是在于 这个皮相上的长相 你看我们现在 社会上 新闻上所看到的 这些模特儿 这些隐性 他们透过 各种保养的方法 来 想要拥有自己的 皮相的美好 但是呢 内心有没有这么样的美好 我们不得而知人 但是一个修行人 内在美好 皮相上 的这种 的长相 自然 可以让人 感受到那份美 所以美丑不是 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 他长得再美 内心 在内心却很丑陋 我们也不认为 他很美 所以当你的内心呢 那一份光明觉思 已经显露出来了 你也不会认为 你自己很美 你也不会认为 自己很丑 因为呢 你已经没有 美丑的对待 你已经超越了 这些现象界 那可以超越 自然就可以不老 那么我可不可以不死呢 当然可以不死 因为灵性呢 本来就不生不灭 可以不死是因为 我知道 我离开这个肉体的衣服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我是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证悟到 那个境界 这个是不死 死了之后 还要透过 别人的超度 然后才有办法 往生 那这样呢 不叫不死 不死 这样呢 功夫进气还达不到 我们再 再次就要知道 修到了 生死一主 欲知十字 这个才是修行的功夫 这个才是真正不死的境界 所以防止呢 防止是我们 在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所谓这个灵性啊 用肉体的方式来重现 这个是不得已的面貌 那么当家的主人啊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 你必须把这个房子成立好 老师常常比喻啊 住在里面的是主人 那顾在门口的那个是狗 狗不是主人 真正主人 是要住家的 那个才是主人 顾家的 那个是狗 那么我们要做主人 还是要做狗呢 所以你灵性不当家 你的这个 光明的觉知啊 你的那份菩提心 不做主 你要让五一六层做主 好 让这些人贪嗔痴在做主 那么你不是把狗当看成主人了吗 不是坚层乱道了吗 杂念重生 结果呢 里面的众生一个也度化不了 那你里面的众生都度化不了了 你说你在半道 你要开荒 你要四处去度化众生 哪里能够度化得了呢 这个要很清楚 我们要很明白啊 当你打的旗帜 说要去国外开荒 那么你有没有达到 不生不死的境界啊 如果没有 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那么你起码要能够让自己 不会老 要让自己呢 真正的把这个房子呢 整理的很好 固守的很好 那你这个人出去 才能够代表道 你真的有主人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道场 道 道要在这个场里面 这个运行不转 运行流通嘛 这个流转不息啊 这样的场 才是有道的场 才是真正的隆天 护法 护持的一个 一个道场 那么如果说 这个场没有道 盖的再怎么样 富丽堂皇 它还是一般的建筑 它还是一种 皮相的美好而已啊 所以真的 该 盖佛堂 盖道场 不晓得 内在的道场 也要死死去 去顾守 道场里面的 那个 那个真佛 你要去 理尽它 你要去 去效法它 攻击它 让它呢 可以常常 大传法轮 这样才有用啊 结果呢 大家呢 都不断地在盖活动 在盖道场 要道心呢 不断地捐献 但是盖错了道场 却是 人事分身不断 活动办了一大堆 结果呢 内在的众生 一个也没有度化 美其民都在办道 美其民都在办道 办道没有人 我要去做上司礼 我要去做银宝师 要去护持道场 这个都叫到办道 可是呢 内在的众生 我们自己都度化不了 我们说 不要说 自己的脾气烦恼 我们看看我们的家里 家里是不是一团和气 这些族人呢 是不是都已经度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你脱而广之 真的做到正极成任 这个才是真正的办道 所以修道 不要落入有违法 道不是用讲的 也不是用讨论的 道是 用悟的 道是做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 不知道从而下手 我们道之宗旨就讲得很清楚 每一句话 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条规 我们要见天地 我们要理神明 我们要孝父母 众师尊 这些呢 每一个德行 都可以让我们 作为回天的依据 只要我们一个德目 做得通 做得圆满 那么其他所有的德目就圆满了 那我们这里强调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我们把尊师重道 做得灵意尽致 做得一 做到一百分 那么你回天做佛了 其他 其他的德目 也同样说明 通通圆满 所以这个是 老师啊 在佛堂里面 来告诫我们的 这些道理 那现在 老师不借窍了 都过三彩 来开杀批训 开杀批训呢 那些训可不可靠呢 我们也不知道 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也常常 有提到啊 老前人回天之后 那么 天命 还有没有在呢 那这个 这些先佛 来 开杀 批训这些训文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这些事情呢 我们也 忍着知见啊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就遵照 遵照大德者的说法 遵照老前人的说法 老前人叫我们 常常看古训 我们就常常看古训 那现在呢 现在这些训文呢 不晓得是不是真理 不晓得是不是 符合 我们的这个 修行 所以呢 我们 就遵照老前人的说法 这样就好了 就多看古训 那在 之前 老师试给我们 叫九转禁丹 那这个九转禁丹呢 要我们 常常来服用 这个九转禁丹 有点像 佛陀当时 要捏板石琴 告诫 他的土宗 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 师尊不在了 佛陀不在了 那么这些土宗呢 要一和而修 以什么为行呢 所以 先佛他讲到 这个九转禁丹 这个可以 让大家呢 作为修行的一子 他讲到三不离 三不倒 三不忘 三不离 我们之前有讲到 不离道场 不离前嫌 不离经训 那这个是三不离 那他又讲到三不倒 三不倒是什么 不被贫病 不被民力考导 不被人事考导 这是三不倒 那么三不倒 他讲到不被贫病 了导 贫穷 落魄 这个病苦 所打倒 那么贫穷跟疾病 这个不是一般人 可以想过的 也就是说 这些贫穷疾病 要来打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那么当时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不病 不死的方法 事实上呢 就是这个观念 那么贫 贫的概念是什么 贫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看起来很贫 可是呢 你自己内心不贫 敬我们 则不贫 出我们则不贫 那不贫呢 不贫 不是外在的那个物质 的多果 而是呢 我们内在精神的丰厚 我们因为得益善 而全员福音 所以呢 我们每天都充满在这种 法喜道乐之中 所谓学而实习之啊 不亦悦乎 那么那种悦呢 是一种法喜 所以言辉为什么 被老师这么肯定 他就是学而实习之 把这个学习呢 学到了成为自己的习性 成为自己的习惯 所以习惯之后呢 我流露出来的都是圣贤 圣贤的动作 圣贤的言语 我们起心动念呢 都是圣贤 都是圣贤在做的 在想的 所以你怎么会有贫苦呢 没有贫苦 圣贤与天地为一体 圣贤富裕 富裕的很 那真正的有钱人 却觉得自己很穷 因为呢 总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 想方设法 要赚更多的钱 这是真正的 这个品 所以 对修行的人来讲 品不是一个 修行的一种影响 而是呢 内在精神受福 那才是真正的品 那病呢 病我们 刚才特别强调 当然病 有很多 很多种原因 那病的 这种现象 除了说大环境 整个 社会 局势 所影响的 除了说整个生理状态 所影响 还包括 被冤亲 债主 所影响 但是呢 这些种的法则 都不离一个现象 那就是你 真心的用事 也就是说 这 冤亲 债主 要来 跑报 冤冤相报 那么他要报的时候呢 你要呢 用真实的 这个功德 回向给他 你要呢 好好的跟他 懺悔 跟他做沟通 那么 在依照 道之宗旨 如教修行 供养 如法修行 供养 好好的来供养 冤亲在主 那么我们现代人众生 有百万之九十的疾病 都是冤亲在主 那冤亲在主 可以好好的沟通 那么我做功德给你 我分期付款还你 有一天还是可以还得完 只要呢 好好沟通了 他就会离开了 那你的病就减少 但是有一种病呢 是非常难治的 那就是人 业障病 业障病呢 除了刚才说 冤亲在主那种病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 自己的 这个脾气 胆脑 所累积的 这种病 所以 比如说这个人 喜欢胡思乱想 想东想西 心情呢 就像一只 关不住的猴子一样 到处乱串 那真主人呢 常常往外飘移 那这个人呢 心性不定了 当然了 累积久了 就会成为 精神病 或者是说 痴呆症 那这些病呢 是自己的夜上 所造成 那这个病呢 很难治疗 必须透过 这个 明师的指点 透过修行的方法 一点一滴的 来把它划除 所以 不离道场 不离前嫌 不离精训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老师不在了 他教给我们 这些方法 我们 按时服药 那就可以把 这些病病呢 给他治疗 那他说 不被名利考导 名利呢 是 现代人 归之不去 的一个欲望 那么我们修行 从世间人 的这个名利啊 跳脱 来到道场 结果呢 还是被道场的 名利所束缚 那么 这样修行 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要 断名利啊 而不是 转换对象 我们从 世间人 转到 道场的人 结果的 名利都还是一样 不是转对象而已吗 你名利都没有断啊 那老师 告诉我们 是要 断名利啊 明文利啊 这些人 是 是 这个修道人的 大忌 可是修道人 很多修道人 却 特别喜欢这个 在道场有名 在道场 掌权 在道场 得利 好 那个利呢 也不一定是 金钱上的利 那个利呢 有可能是 他在这个 这个 人生周遭上 所获得的 各种的利益 那如果说 在道场 求名文立养的话 那就被名利拷倒了 那这个对于一个 这个资深的道经来讲 更加的慎重 那资深的道经呢 他越资深 越没有办法看见名利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真正的 考导修行的 很多的地方 那他第三个 不被人事考导 人事 就是这些人事团体 为了应付这些人事团体 你必须呢 去逢迎他 去敷衍他 那或者是说 你必须说出一些 你不想说的话 你必须做出一些 违背良心道德的 的事情 这个呢 是被人事考导 那被人事考导 考导了 真主人 不在家 这个是六贼作主 六贼作主 烦恼重生 欲望不止 那烦恼重生 欲望不止 当然就是代表了 我们的沦迪 也没有办法窒息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 脱离六道沦迪之苦 没有办法 你没有把名利断掉 你没有把这些 这个人情断掉 没有办法 所以 要做到像孔子所说的 从心所欲不与举 那是已经真的 真主人当家了然清楚 主教的修行 不离开的时间 人道要把他圆满 人道圆满 是依照这个真主人做主 他才是真正的圆满 那不是说叫你去做一些 缝尘 敷衍的 的这些表象 才叫到圆满 要依良心做主 良心做主 良心对得起良心 抚养无愧于天地 那么这个才是 不被人思考到 那这个真的是 很难的一种修行 所以人道难修 是难修在这里 那么我们一个人 从出生 到现在的过程 我们所受到的这些 人事 这些大环境的影响 害从来很多 如果一个 一个修行人 没有拿住这个正心 拿住这个良知 作为一规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 被这些世间的斩主 给流转掉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没有明师 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指点我们 所以呢 我们依照明师的教法 明师所留下来这些经典 这些圣训 好好地去参悟他 然后付诸实践 这样呢 还是等同明师在旁边一样 所以 那叫我们随时 药服 把这个药呢 来服用 那他讲到三不忘 三不理 三不倒 三不忘 那第一个呢 不忘佛心 不忘金线 不忘月立 愿立 这三不忘 那不忘佛心 佛心就是 师心 老师的心 我们要以师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那老师的心呢 是 度化世间一切的众生 将众生呢 带离回老家 礼天 我们帮助众生 帮助这个老师 帮助众生 让他们也回归到老家 这个就是佛的发心 所以 诸佛是现在人间 总是 要开示 误入 众生啊 让他们 有这个佛的 这种知见 然后呢 进入到佛的 一条大道上 终究呢 回归本来面目 这个是佛心 所以佛所出发的心呢 他都是 清净的 他都是平等 他都是真诚的 都是慈悲的 这个就是信德 那么人的信德呢 跟佛的信德 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可是佛可以圆满流露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圆满流露这些信德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真主人 没有做主 我们常常不在家 不在家 去外面呢 这样打问摸语 东逛西逛的 结果呢 忘了我们有这个家 忘了这个真主人 所以六嘴做主了 这样自然的 就必并重生了 他说众生众生 是杂念 杂念重生 重个杂念重生 所以如果自己的内在的 内在的那个众生 没有办法度的话 你的佛心也没有办法 现前 你的那个亲近平等的 这种觉悟 也很难 朗现 那时候也要时时不断的 提醒自己 老师所传授给我们的 三宝心法 要常常去参入 参入呢 让自己的佛心呢 源源不绝地 朗现出来 落实在这个人世间 起心动念呢 都是佛 佛菩萨的 那种意念 这个形式呢 也是佛菩萨的形式 那这个就是 不忘佛心 所以我们这里要强调 不是开荒 开荒 出口开荒 不是你去参加 这些活动 不是你去指挥交通 这个就是佛心 是你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你同时不忘记 真主人当家作主 你随时流露的 亲近平等 慈悲自成的那个心 那这个心呢 用在每一个事物上呢 让这个 整个磁场啊 感受到圆满的波动 这个是佛心啊 那不忘金线 不忘金线 就是我们沉传的这条 大道 上次我们讲到 道只此一家 别无分毫 这个一家是一啊 那个一是什么 一就是 这个 思思 密附本心 那个心 佛佛回想本体那个体 那么老师告诉我们 当家的真主人 让你呢 能够真主人用事 那这个就是 老师所教给我们 老师这么教 我们这么做 我们把老师的 道法 把它闯开来 把它哄押开来 让众生都已得度了 这个是不忘金线 所以老师的 老师的这个天命 是老母赋予的 是上天赋予他的 不是 不是这个 祖师师相受受的 绝对不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 我们从这个老母 从老祖师 祖师 到老前人 这个金线 我们不能够忘金 这个就是我们的失常 这是我们 足足相传的 一脉血统 那这个呢 叫我们不能够忘本 不能够忘根 一个忘本 忘根的人 他就 什么工业也成就不了 那么 没有办法抓住这个金线 当然就没有办法回电 所以我们 把尊士重道 用了这么多篇幅在讲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条金线 千万不能够断绝 不能够忘记 死死感人了 然后这个老师 成传是老祖师 祖师呢 成传是老母 那么他把我们本来 就已经拥有的 那一份佛心道体 传给我们 我们今天 能够印证到这个佛心道体 我们就可以 了生死出三界 回归本来的面目 回到老 老家 来参拜 参拜老母娘 那老母娘也不是一个人 老母娘我们要知道 老母娘就是一个 那种不生不死的状态 就是那个如辱不动的本体 那个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那是一个到底 那这个到底呢 只有进入到那个到底的人 走上这个回到到底之路的人 才可以慢慢接受得到 所以那份精神 精神的可贵 是多么样的宝贵 所以我们怎么 怎么会不知道感恩呢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要去报答他呢 那这个精神呢 又扩及到 无量无边的境界 因为佛 明示的发心 是无量无边 他都对于万事万物 都要通通 要度化 通通要把他带回殿 那所以这个 这个无 禁虚公遍法界的存在 这个是明示的 这种教化 那所以我们的心呢 也是要像明示一样 我们也要让自己 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才可以做到 帮助明示 来普渡众生 来收眼众子嘛 这不忘金献的道理 就是叫我们要 实时感恩 实时回馈 再来就是不忘愿力 不忘愿力 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愿 你刚愿这个字 跟我们平常写的字愿那个愿 不一样 哦 原来的愿 下面 有一个新字 这个是我们的愿 那这个愿呢 是出于本性本性的流露 所以才叫这个愿 那我们世间所讲的这些愿呢 是一种理想 一种目标 理想目标呢 有可能达不到 可是呢 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愿呢 是一定可以达得到 所以不忘愿力 我们立的愿呢 一定要达到这个愿 所以要达到这个愿 你才有办法 踏上绝路 回归到本来的面目 那本来的心 成为我们的愿 所以本来的心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所谓法耳如是 所以要问为什么 法耳如是 所以不忘愿力 就是不忘我们的 我们的触发心 那我们求道 都立了十条大愿 开法会立了两条大愿 六条大愿 这个都是我们根本的愿 那我们现在的 现在除了这些愿之外呢 我们还要把 道之庄子佛归礼节 好好的来落实 好好的来推行 道之宗旨跟 佛归礼节 是彻此的两个论 所以是不可以拼废的 只要能够落实 道之宗旨 让每一个人呢 都 实践了这个 道之宗旨的教法 那么这个事件呢 终究会达到世界大同 的一个境界 我们期待的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这样的一个 人间的进度 会在我们的手中完成 会在我们这一代呢 把它建立起来 那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发注于 那个亲近的本体 了解到民事一职 的那份重要性 我们所负担的 这些责任跟使命 觉得就已经是 本来的 本来的理想 也就是说 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那么这个本来的力量 就是无穷无边 就可以这个 达到尽兴 骗法界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 老师常常教我们 磕头啊 多磕头 向某赞尾 向 像的 向这个 饶母感恩 多赞尾 多感恩 那么我们的力量呢 才可以 无穷无间的发挥 那今天 众师寸 打到这里 大家好 道次宗子 讲到第七句 信朋友 信是人 立身的根本 所以孔子说 人无信不立 那在五常之德之中 信是属于中央物极土 那个土的位置 所以中央物极土啊 统这个其他的四段 人意理智 所以人意理智的养成啊 都需要靠信的这个基本要素 所以信这个德目啊 在于人立身处事上 是非常重要 那尤其我们 在社会之中 在这个修行的道场里面 只要我们出了这个家门 信了这个德目啊 就要坚持 坚持住 那这个信呢 它有很深的 的意涵 我们会慢慢解释 我们这一句讲到 信朋友 我们也要定义一下 那什么叫朋友 在礼记里面 他讲说啊 同思约彭 众道也 同志约勇 义和也 那么可见呢 这个朋友啊 他的定义呢 是不太一样的 他说同思约彭 那同思呢 就是同门师兄弟 那同门师兄弟里面 拜的同样的一个老师 在同样的一个老师的门下呢 在修学 那么这样的 同学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叫同 那因为呢 这个 拜师学道 拜师学义 等等呢 这样的一个因素呢 是我们讲到师道的关系 学生跟老师是属于师道 所以说同思约彭 众道也 所以 这个师兄弟之间呢 是因为众道 是因为要学道 他们理想目标呢 是在于这个道 那这个道呢 当然古时候的学子 读的是 这个四书五经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这些 五经 五经的这个经义啊 那么 他们的目标 就是学圣学险 圣险的一个行义啊 就是道 所以 徒弟们的重道 就是呢 尊师 那同思约彭啊 在同样一起修学 同样一起呢 这个 研读 参学的这些同学 就叫彭 那同志约有 义和也 同志呢 就是 志同道合 的伙伴 所以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啊 就不一定是 败在同一个 师门之下 那他有可能呢 是在社会 有志一统 有共同的理念 那他们可能是 同一家公司 或者是说 同一个地区 为了这个 共同的目标 来共同奋斗 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啊 就叫有 所以有的定义呢 显然是比较广 那分子也比较杂 义和也 但是呢 这个 他这里讲到 虽然说有的关系 是比较广和复杂 可是这里面 基于一种 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那种 道义 这个道义呢 是 人跟人之间啊 必须要坚守的一个 德目 那所以说 朋友啊 是五轮之中的一轮 所以信朋友 不但是五常之德 也是呢 五轮的一轮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把朋友的定义啊 把它包括了 我们现在说的同事 同学 我们说的同袍 同才 同志 甚至在道长 我们说同修 等等呢 我们生活当中啊 跟朋友相处的时间 很多 只要我们出了这个家门啊 我们所遇到的对象 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呢 朋友是这么样的 广而多 所以人呢 不能够脱离朋友 就好像呢 一个个体啊 不能够脱离社会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除了父母 除了兄弟姐妹 这些 亲戚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朋友 这个 人家说啊 在家处处好 出外挑挑难 那出门在外 就是需要靠朋友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朋友替你解决 受到 受到 委屈了 受到不便了 朋友可以帮你 打气 生病了 朋友可以 帮你照顾 那你失忆了 朋友可以帮你安慰 所以朋友的 这种关系啊 这种关系的作用啊 就好像汪洋中的灯塔 沙漠中的 绿洲 黑暗里面的阳光一样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时时刻刻啊 都是需要交朋友 不可以失去朋友之道 那当然朋友 有分为所谓的义友 有所谓的损友 那这个观念我们还会讲到 在朋友的交往当中啊 我们一定要呢 选择义友 而远离损友 彼此之间呢 适时的劝善归过 已有福人 这样呢 不但的建立了 个人 生命上的尊严 也展开 丰厚 真正正道的一种人生啊 所以呢 知心的朋友 其实呢 是 很重要的 那么知心的朋友 我们都认为 不容易走 其实只要呢 我们愿意呢 用性的态度 用诚信的原则 来对待朋友 朋友就在我们身边 他会呢 主动 伸出友谊的手 真心对待分享 当自己对朋友 付出情感 他也会同样的 回应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是 我们人 跟朋友之间 一个重要的关系啊 那我们讲 信朋友 信呢 一定是先从自己信起 所谓 信自 信他 古代的呢 教我们 信自己 然后呢 才能够信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啊 你自己要能够相信 你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 你是一个好人善人 那么你相信你自己的 你对待别人 你一定也用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这个作为 来看待你的朋友 那所以 你会相信朋友 你会跟朋友呢 真诚对待 甚至呢 用这个生命相交 这是一个自信的人啊 他才能够信任 的一个原则 所以身为一名君子 面对自己的言行君子 一定十分有自信 我们上一次也讲到 自利才能利人 自爱才能够爱人 正己才能够承认 那么自信才能够信任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自己平日呢 带了礼成 求学 很专 那么谨言慎行 我的行 我的言 都是正当 不会寻思贪穷 没有妄想邪念 也不会呢 贪图个人的享受 为人处事上呢 都能够 真信待人 所以说 这个真诚的心啊 诚信的心啊 就能够感动别人 感动天地 那因为自信的人呢 信念纯真 他的言行诚恳 没有妄想杂念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呢 他也常常获得别人的认同 所以自信的人呢 他习化如今 不轻易开口 那他做人很稳重 不会呢 看到什么就批评什么 不嫌言杂语 不谈人的是非啊 凡说的呢 都是实实在在的言语 凡出口的呢 都是呢 能够为对方所信任 也就是说 讲出的话 就能够为对方所取信 所以自信的人修养呢 他的耳朵 能够静听 能够提听 能够呢 会听 没有所谓的协听 耳朵只听该听的 不该听的 他就拒绝听 他也听不到 所以他对人自然光明 磊落 而且呢 他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 自信的人呢 善恶分明 必有所断 有断的这种依据啊 一定是发自信德 固能够呢 信心俱足了 料事如神 那他因为 信是人的信德 所以自然流露信德 就是一种 圣贤 的言行 所以一般人 常常以为 亲眼目睹的 不会有错 可是呢 我们亲眼目睹了 常常有疏漏的地方 但是自信的人 判断事情呢 都有凭据 不会乱下定言 所以 他就没有错乱 那他为什么 有办法做到这样呢 这个是靠 平日的修为 经验 跟这种 观察 内省的 培养 能够眼明心细 能够看出 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才得到 大家的 认同 跟钦佩 所以一个自信的人 绝对不会自信 一般人以为 不欺骗他人 他人 这样就是信 其实啊 真正的 不自欺 也是一种 信的行为 如果是自欺呢 也是一种 无信的行为 所以欺人者 一定为人所恶 自欺者 更为人所恶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有信德 都有良知本性 这个本性不媚 良心自在 这个灵台呢 这个光明用事 内不愧对自己 外不愧对别人 光明正大 毫无虚假 这样的表现出来 是幸而自成 所以呢 可以善恶自判 所以自信的人 一定积极处事 当他面对 不如意的 这种困境的时候啊 他事业受困 人际关系失和 或者是感情受挫 前途受阻 他如果怨天尤人 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承认了自己 没有信心 结果把事情呢 搞得更复杂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自信的人 遇到失败啊 他都会化悲愤为力量 变这个 失意为积极 而且要求自己 不断的改变现状 以求改进 给自己轻松一下 甚至自嘲一下 然后微笑的 面对前途 这是一种 不自欺 自信的一种品格 所以可见呢 这个信呢 在我们的身上 是多么要的重要 他能够把 人意理智性的 的这个性德 连带的启动 那所以呢 是五常的根本 好 信之于人意理智啊 就好像 土对于金木水火一样 那土呢 能够长养万物 万物呢 终究又回到 这个土 我们说 大地啊 所以这个土呢 含长万宝 那土 是属于信 人意理智信呢 这个 其他 前四项啊 都要用信 来成就当 比如说 有人 没有信 这个是假的 有意没有信 有理没有信 有智没有信 这个呢 都是呢 虚理 哦 这个呢 都是伪智 这个都是 无信的行为 所以信统乎事端呢 是一切 五常的基础 也是呢 为人处事的原则 人如果 没有信 这是孔子说的 大车无尼 小车无物 没有那个轴心 这个车怎么能够走人 人如果守信 没有坚持 那么也好像呢 一条船啊 没有舵 没有舵的船呢 盲目航行 它怎么可以登上彼岸呢 所以信啊 这个信心呢 是我们内在的保障 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 就会产生信心 有了信心 就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能源 所以这样的能源呢 不是在外面找 外在的物质 即使再丰富啊 也是有告捷的一天啊 因此呢 解决真正的能源啊 就是开发 这个自信的能源 反求诸己 像内在那个信德 来开采 我们内在的财宝 才是无限 无量的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项内寻找 这个项内寻找 也是明示一指的重要性 那可见信心跟人生啊 关系是非常密切 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啊 你看跟信 连在一起的就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要有信念 我们要幸福 信任信奉 我们要信守信心 信赖 我们要有信欲 信义 信解 信愿 信条 信路 信多 甚至现在有信用卡 欲经里面还有提到 信集囤鱼 相信囤鱼 它会在它凡此的季节出现 所以囤鱼出现呢 就知道是什么季节 所以过去的 所以过去佛法 也曾经呢 以一波为信 你刚刚五祖传 传一波给六祖的时候 传此一波以为信体 让大家相信 佛法 在这个东都 红传 用这个一波来做信 那这个皇帝啊 用这个玉玺 以为信 只要呢 这个印章 盖下去 这个就是皇帝 对百姓的 承诺 这个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叫均如戏也 所以一个君子 以信誉为信 以德为信 这个是 基本的修养 做人要守心用 做人做事要有信心 所以信守 能够信守不语 做事情 才能够成功 有信心呢 才能够远离一切的对立 是非得失 这些妄念 而达到平等 自在的境界 所以 华严金他讲一句话 那他说呢 信为道远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我们 求道之后 开法会 最后一堂课 信愿行政 这个信呢 他不只是说 你要信这个道 信这个明师 信这个天命 最重要的 你自己也没有自信 你对人也没有诚信 当你这个标准做到了 你来 你用注意信天命 信明师 信大道 那么相信呢 你会 自动自发的 去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去疗你的愿 去行 苦度众生的责任 然后最终呢 能够赠得你该赠的果位 所以信心呢 是失败死了种子 得一种活种 当人 遇到各种 这个障碍线前 在茫茫的黑雾之中 能够照样前途的 就是你的信心 所以世间的财宝 要用信心来取得 那么内在的财宝 也是要用信心来取得 辽阔的江海 要用信心的船 来去度过 丰硕的果实 要用信心的根 来成长 无尽的宝藏 要从信心的门进入 有信心就有希望 有信心就有力量 信心是道德的根源 是智慧的保能 信心的门里面的 寒敞的无限的宝藏 所以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在外 而在内 就是自己 自己的胡以不定 缺乏信心 就是失败的主要因素 有信心的 不但能够成就 这个世间的工业 也能够养成 出世间的道业 可以说 信心就是最好的保障 所以对待这个 人 对待朋友 要诚信 所以我们与其追求 一个完美的朋友 不如和朋友相互激励 彼此提升 所以这个真心对待 不求回报 不占有 这个要有耐心 不看表面 不陷害朋友 困难之中呢 就可以见得到 朋友之中的那份真情 那对待朋友呢 是主动关怀 安慰他 鼓励他 分享心情 包容接纳 不是呢 做嘲笑 比较 排斥批评 这些动作 所以欣赏朋友的优点 言己 宽人 所谓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多体谅对方的困难 对方有错 也能够宽容 要能够自尊 尊人 避免自大 骄傲 避免 这个控制 避免说自己 想要管别人 要避免这些念头 你才能够呢 跟朋友之间啊 处得 处得和乐 你看世间的人 都想要管控别人 我想要管理别人 我想要掌控一切 这个呢 都是呢 降高我们的心 这样的人呢 在朋友之中呢 很容易得罪朋友 除非呢 他有相对人的心 否则呢 他这种 春的想要掌控 占有的心呢 终究毁坏自己的 在一份土壤之中嘛 把它拔除 放下自私自利 这些自以为是的偏见 我们学会呢 做别人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想要 有这样的朋友 你自己要先 做好朋友 这是提升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所以用诚信 来建立起来 那一个人 没有讲信用 讲话呢 人家不会 相信他 那么他为人呢 就不可能 被人看中 甚至呢 他的一生 也难以成就 所以 对朋友 绝对不会夸大不死 讲一些呢 不该讲的话 不可以自欺欺人 那这个 我们在大厂所 碰到了 同修 事实上 就是属于 信朋友 这一条 那到这种子里面 告诉我们 信朋友 就是同修之间 要懂得互相 谅解 互相 互相信任 修行呢 就是调整 自己的心 使之 不要迷心 那么 如果说 自己的信心 都保不住了 那你 怎么可能 得到别人的信用 跟敬仰呢 所以 信实 诚信 诚诚的做人 是一个 修行人的 一个基础 那 以前呢 有 伯尔跟淑琪 这个例子 那他们两个人 是代表清高的 形象 那他们呢 就是对于 这个 他的 国民 因为他们是一代的 一代的 这个 诸侯嘛 他对 对于他的子民呢 要有 诚信 所以当他的国家呢 不见了 因为我们知道 伯尔淑琪是 商朝的人 他是 奏王 时候的 子民 那他的 这个国家 不见了 他的国家 变成 桌草的土地 所以呢 他为了 这个 信守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 坚持做 这个 商国的人 所以他宁可 离开这个土地 那他怎么离得开呢 全天下都是 周朝的土地了 他怎么离得开呢 所以他躲避到山里面 不接受外面的这个饮食 吃山里面的 这种 果实啊 结果呢 贫困饥饿 最终一死 那伯尔淑琪的饿死 他是一种 世间的表率 是圣贤的德行 他是 教导人 做一个 诚信 的一个典范 那古代 你看秦始皇 富有天下 但是呢 他无诚 无信 对于百姓呢 不讲信用 而且呢 对于百姓呢 百般的这个剥削 民不聊生 万民 唾骂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 人民的尊敬 后来呢 他的这个王朝 当然就被推翻了 所以 一死可 可去的 诚信不可思的 一死就是 穿衣吃饭 你可以减少 可以没有 可是一个人的 重信呢 不可以失去 为诚取信 我有一个诚字啊 才能够取得别人的敬仰跟信任 所以修行人 所以修行人非常谨慎 绝对呢 不可以失去诚信 否则呢 你就是自欺欺人 你欺骗别人 其实就是欺骗自己 那欺骗别人呢 可以骗了一两次 但是最久了 人家也会看出你的伎历 任凭你再多的 花言巧语 人家也不会再相信你了 这个是 这个 欺骗自己的心啊 那现在 我们的社会 欺骗的案子很多 那欺骗的 的动机呢 主要都是为了 诈财 那诈财的人 他可以 骗一两次 但是呢 他可以骗多久呢 有可能一直被 一直这样骗下去吗 不可能 因为呢 这个世间呢 是有一个道义存在的 朋友跟朋友之间 也是有道义存在的 人跟天之间 那种道义 所以和天的人 就会活得很想自在 伪天的人呢 就会受到 天人的惩罚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因果的现象 那他今天诈骗了千财 他能够得到这个钱 想要到这个钱 其实 也是他的果报 他命中里 有这些钱 但是呢 他这个钱 比他命中里面还要少 少了十分之一 少到剩下十分之一 例如说他有一千万 结果他用诈骗的方法 得到一百万 那他以为 那他以为用诈骗的方法 也不会逃过你 还是要继续受 所以 自欺欺人的人 是很愚痴的人 真的是很愚痴 所以我们这个信 古人说 人言为信 人讲的话 就是信这个字 信这个作用 所以人本身的话 就是代表信用 那人呢 是万物之灵 除了说行为 表现出感情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用言语来沟通 所以人有言语 是一种 这种高阶的动物 高灵体的动物 然后呢 又会诉诸文字 所以文字语言 成为人际 沟通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那所以古人造字啊 说人讲出来的话 就是信 那事实上呢 也是在 不断的提醒人 人讲话要慎重 你讲出去的话 就是要如此兑现 那么人如果 能够言而有信 亲朋好友 他的同修 同才之间啊 都会乐于跟他交往 那自己呢 当然就会 成就自己 那种成功的机会 也会形成一种良好 互动的社会风气 所以人不能够离群所居啊 一切都需要互助合作 那互助合作之间 你跟人的信用 就非常重要 你讲信用 别人就信用你 诚信相对 敬业乐群 那么人际关系 当然就会服药之上 那么西方的文化呢 他认为口说无凭 所以呢 要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 人的这个约定啊 都要有自为证 那现在这种风气呢 传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中华民主这个社会 结果呢 也必须这样子 以前的那份自然的约定 已经失掉了 失去了我们的信德 所以人跟人之间呢 这个不合 同修跟同修之间不合 同事跟同事之间也不合 大家彼此互斗 大家彼此呢 征求个人的利益 失去了那份 天然信德的那种交流 所以人言为信 现在变成一种口号 端赖我们 这些有心人士来会 弘扬他 那我们到这中子 特别把信朋友讲出来 所以讲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不合乎道理的 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会做 也不会帮朋友做 不会盲从去做 那该要信守的承诺 约定的事情呢 一定是尽心尽力做到 如果临时有困难 那么或者是一时做不到 那也要做适当的处理 所以讲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言得有信了 他不会忘语 不会忘语 就是不 不讲夸大的话 不会吹牛 不会说谎 他不会起语 不会起语 不花言巧语 不会找借口 不会讲那些 有的没有的 虚而不死的话 不两舌 就是不拨弄是非 不会道听俗读说 传是非 他能隐私 又能像大喇叭一样 到处宣扬 那这个在我们的现代的社会 是非常的普遍 媒体的报导 以揭发人的隐私 为乐 那么民众之间 也以打听这样的事情 为生活的乐趣 所以变得呢 人跟人之间呢 互相猜忌 互相的不信任 互相的厌恶 所以这个嘴巴 是造成了很大的口业 那有自信的人 有信心的人 信朋友的人 他不恶口 不恶口就是 不会讲这些嘲笑的话 尖酸刻薄的话 辱骂 批评的话 埋怨的话 甚至呢 讲这些黄色的笑话 所以这个十善业里面呢 讲到这个深口意的口 是归界的非常的仔细 这个细目呢 非常的细 那可以知道说 我们人啊 这个嘴巴一讲出口 他所影响的 这个力量很大 孔子讲 一眼足以心邦 一眼足以上邦 这嘴巴的这个 这个 运用的技巧 很重要 所以在孔门里面 这个四科 十者 那么德性科列为第一 再来就是言语科 再来就是正识科 再来才是文学科 所以孔子这样的分法 是有次第的 做人做事以德行为第一 再来是言语 那言语里面呢 孔老夫子两位最代表性的学生 子贡跟宅我 这两个都口才非常好 那么他们两个人 受到圣人的教化 所以呢 两个人尊师重道 弘扬圣教 都还不失啊 这个出言为信 人言为信的这样的一个流落 但是一般人呢 我们现在讲口才好 口才好 不见得是他信德的流落 有时候呢 只是为了敷衍 只是为了打听 或者是说 只是为了夸大 那这样呢 人言不是为信 成就了一个人的那种 毁败的一种前途 所以一个人成败的根源 源于我们内心的诚信 如果连讲话的信用都做不到 那么很难想象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做得到 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没有信用的人 我们不晓得 他还能够成就什么 中庸讲不诚无误 这个诚呢 讲到人言为信 那么人言不为信的话 无误 无误是什么 没有 没有对方 没有对方就会做出 没有诚信的动作 没有礼貌的动作 没有把对方呢 看在眼里 没有把这些万事万物呢 发自内在的 的这种诚信来对待他 那么你想看 一个 一个不诚的人 没有误 那他怎么会成就一切呢 他看世间如无误 所以缺乏真诚的心 缺乏该有的信义 那么他的事业 很难成就 我们知道 语言啊 是心灵外在的表现 那关系到 整个社会的层面呢 影响深远 所以论语里面 曾子晨提到 他说呢 动容貌 施 远抱慢矣 所以呢 这个容貌的表现呢 是要稳重 要呢 这个 重结 那么一个人呢 他的这个容貌 常常表现出 和眼月色 表现出那种 那一份 庸容 那一份 这个稳重 的那种 容貌 那么 那么 就会远离 暴乱 怠慢 远离暴怠乱 那么 这个人呢 就会得到人家的尊重 那整个 这个 世间 整个在场的 这样的一个气氛 也会得到和谐 所谓以和为贵 那么 这个和呢 是发自于 内在的诚信 所得到的 那所以我们 在讲话的时候 容貌给予人 什么样的感觉 也是关系重要 因为 它 代表着 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容子 这些言语意涵 对方 能够 透析 说话的人 的内心世界 从你的容貌 跟你讲出来 的话 了解到 你这个人 的 起心动念 所以呢 它会做出 适当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呢 有时候可能是 很 很暴力的 那所以要远离暴力呢 一定要呢 发自真诚 所以言语一定要谨慎 那 守信的这个 故事里面啊 在我们中国 非常非常的多 朋友之间 守信用 这个是 很多的故事 那我们述中 用到一个 记杂挂件 那 记杂挂件呢 我们是常常听说 那常常听说 它里面的 主要的一个 内涵 主要的 故事内容 我们就借着 这个机会 好好的 把它了解一下 那记杂是一个 一个周朝 春秋时代的 吴国的 国君 他的一个公子 那这个记杂 有一次呢 出示鲁国的时候 经过许国 结果呢 就去拜会许君 这个许君啊 一刚到记杂 就被他的那个气质 被他的这个涵养 所打动 内心呢 对这个记杂呢 非常的佩服 所以对他非常亲切 那记杂 那时候呢 这个 被 被徐君啊 这样默默的注释着 他呢 那个 这个端庄得体的 遗种跟穿爽 结果呢 徐君就 看到他有 这个 配了一把宝剑 那他这个宝剑啊 可能也不是普通的宝剑 这个徐君呢 因为看到记杂这个人的行为 那同时呢 也对了他所佩戴的宝剑呢 起了一个很大的想法 那剑呢 古时候 是一种装饰 也是一种礼仪啊 所以 无论是这个 世代夫 或者是将相 通常身边 都要配一把宝剑 我以前不能够配剑入宫 在 那个时代的 并不是这样子 那记杂呢 这一 这一柄 剑呢 铸造的很有气魄 整个构造啊 很精密 造型呢 很温厚 还相有宝石的 典雅又不是庄重 所以呢 只有记质 这个记杂 这样的 有气质的人 才能够配合上这把剑 结果徐军这样一看 哇 真的 越来越喜欢 其实呢 他是喜欢 记杂这个气质 如果一般的人 配上这把剑 可能没有 把剑的那一份 内涵给凸显出来 所以呢 徐军呢 同时呢 也把对记杂那份敬仰 对于这份 他的这个配剑啊 也带着向往 那徐军呢 虽然喜欢 他的剑啊 可是呢 不好意思说出来 只是呢 目光在那里看了 一直在那里打转 那记杂 看在眼里啊 内心就想说 徐军可能会 很喜欢这把剑 那我应该把这把剑 送给他 但是呢 现在还不能送 因为呢 他还要去卤国 作为一个使者 他必须有配剑 所以还不能够送给他 等到他去出使 卤国完之后呢 再来把这把剑呢 送给徐军 那他记杂这么想 后来呢 当然就出使到鲁国去了 不晓得说 世事无常 他回到徐国的时候 徐国的国王 就这个 这个徐军呢 已经去世了 那结果记杂 来到徐军的这个墓旁边啊 内心呢 有说不出的悲气跟感伤 他望着苍凉的天空啊 无限的感慨 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啊 那一份情谊啊 那是用言语无法表达 那他记杂跟这个徐军之间啊 那种朋友的互动 已经到了互相信任 能够呢 把自己所所所所所爱的 所拥有的这些产物品 来送给他都没关系 所以他就把那把剑 挂在徐军墓旁边的那个树上 那心中就默默的念 啊 零虽然已经重了 可是呢 我内内心啊 那个对你的许弱啊 却常常在 也就是说我已经默认了 这把剑要送给你 我是希望呢 回头的时候再给你 不晓得说你就这样走了 希望你在天之灵啊 在向着这棵树遥望的时候啊 还能够记得 我配的这把长长的剑啊 放在这里 向你道别 所以他就把这个剑啊 挂在那个树上 然后反身离去 那记者呢 这些水宠啊 就非常疑惑了 就问说 徐军已经过世了 你把这把剑挂在这里 又有什么用呢 那记者就说 虽然他已经走了 但是呢 我的内心曾经对他有承诺过 而且徐军非常的喜欢这把剑 我心里想 回来之后 一定要把剑送给他 这个是君子的诚信 所以我一定要这么做 大家听了他的话呢 都非常的感动 一个君子啊 讲求的这种事 是诚信跟道义 怎么能够因为 他的过世啊 而背弃朋友 应该有的性跟义呢 放弃原本的初衷呢 所以记者挂件的故事呢 给人一种 这个性朋友最高的标准 很好的典范 那自古以来 圣贤已在教教导我们 希望我们拥有高脉的自觉 那这样的自觉呢 往往表现于内心之中 也就是说从性德流落出来 落实在我们的日用寻常里面 像记者这样 他并没有 殒落 出口殒落徐军 可是呢 他因为徐军的过世 好不违背 对自己拥有的存心 所以 他把性呢 这个做到极处 做到的圆满 让后人呢 对他产生无比的崇敬 跟感动 所以 一个人的言语 是人的那种心胜 我们的心胜 透过言语表达出来 但是有时候的心胜 是不需要言语表达 那言语是内心 自寝的一种表白 一种表白 要明昔的动视 了解 为人真实的那份品格 跟操守 就要关注人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世界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性德 是否光明的朗现 我们的心善 行为就善 心恶 行为就恶 那从记长的故事 他的内心想要把剑 送给徐军 但是呢 他并没有言语上的承诺 又何况不久 徐军过世了 他仍然坚信 内在的那份诺言 不惜舍惧 这个千金难买 难买的宝刀 就把他送 送给了徐军 挂在他的墓上 墓的树上 那可见呢 在这 记长的这几句话之中呢 虽然是两三句 可是呢 质地有声 细腻的这种精神啊 传扬万古 和不朽 我们就因为这个故事呢 就认识这个人 而这个人呢 就因为他的诚信呢 流传千古 让人家 赞扬不已 那所以说 信 对人 跟人 之间呢 那一份的 不可或缺 那朋友 是尽得 修业的伴侣 明圣经里面 他提到 贫富先交朋友 朋友乃是五轮 信心内外平等 何妨减难栽尊 那意思是说 跟朋友交往 贵在于诚信 真实的心 不在于贫富贵贱 所以知心跟互助啊 没有欺心跟厉害的心啊 即使自己碰到了困恶 灾难 错败打击 跟朋友的交往 那份友谊啊 还是以心应心啊 无所欺求 这样啊 才能够长久 所以 古大德说 朋友 文善相告也 见善相似也 朋友可以立志 可以劝过 可以折善 所以古人呢 不结交 品德不如自己的朋友 结交呢 比自己贤德的人 来做朋友 孔老夫子说 物有不如己者 那这句话呢 常常有人误解 认为孔老夫子 他有比较 有分别 别人不如我了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事实上呢 孔老夫子这句话呢 是从 信德去 做断论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 敬德修业 必须要有一个 很好的同修 很好的浅显 来指点我 来提惜我 来带领我 在我的 这个言语造作 我的起心动念之中呢 不断地 来告诫我 这个呢 才是一个 超过自己的朋友 所以他说 物有不如己者 孔老夫子的意思 已经讲得很清楚 德性 在这个品格上 他 他根本没有对我的 敬德修业 没什么帮助 甚至呢 是酒肉朋友 那 孔老夫子 认为 这些朋友呢 要呢 极力的 晚些 不要了 不要了 跟这些朋友 混在一起 免得自己的德性 也 也被污染 甚至呢 被 被脱落了 那所以 文善相告 见善相似 这才是 一个 同修之间 所应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 德操 诗经他讲 他三之死 可以公寓 也就是说 这个人呢 这个优点 这个人的好处呢 可以作为 我的一个 学习的对象 那我是一块石头 我希望变成美誉的话 就要向 他三之死来学习 所以 友情的范围是最广 对象最多 弹性最大 透过交往 沟通 透过这种媒介 朋友不但丰富了 人们的感情世界 也拓展了人的 这种生活空间 而且呢 能够砥砺德行 提升理想 完成我们对于 生命内在的情操 这个是朋友的那份可贵 所以了解到 那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那一份珍贵之处 我们呢 就 不能 有朋友 尤其是修道人 就不能够缺少朋友 那朱熙呢 有徒弟啊 学生问他 与人交友之后啊 知道对方不是不善 可是呢 想要绝交 又怕呢 会伤到对方 不怕他绝交呢 又是呢 怀着这种 这种 怨特的心 就是抱怨 这种 不甘愿的心 来跟他教我 那这该怎么办呢 如何是好 所以朱子就跟他讲 这个不叫做怨特 也就是说不是抱怨 不是不甘愿 心如果有怨的话 和又和对方交往 这个才叫做怨特 这个才叫做抱怨 所以如果朋友不善 人情意理上啊 自然会跟他远离 远离之后 那见他 也没有怎么大过 那么 你何必跟他绝交呢 你还是 可以继续跟他交往 而且呢 你还可以用自成的心 来把他不足的部分 来感化他 引导他 这个就是所谓 亲者不失其亲 故者不失其故的道理 哦 这个是朱子 他教导学生所说的 这一番道理 那所以呢 可见呢 他认为啊 一个朋友 如果说 他是在这个德性上不足 做人上不及格 那么你就赶快远离他了 远离他没有什么大过错 那么你如果说 这个 看他呢 能够赶化 能够呢 来引导 你就好好引导他 让他呢 不要呢 做人 不要这样 哦 没有 没有品格 他能够引导了 那么 你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 还要 跟他 这个断绝往来呢 所以你还是要成绝他 所以 非道 没有办法度话 不要随便放弃朋友 哦 这个朱子的话 意思是这样 那所以说 朋友了 乃是五轮之一啊 出外靠朋友 所以结交朋友应该呢 敦厚 有言而有信为主 所以自信 自信的人 以诚信代人 自然就可以游走天下 是天下唯一家 哦 伦理里面讲 四海之内 接兄弟 这个四海之内 接兄弟啊 都讲得非常好 啊 谁说我们没有兄弟呢 到处都是我的兄弟啊 我们把 把四海之内的这些众生啊 都张成自己的兄弟 兄弟是守主 他是我的守 我的主 跟我是一体的 这个意思呢 表法的意义很甚 你看我们在礼天 在拉姆立院那里 结果下来人间 要来度化 度化我们这些兄弟姐妹 结果呢 留在人世间回不了家了 所以老师派 这个拉姆派名师来 又来叫醒我 已经被叫醒了 你还要赶快把这些兄弟姐妹 都带回去 那这些兄弟姐妹 通通都是布满在 整个世界 四海之内 所以四海之内就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要带 度化带回去的 的目标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分族群 分国家 分别你我呢 都是一体的 鸟之到四海之内 接兄弟这个道理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观圣帝君 张飞 张三爷 刘备 刘皇叔 这三个不同性的朋友 能够成为兄弟的道理 他是在表演给我们看了 你跟不同不同性的人都可以变成兄弟了 那何况又同性的人呢 那不是这个亲上更亲吗 不是更加的不可分割吗 所以 所以 这个朋友跟朋友之间呢 要互相的 来归结劝勉 能够一起来 来成就道业 这个是 刘关张 刘元三协议的一个典半 大家草安 大家好 道之总指 讲道性朋友 仁义理智性 无一不是 从自信而发 那从自信而发呢 那么 每一个德目呢 都是自信的代表 所以 我们讲到性朋友 性也是 性德 我们自信的流露 我们讲 得益善而全权福音 只要呢 我们把一个善 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 深入 好好的来力行 那么 每一个性呢 都能 都能够 通往 我们的性德 每一个德 都能够通全德 所以性 只要通了 那么我们也能够 证悟到我们的 我们的自信 所以 人眼为信 表现在自然的生活 就是 你讲出来的话 无一不是 诚信的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佛 菩萨 圣贤人物 他们绝对不会讲 欺骗众生的话 因为呢 他们所流露出来的言语 都是从自信而发 所以自信的话呢 当然是 实在的话 正直的话 所以金刚经 他就讲到 如来是 真于者 如于者 实于者 不义于者 等等呢 那么可见呢 人讲出来的话 都是 光明的觉知 都是自信的流露 那所以我们讲到 性朋友 你看朋友 如果内 印证到 我们的自身的话 朋友其实是 我们的 这个 内在的众生 外在我们有朋友 内在的朋友是什么 内在的朋友 就是真主人 旁边的这些 四神 我们说六四 原有比 蛇真意 我们的这个 四肢百害 我们的五脏六腑 这些呢 都是朋友 都是自信上的朋友 那么自信呢 他本身 他是真主人 所以真主人 一定是讲 真实的话 他绝对不会 欺骗朋友 所以你看 我们整个身体 在运作之中 真主人 当家作主 那么其他的身体 其他的这个器官啊 运作一定是 如此的运作 大家不会 彼此互相欺骗 手会欺骗脚吗 不会 头会欺骗这个丈夫吗 也不会 大家都如此进行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的真主人 当家作主 所以信是那个真主 这个我们要清楚 也只有从这个 这个信德出发 了解到我们真主人的 那一份 那一份真实的存在 我们的体心动念 一言一行 没有不是信的 除了信智 还要信他 那么你会讲 我们有时候 身体根本不会听 真主人的话 我叫他不要生病 他还是会生病啊 叫他不要去乱来 他还是乱来 叫他不要乱看 他还是乱看 为什么真主人 没有办法去 驾驭这些 这些朋友啊 这些伙伴呢 那是因为 你的真主人 根本没有当家用事啊 他没有在主宰啊 没有主宰 所以呢 他表现出来了 就是没有信用 没有诚信 那没有诚信呢 当然你的这些伙伴 朋友 就对你没有诚信 就胡搞瞎搞 结果了 搞得了 身体 这样子 一生的毛病啊 所以真正的自信的流露啊 他的身体无一不是协调的 这个我们要先清楚 所以信朋友 真正一个内在的含义呢 是在这里 真主人代表心 朋友呢 代表辅助我的这些伙伴 大家呢 相安如事 大家呢 和平共处 然后呢 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所以我们就活着健康 活着自在 跟人相处呢 也不会有隔衡 也不会有摩擦 整个社会的秩序呢 就是一片的 太平祥和 这个 这个是信朋友的争议 所以 我们看看古大德 他们 所做的言行 他们所留下的 这些 典范的 我们之中呢 也可以了解到 他们是真正的 做到信朋友 他自己呢 对于自己 的真主人 掌控了很好 所以他对自己 很了解 他是用诚信来带人 所以别人 也用诚信带他 我们这里用到 信草的 杨户的故事 历史上 很有名的 堕泪碑 的一个故事 那杨户呢 他是 晋朝 西晋 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 三国的北魏 一直到晋朝 那他呢 是 那个 晋这个南城人 自属子 那他的祖先呢 都一直都是 当官了 所以他是官换 世家 他的祖先 有一个德行 那就是呢 清廉 教导子孙呢 无一不是清廉 所以这个官呢 做到他的 他这一代啊 一定是地球代了 都是以清廉 出生啊 文明于世 那所以 在杨户 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过世 他的祖父呢 继续的来 抚养他 所以他对他的祖父呢 非常的恭敬 也非常的孝顺 不适同 这个父亲一般的 孝顺啊 当时啊 因为三国 还没有完全的 统一啊 那么晋武帝呢 要攻灭孙武 就命杨户啊 去率兵 去攻打孙武 那杨户呢 就率兵 镇守在 襄阳这个地方 那他跟 东武的军对峙啊 这个时候的东武的军呢 也出现了一个名将 那就是呢 陆抗 陆抗 跟陆逊 这一对父子 都是三国上流敏的 的一个大将军 那么两个人呢 互相对峙啊 结果呢 大家呢 不是以武力来竞争 而是以德行 来显著 杨户呢 用德来 这个怀柔远近 用怀柔的态度呢 希望呢 来取得东武这边的人的民心啊 那他跟陆抗对峙的时候啊 勤修德政 对敌国 的人民啊 都是开诚布公 而且呢 广招 无果的人啊 能够来归附 那么 这个对于投降的人 想要走 离去的 就让他自行离去 也不会去管他 那杨户在 郡中啊 他也不穿盔甲 不皮甲皱了 一点 微眼的样子都没有 所以他的侍卫呢 也不过是 十几个人 在轮流交替 他不 很少用侍卫 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他维持到一个 他祖父所留下来 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个清廉 爱民的形象 那每次呢 当他的这个部队啊 在跟无人交拼的时候啊 在战斗之中 他从来不会去用偷袭的 用计谋的方式 来战胜对方 如果说部署将军里面啊 有人提议说 用欺诈的手段 来取胜东吴啊 杨户呢 也不好意思拒绝 也不能说不对 所以呢 就把他 送给他这个美好的酒 用这个纯酒啊 让他喝醉 喝到醉满满 使这个将军呢 不能够再说话 那他不说话了 当然就 就不会用这种手段 那有一次呢 他从他的部下 在这个敌国的边境 抓到两个小孩子 一问之下呢 知道是东吴 他边的降临的孩子 然后呢 立刻派人 把他送回去 后来呢 这个 吴国这边的降临啊 就自己来投降 这两个小孩子的父母 的这个父亲啊 十分感激他 帅部队来投降养护 那有一次呢 养护的军队啊 经过吴国的境内 要收割这个稻谷啊 作为军粮 那么就把这个收割的稻谷 他的这个钱 钱树啊 跟一旦多少钱 然后就拿这个布匹 作为敌样 那如果说吴国 他的降临 有射杀到野兽 可是野兽呢 逃到晋国的土地 被士兵抓到了 那么杨户呢 也就命士兵 把他送回去 这个是吴国人打到的 不是我们打到的 那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 让吴国的人啊 心悦成福 吴国的人都称杨户为杨公 不敢称他名字 所以当时啊 跟杨户对峙的 这个主帅陆亢啊 也非常的佩服啊 那陆亢呢 他也是以德性出身 所以呢 他也没有用什么技巧 炸谋 来迎娶对峰 这两个人呢 就以德性 来对抗 以德相争啊 你看这样的降临呢 可以说很少听到 那听说有一次啊 这个陆亢 他生病了 那杨户就 派人打听啊 说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就命了呢 把这个药呢 药草送去给他 希望他呢 赶快把病养好 那陆亢呢 收到了 养护的这个药啊 他也没有怀疑 就安心的把他服 服用下去 那左右的人 劝他说 哎呀不可以服啊 那个是敌方 将你送的药 你怎么可以服啊 陆亢就说啊 世间 没有会毒杀人的 杨淑子 杨淑子就是养护 毒杀人的人 是不是杨淑子送人 陆亢他厂厂 就对这个部主说啊 这个 杨户 专修人德 可是我呢 专行暴力 这样下去呢 不用战争啊 人心自然会归向杨户 所以我到时候一定会打输 那后来呢 杨户 八十五岁 五十八岁的时候去世 当时三国人 在平均寿命 都是在五六十岁 那杨户呢 五十八岁去世 那么当地的人啊 听说杨户去世啊 没有不哀嚎痛哭的 大家呢 停止营业 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都在街头巷尾呢 在那里 嚎啕大哭啊 哭声相接啊 连这个五国这边的士兵啊 听到了 也为之 哭泣啊 那因为他一生呢 用仁德赶召人心啊 所以连敌谷的 这个部队啊 对他的死啊 都 非常的伤心难过 那么在襄阳的百姓 襄阳县 南燕山这里啊 建立一个石碑 来纪念阳户 那逢年过节啊 只要有人经过这个石碑 看到这个石碑上的名字啊 写的阳户 那么大家都停留在这里 失念阳户 大家都默默的掉眼泪 甚至有人来到这里呢 嚎头大哭 所以这个叫做堕泪碑 所以堕泪碑是历史流敏的啊 有记载在 有记载在这个 这个禁止里面啊 那所以一个 阳户的一个 视线啊 这真的是 人言为信的一个典范 那所以我们知道 人言为信 古人造智啊 把人 所视线的这个话 那就是一种 一种信德的表征 那这个信德的表征呢 那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这个圣贤的 的言语 的动作 那所以 没有不讲信用的 现在的信用啊 已经到了谷底了 所以 所以人跟人之间呢 要用法律来约定 做生意要有诚信原则 那朋友之间呢 要讲信义 这变成呢 是一种 这种规定的条文 那我们知道 法律是 人间啊 最后的一个手段 用法律来规范 人世间的行为 这已经形成一个 一种强制性的手段 那这种强制性的手段 不是人性所发的 人性所发的 绝对是自自然然的 那所以 这个已经 不是信德了 所以我们看到 古代的这些例子 让我们说明 信 的一个可贵 那我们这里又用到 苏东坡 跟这个佛印 两个人的故事 我们听过 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 也不少 也常常听到 那这一段故事呢 是比较少信到的 那有一次呢 苏东坡 他去游山朝圣 那么听说南京呢 西区峡山 有一尊非常庄严树木 的一个佛像 所以很向往 他就去拜访 佛印祭师 希望佛印祭师呢 能够一起跟他去 那佛印祭师呢 看到这么诚心呢 就答应苏东坡说 那好 我们一起去 这个西侠山 去朝圣 结果他们两个一路上了 翻山越岭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 苏东坡的目睹到这尊佛像 心里感觉到 非常的仰望 但是呢 又产生疑惑 什么疑惑呢 为什么这座佛像 会跑到这么高的山来 是怎么 怎么搬上来的 那佛印就跟他讲 这尊佛像是最奇特的 他不用别人搬 也不用人家去雕刻 自然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尊呢 叫做飞来佛 那苏东坡当时反应很快 就说 那既然飞来了 为什么还不飞去呢 佛印马上跟他讲 哎呀 一栋不如一镜 这个说得好 一栋不如一镜 这个这里面很有残疾 孔子说 既来之走安之 那他讲 一栋不如一镜 所以呢 就安之在这里 那苏东坡又马上问呢 那为什么要进在这里呢 佛印说 既来之者安之 就是孔子讲的这句话 那两个人呢 又来到七峡山的天竺寺 苏东坡看到这个寺内 供奉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拿到佛珠 然后呢 苏东坡觉得很纳闷就问佛印 观世音菩萨既然已经是佛了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念珠啊 佛印就说啊 拿的念珠 也不过是为了要念佛号啊 那苏东坡又问念什么佛号呢 佛印说 当然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啊 那这时候苏东坡更加纳闷了 那他自己就是观音啊 为什么还要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呢 佛印说啊 求人不如求己嘛 这个真的是惨畏无穷啊 说得好 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观世音菩萨也是求己 所以我们知道求己是求什么 求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呢 是圆满具足 我们自信呢 是如如不动 所以他说一动不如一进 求人不如求己 一切呢 都在自信中成就 所以非来佛 观世音菩萨的念珠 这些呢 都是表法的象征 如果不是从自信里面去探讨 去参寻的话 我们怎么懂得 内在那个圆满光明 那个如如不动的本体 是这么样的伟大 这么样的光明 所以苏东坡坡佛印呢 两个人在相交的这个过程 这个苏东坡呢 慢慢启发 他对于这个产礼的这种通晓 对于人生的体悟呢 当然就更加深刻 那在中国 当然苏东坡的名气是很大 但是呢 他的成就呢 却不如佛印 他的这个文章啊 气势宏伟 独步千古 形成 这种 唐宋之 的时期啊 一个大文豪 那所以 读到他的这个文学创作 在整个中国文学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 但是 但是文学的创造 如果没有从自信里面发觉到 那一份自然 那一份圆满 那一份多元的这个自信 那他怎么有办法写出这一篇好文章呢 人家说文以在道 文以在道 文章 是表现出那个道 道的味道出来 那如果没有道呢 你这篇文章呢 就没有味道 所以道呢 是这个根本 文章呢 是那个 那个表现的方法 那所以 本身如果对于自信的参求 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么他所写出来的文章 也只是夫情的文章 如果对道呢 有很深刻的体悟啊 那他写出来的文章啊 就是一种生命的文章 生命的文章啊 就会让人家百看不厌 就会让人家呢 不断的去玩味他 所以书东波罗文章呢 已经有 渐渐达到这样的境界 但是呢 对于这个 圣行的经典 对于圣行的经典 我们还是觉得 圣行的经典 更加的 往内在去参寻 更加的让人有所感受 所以 虽然书东波罗文章 很气势磅礴 很宏伟 很壮观 而且呢 文采很好 但是总不如经典 这么样的 让人家的思念玩味 那么这可见呢 他的一个成就 佛印给他启发的 很多 那如果 没有佛印的这样的一个起因 苏东波也许就没有这样的认知 人 没有这样的体悟啊 那所以用到 佛印跟苏东波的故事 那了解到 一个良事一有的重要性 我们选择朋友 如果没有选择一个能够指引我的 能够呢 带领我走向人生大道的 那么这个朋友呢 对于我的生命 帮助的就很少 有限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良事一有 像佛印这样的良事一有 对于我们生命 甚至我们生活上的 这样的一个具足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信朋友 信朋友要讲到这里 我们怎么样找到这样的良事一有呢 其实都看在你个人的 的那种内在的修为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 以诚信为根本 我们流露出 我们内在的那种 那一份信的跟人相处 以自信做主 跟整个 整个内在的众生 合言合悦的相处 那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份良事一有 只要你有诚信 自然就会有诚信的人 来跟你做朋友 那这样的朋友呢 也许就会启发你 那所以这个信朋友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德行 如果想想看 我们自己要证悟内在本心的那一份光明的本体 那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相处 你会这么容易就证悟到吗 你看我们的真主人 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在有一个真主人 是那个信体 流露出自然的本性呢 就是一种 这种伦理道德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不听话 耳朵不听话 我们的这个六四 不听话 他们在那里胡搞瞎搞 结果呢 我们这个真主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自由的表现出来 我们这个 本体的这种流露啊 没有办法这个完全的发挥啊 所谓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啊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十分的诚信 就没有办法达到十分的利益 所以这个诚信呢 是自己的诚募 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诚募 都是因为这些外在的朋友 在那里 在那里干扰你 障碍你 你喜欢看好看的 吃好吃的 听好听的 你也喜欢去走那个 风花雪月的 的一个游乐场所 结果呢 你的真主人呢 就受灾烊了 你那个信呢 就没有办法流露 所以信朋友讲到这里 我们就应该知道 事实上就是在 要先自信才有办法信的 庄子说啊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梨 君子但以亲 小人甘以绝 彼无故以何者 则无故以离 那么这个庄子讲的这句话 他说到一个君子的言行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君子的标准 他是要做到 他的这个起心动念 都要是善的 那所以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他跟人家交往 一定呢 也是以善意交跟人家交往 那么君子的交往 就好像那个水一样 很平凡 很平淡 很平常的事情 他没有特别的 用一种 这个贿赂的 阿语的 惨媚的方式 来跟人家交往 所以才说君子是叫淡如水 所以我们这句话的重点是 点到君子 也只有君子 他是先 先对于自己的性德很了解 那所以他对于人的行为 也就是讲到这个性 而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句话呢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修养 那他相对的 他说小人之交甘若理 这个甘若理 理就是一种很纯的美酒 那么小人的交往 就好像一个甘甜 又很纯的一个美酒一样 那么这种甘甜的这种美酒 味道很浓烈 大家都很喜欢喝 所以接触到的人都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绝品加酿 他说小人的这个交往 就好像呢 每次都用这个绝品加酿 来招待人家一样 那你会说 那这样很好啊 这样有什么错吗 那么这个庄子 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们知道道家在整个中国的思想上 他从来就是来解释儒家的 对于儒家的一些言语啊 他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解释 并且呢 用另外这个层面呢 来教化众生 所以他讲的话呢 我们都要呢 好好地来体悟 才会了解 道家 他们的这个言语模式 那他说小人之交干若离啊 我们人跟人之间 哪有办法每天都吃这种绝品的加酿呢 你口渴的时候 你会以绝品的加酿 来当做你的饮料吗 我们平常所需要的这个水分 会用这种很甘甜的饮料 来当做我们的饮食吗 这个是不可能 我们平常饮食之中最好的就是水 水在当我们平常的这个饮料 能够能够超越所有的饮料 那但是所有的饮料 也都是从水来 所以这个在说明啊 平常就是道 那么平常就在用的 当然就是一种道的一种流程 那小人跟小人之间交往 或者是说小人对人交往 用这种绝品加酿 一时的讨好对方 可是呢 这个是付出代价的 因为绝品加酿不是 随时就可以取得 所以呢 他用了 他用他的代价 来贡献给你 那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讨论的地方 所以小人 他一定常有背后的东西 那他跟别人相往 都是为了得到利益 所以呢 才会 好像呢 绝品加酿一样呢 这么用 丰厚的味道 来跟人家相往 交往 所以君子跟小人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在这里 君子平常心事道 小人呢 就是阿语奉承事道 这个人反道而行 那他说君子但已轻 这个君子啊 用平常的道理 用平常的视线 用最平反的这样的一个流露啊 来跟朋友交往 那这个平常的这种视线啊 就是最好的交往 就是一种最轻的一种表现 那相对于小人呢 甘已决 决是什么呢 决就是决情 断决 小人呢 用这个甘美后味 来跟你 来跟你做断决式的交往 那断决式的交往 当然就是指 我只跟你做这一次的朋友 因为利益相合 所以呢 我必须奉上这个美好的佳肴 或者是说 送上这个金银珠宝 但是下一次绝对不会这样子 下一次就要跟你断决 所以小人甘已决 他说 你无故以合者 则无故以理 无缘无故合起来的 没有什么理由 那就跟你变得很亚好的朋友 那这个呢 一定是无缘无故 你们就会分离 因为呢 自不同道不合嘛 你们一时利益 利益相交的朋友 一定是呢 分离的 最为快速 所以 跟朋友交往 要用君子存心 所以我们这个自信的本体 跟我们的这个五上六腑 跟我们的这个五官六四 来交往 也是呢 君子存心 那希望呢 大家呢 大家都彼此 安住自己的本位 真主人呢 控制好这个六个门 控制好这些 那个四肢百害 然后呢 自在的运作 这个是君子 的一个心呢 所以小人 以利益来相交 没有所谓的自 什么道 没有 也谈不当什么朋友 那所以我们这里用 左洋之交 那左洋之交的这个故事呢 也许我们有听过 也许没有听过 但是这个故事呢 相当的精彩 他跟这个管包之交 跟桃园结义 都有义曲同工之妙 那左 左洋 左边的左 这个是左伯桶 洋呢 是牛洋的洋 他叫洋脚哀 左伯桃这个人 是一个贤士 很贤冷的一个读书人 那他呢 父母双亡 勉 勉力 这个奋发向学 后来呢 就养成了祭祀之财 听说在这个 楚国 楚元王 要扎莫贤士 所以他就呢 想要去楚国 一展长彩 那当时的年代呢 是战果持起 所以这个 楚元王呢 募忍浩义 遍求贤士 他想要去楚国 投奔楚国 结果呢 来到半路了 一个山上 这个楚国 就在一个破屋里面 看到有灯光 也就是说 这里是有一户人家 住在这里 那因为半夜了 要这个 细雨纷飞 所以他希望呢 能够来借助 这户人家 他就去敲门 请问啊 结果出来了呢 是一个主生 也是读书人 这个人就是养脚爱 那他就表明来意啊 那养脚爱 当然很乐意 来欢迎这样的人 来借助 结果有两个人呢 就共续 共续胸中的学问 将个人的理想志向 在那天晚上啊 来互相的切磋 结果这样一胆之下呢 哇 两人才知道说 两人的趣味相同 而且呢 所学呢 也相同 两个人都希望呢 能够有一展 长彩的机会 所以 他们两个人呢 觉得说非常投缘 希望呢 能够自己 彼此啊 来结拜 所谓的 异性金兰啊 那走伯导因为 比较大 所以走伯导就 做哥哥 养脚爱 就做弟弟 那两个人 隔天早上 就一同前往 楚国的方向 希望呢 能够得到 楚国的 楚元王的重用 这个走了 走了 走了很多天啊 那他们也不晓得说 这个楚国啊 到底还有多远 那他们的能力也有限 走到半路了 已经是这个饮食绝粮 盘产都花费光了 也不晓得怎么办 半夜呢 就住在那个古墓里面 衣服担保啊 寒风透骨 两个人呢 这个 微惧在一起啊 相当的 凄苦的样子 后来那天晚上 他们呢 避在这个古墓啊 没想到那天晚上 非常的寒冷 那下雪 风雪很大 不断地下 下的呢 那个佐伯陶了受不了 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那佐伯陶呢 他的身体比较差 所以呢 遇到这样寒风 刺骨的夜晚 又在外面啊 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他真的是 已经受不了了 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 所以他就跟 养小孩讲 他说小弟啊 我想呢 这个 古墓之内啊 百余里啊 都没有人家 所以我们现在 也不可能出外求救 我们的粮食也不够啊 衣服也担保啊 如果说 我们两个人的粮食 都给一个人吃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 借着这个粮食 突出重围 真正地去到达楚国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两个人 一起靠这粮食 一起出发的话 两个人可能都会饿死 那所以呢 我建议 我建议 我的粮食给你 你赶快 带着这个粮食 你赶快 这个 前往楚国去 那这个 再说在这里 结果都是 结果会怎样 你也想得到 结果就是两个人 都死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 自向 我们的理想 都要 埋在这个风雪之内的 你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吗 趁着你现在呢 还有力气 你把我们两个人 粮食带着 赶快出去 赶快逃离这个风雪 往楚国去 你如果说 能够见到楚王 得到楚王的重用 你还可以回头来 救我 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这个 两脚哀这样一听啊 觉得也很有道理 毕竟呢 在这里孤等 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呢 两脚哀 只好呢 拿着两个人的 这个粮食 其实呢 也是半饥半饱 那趁着 挨着这个寒冷啊 赶快 前往楚国去 那这个前往楚国 当然需要一些 接见的 一些礼数了 就碰到 碰到那个 他们当地 大夫的 这个宴情 以及介绍 终于见到了 国王 那楚元王看到 两脚哀 他的表现啊 十分的 十分的好 哦 他这可以说 读书人的典范啊 就重用他 拜伟仲大夫 哦 是黄金百两 这个 彩断百批啊 结果呢 这个接受国王的 风刺之后啊 他就不敢接受 哦 跪在国王面前呢 痛哭流涕 那国王就问他说 我是你这些 为什么你还痛哭流涕呢 这个杨小孩啊 才跟他讲 他还有一个 大哥 左这个 左伯导 还躲在风雪的古墓里面啊 他的学问 道德 文章都比我好 他因为呢 要我一个人赶快来 来 来求见楚王 所以他还躲在那里 哦 哀哀受动 希望 楚王 能够派一些人 跟我去古墓 去把我的大哥 救出来 哇 这个楚王一边啊 非常的感伤 也非常的感动 就赶快呢 这个特准 杨小孩啊 你可以离开工作 带一些 士兵啊 赶快到现场 去救左伯导 后来就去那个山中 古墓里面 找到了左伯导 可是找到了 是左伯导的尸体 左伯导已经冻死在古墓里面了 那杨小孩呢 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难过 他的大哥竟然为他 宁愿死在这个风雪之中 那他现在得到光明富贵 他的大哥已经死了 那他这个光明富贵 对他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一直 在古墓之中啊 流连不去 他就请这些士兵啊 先回去 自己呢 要好好地后葬 他的大哥 并且陪伴 他的大哥啊 就陪伴一段时间了 那他就在 当地啊 这个古墓旁边啊 做了一个 很风光的坟墓啊 埋葬了他的大哥 并且陪伴 陪伴在他旁边 那有一天呢 在夜晚睡觉的时候 竟然左伯陶来拓梦 拓梦说谁啊呢 他说呢 非常感谢弟弟 给他风光的后葬 这份情谊啊 他非常的感激 可是没想到啊 中了这个墓地啊 旁边有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呢 他就是荆轲 两个人 两个墓地啊 是相通的 那荆轲呢 非常勇猛 他旁边又有一些武士啊 所以常常 欺负他 也就是说 左伯陶常常被荆轲欺负 所以 每天呢 他都吓得不得了 每天都无法 含睡 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荆轲 阿姨隔天醒来啊 这个感觉到这个梦啊 太奇怪了 结果啦 他就赶快去查 查看看 其他旁边有没有什么墓 结果一查才知道啊 原来有荆轲的墓在这里 我们知道荆轲是谁啊 荆轲就是赫厚有名的 刺杀秦王的荆轲啊 哇 刺杀秦王 你看 他虽然没有成功啊 可是他一个人带着刀 上这个秦宫 要去 要去刺杀秦王 而且在那个宫廷里面啊 演出一场追杀的戏码 这个如果不是普通人啊 那是没有办法做的 这可见呢 这荆轲非常 非常成熟 而且呢 非常勇猛 那他死了 葬在这里 竟然跟左伯导也是 相连在一起啊 那这是 这下问题 问题不得了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那一天的晚上啊 就是他查看之后 那一天的晚上 左伯导又来了 又向羊脚哭泣啊 说啊 荆轲的水宠很多啊 这些水宠啊 都是当地的人 啊 献贡的 啊 贡献的 啊 那所以呢 这个水宠啊 都欺负他 啊 叫他赶快离开 不得住在这里 所以呢 他也没有办法 在这里啊 安眠啊 这个羊脚哀啊 一叮到他的大哥 又是这样的哭诉了 羊脚哀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办 那走伯导就跟他讲 不然你 用草仁哦 都装 装一些假仁 哦 做一些假仁 然后逼上彩衣 手持刀剑 哦 这个把他 焚在我的墓前 就当作是我的 这个佣人 那羊脚哀隔天呢 也是这么做 就照他这么做 结果呢 这个呢 这一天的晚上啊 可以说风雨交加 好像有两军在对战 你看啊 这个羊脚哀啊 在梦中 就突然又看到 左伯导来啊 跟他哭诉的说啊 根本不是金科的对手啊 而且金科的手下 还有一个高建理啊 那 他自己的这个尸体啊 不久就不要逐出墓地啊 希望羊脚哀 他这个好弟弟啊 赶快把他 迁移他处 免得呢 受到祸患 哦 这个羊脚哀一听 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太不可思议了 人死了就死了 竟然还会因为目的 而发生争吵 但是呢 羊脚哀呢 他对于这个大哥呢 相当的敬重 也非常的怀念 他宁可到他大哥那里 去呢 一看究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所以呢 他决定 去陪他大哥 怎么去呢 当然就是 以死谢罪啊 也不是说谢罪了 就是以死相陪 哦 相陪 他去跟楚王 他写一封信呢 去跟楚王告别 哦 就是要死职啊 希望呢 来世再做图报 那他这个死之后啊 他就 交代 交代 旁边的这些生前 在世的这些人啊 跟他 把左伯陶 放 和尸体放在一起 哦 仗在一起 哦 他宁可做地下的鬼 他也要帮助 左伯陶 哦 打败 金科这个墙混 哦 走 你看杨绞哀呢 他要下去帮助 左伯陶 这个是很神奇的故事哦 这个 他只要牵离就好了啊 他为什么要 要死去陪伴他 去对干强敌呢 当然这里面呢 含有一个 姓朋友里面 很强的一个意念 哦 就是于 对他的这个 结拜的大哥 他是于 出自于一股 浩然正性 然后保护他大哥 因为他大哥为他而死啊 他当然要好好的 维护他大哥啊 那他那一天呢 这个杨绞哀 下葬的那一天 哦 两军天 风雨大作 雷雨交加 哦 喊杀连天啊 可以说两军交战啊 病病病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地的人啊 都觉得 昨天晚上才太可怕了 哦 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出来 雷电交加 喊杀连天啊 所以当地的人啊 这个赶快 这个关门闭闭户啊 哦 虎头 虎头就睡觉 隔天一大一大早醒来啊 赶快去看 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呢 结果呢 一看到金科的木啊 这个 震裂如发 白骨散于墓前 金科的木 被震碎了 哦 他的这个骨头啊 散 散布在他的这个 木 目前啊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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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怎麼又回事啊 然後呢趕快到這個左伯塔養腳哀的幕去看啊 哇完好如初 趕快去拜祭這個左伯塔跟養腳哀 然後呢上報楚王啊 楚王聽到了這件事情啊 念他們兄弟的義氣啊 這個朋友之意啊 就命這個官員趕快到幕前建廟 並且加封左揚兩個人為上大夫 這個廟呢視為綜藝之詞啊 從此仰腳哀 舍命全交的故事啊 流傳到現在 各位 這個不是民間故事喔 這個是真的是正史裡面有記載的喔 楊腳哀跟左伯塔的故事啊 我這樣的故事呢真的是太今天地氣鬼神了 我們很很難得聽到說有人有人這樣做的 那朋友呢交到這樣性命相交了 這個真的是非常難得 那麼楊腳哀既然是一個讀書人 那他哪有辦法對抗金柯這種強敵 我們先不要說金柯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就說這個這件事情啊 金柯要把左伯塔趕走 那麼可見了金柯呢 在這件事情上他就是扮演壞人的角色 那楊腳哀呢他不忍他的大哥在這裡一直受欺負 所以他寧口去幫他大哥 那楊腳哀也是讀書人啊 他怎麼有力量去幫助大哥去對抗金柯呢 又對抗他這些高劍尼這些武士呢 我在想當時楊腳哀啊一定是憑著一股自成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就是所謂的浩然正氣 這個浩然正氣呢結果讓他什麼都不怕 他連死了都不怕了 這而且是真正的死啊真正死到地步去 所以他還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說啊 不怕死會最大啦 不怕死的啊 這個楊腳哀當時的那一股正氣啊 已經超越生死了 這個真的是信朋友信道的一個最終極的 的一個地步啊 那所以他的一個浩然正氣啊 打敗金柯的這些這些武士啊 這些士兵啊 成就了他的一個鬥行 楊腳哀捨命全教的故事啊 流傳到現在 跟桃園三結役一樣 令人歌頌不已啊 哦這個是 哦這個是 仁義包天地耶 哦 所以我們中國裡面 中國的歷史裡面啊 啊 有很多 朋友相交的故事啊 那種性命都不顧了 哦 這個是故事很多 那我們再說一個 張千載跟文天祥的故事 那文天祥也是正氣號了 也是呢 不顧生死的這樣的一個忠誠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張張千載呢 浩宜二是文天祥的朋友 文天祥在顯貴的時候呢 他閉門隱居不出 哦 不跟他交往 因為呢 他說呢 自己 這個跟這個權貴交往 會引人側目 會讓人家 覺得說他有企圖 所以他對於文天祥啊 都是 隱居起來 哦 閉門不見 一直到後來文天祥 兵敗之後 被押到吉州 哦 被元朝的 的這個軍隊 押走 那張千載 偷偷去看他 並且對他說 文丞相 將被押送到燕金 某必當水網 就是說我一定會隨你 幫你押送到燕金 那押送當然是暗中押送啊 於是呢 就暗中跟著文天祥的求策 一統來到燕金 並且呢 在煎熬附近啊 來照顧他 死死關 關注他 就文天祥被關了三年啊 三年之中 他每天 衣食無缺 就是這個 張千載 張一二啊 照顧他的 那 那麼有一次文天祥 就對他講 我可能將死了 會被處死 好 我絕對不會投降 我死之後 請將我的手機 藏在墓櫃裡面 帶回到我的家鄉 安葬 張千二啊 這個張千載啊 張一二 就答應他 後來文天祥 被斬殺之後 張千載 就在這個 這個文天祥的這些部隊裡面啊 文天祥的士兵都成了俘虏了嘛 他就在這些俘虏之中啊 找到文天祥的夫人 歐陽氏 他說已經呢 得到了文天祥的死海 並且已經將他火化 放在這個墓櫃中啊 他將要揹上這個 揹上這個 揹上這個 骨櫃啊 往南方的 故鄉安葬 還沒有到的時候呢 他的兒子 在 故鄉之中啊 就夢見 父親對他講 我已經從意 不得 將要歸來 到這宗子 講到和鄉林 這是第八句 的經文 和鄉林 和 是一種 本性的狀態 那也就是說 大家如果是 一體的 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怎麼會有不和的現象呢 這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們的人體 人體裡面 沒有聽說 左手跟右手不和 手腳不和 或者是說 腦 跟這個心不和 沒有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要知道 整個人體 是一個小宇宙 宇宙的這個自然運作 是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 所以人呢 才有辦法 健康自在的 的生活 生命的軌道呢 才有辦法 如此的運行 那處於 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甚至整個世界 宇宙之中呢 也是要處於 一種和諧的狀態 那也只有和 那也只有和 整個世界 才有辦法自在的運作 才有辦法健康 這個運行下去 那所以 講到這一句和相靈 那也說明 現在社會的狀態 是屬於病 病態 那病態呢 就是 某一地方的人 某一族群的人 跟某一族群的人不合 所以產生了 整個 社會現象啊 是處於那種 抗爭的 鬥亂的 不健康的存在 這個就是 不適合相靈 所以我們講到 相靈的 對象 是 就是 除了說我們周遭的鄰居 我們的村里之外呢 應該扣及到整個社會國家 甚至呢整個世界 乃至於整個 宇宙 這個都是我們的相連 那你看 但我們的社區跟社區之間要和諧 社會跟社會要和諧 社會跟社會要和諧 國家跟國家要和諧 那麼地球之外 也有外星人啊 也有這些 這些 這些星球啊 這些外星的 這些外星的 的族群動物啊 甚至人類啊 我們也要和諧 vind 這樣整個宇宙才叫做生命共同體 眾生都是一體的這個現象道理因為非常深 必須透過修行的證物 才有辦法體認到生命共同體 那個天地一體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要講這麼懸遠 儒家也告訴我們先從人道做起 那麼道之中子更直接指出 你就先從何相領做起 那相領的相處看起來是稀鬆平常 可是其中的道理必須要每一個分子來體會 我們社會上講以和為貴 那位地主於這個世間 這個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國家跟國家要和平往來 族群跟族群也要和平的相處 我們看歷史上多少次的這種紛爭 戰亂帶給人民多少次的苦難 那麼這個引起很大的這種犧牲跟人類的悲劇 這都是因為不和所產生的 所以要和才能夠立足在這個社會上 你才有辦法在這個社會上運作自如 所以佛家也講六合境 世界要和平 那麼家庭也要和諧 和諧才有力量 才有幸福啊 所以在這個家庭以外 包括的對象就是相鄰 那你看我們在團體裡面 有為了共同的理念而奮鬥 在公司之中 共同謀直 互相奮鬥 然後社會中呢 也有為了相同的這個理念啊 互相合作運作 所以相鄰的範疇啊 都包括在其中 那麼這樣說來 人不管走到哪裡 都是呢 要講求以和為貴 如果人不和諧 人就 人的呢 這個生活就會痛苦 我們世界不和諧 這個世界呢 的生存就是痛苦的 所以和諧是雙方面的事情 是在後天的環境之中 我們必須修行的一條 這個 這個約定 好 一種佛規啊 那所以 親友跟親友之間要和諧 親友呢 他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幫助我們 因為有這個緣 不管是什麼因緣 親友之間呢 成為親友 相處呢 就應該互相幫助 那麼我們人 最關心密切的 也就是 親戚 朋友 所以 親戚朋友之間 往來 要互相尊重 要互相體貼 互相友愛 那麼 同事之間要和諧 一個公司團隊裡面啊 他的一個運作 他的一個成就啊 絕對不是靠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需要很多的成員 共同努力來促成 所以一個公司團隊啊 想要有力量 他裡面的成員呢 就要和諧 彼此相處呢 才能夠凝聚共識 所以同事是 和自己呢 在同一個 這 單位之下 同事之間的關係呢 必然會影響整個團隊的運作發展 所以同事之間 要互相的 和諧呢 就必須互相 這個忍讓 互相原諒 互相 互相這個協助 所以才能夠在和諧之中呢 共識 共榮 共援 那麼住戶 在社區之中 住戶也要和諧 社區呢 是有很多的 住戶啊 很多的戶人家 共同組成的 那麼共同組成 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這個 區域的每一個分子啊 都享有社區的 的這種利益 跟服務 所以呢 要營造一個美好生活的品質 大家呢 必須呢 和諧 共同來創造 所謂守望相助啊 這個觀念呢 就是互相照顧 互相往來 那麼呢 互相問候 那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就會縮短 那就會形成一個 這種和諧的社區 你看人 人跟人為什麼會有 不融洽 會發生爭執 甚至呢 不諒解對方 這都是因為 疏於往來 人跟人之間沒有通 這個沒有通呢 就閉塞了 就打草重生了 所以彼此呢 不曉得對方在想什麼 就產生了這個疑慮 甚至猜忌 或者是說呢 互相攻擊 這樣呢 沒有溝通 因為沒有溝通 所以產生了不和諧的 這種社會狀態 所以要常常往來 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 講究禮善往來 在過年過節 要常常的送禮 常常的來互相的 互相的問安 造成一種和諧的狀態 所以族群之間也要和諧 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地區 可能會有不同的族群的人 共同生活在一個環境裡面 如果老是分說 你是哪一個地區的人 你是哪一個族群的人 你是本省的外省的 你看這種族群的意思 如果運用久了 那麼久了呢 就會削弱整個社會的力量 雖然人因為有這種膚色 語言文化上的不同 但是呢 大家同時生存在這個空間 互相包容是很重要的 有了這種生命共同體的觀念 族群之間才不會有衝突 世間也能夠造成一種和諧的狀態 和諧自想 乖氣自立 這是古人講的 只有和諧呢 才能夠一片祥和 那乖氣呢 乖氣就是乖偽之氣 暴力之氣 自立呢 立就是互相的怨對 互相的責罵 所以和諧的這種色彩 是令人舒服的 和諧的環境 是令人自在 和諧的人生 更是一個人 健康快樂的泉源 所以可見呢 這個和諧這個觀念 啊 在我們的這個社會 世界之中呢 是很重要 那中國人 中華民族自古呢 就講究和諧 到了現在呢 是因為呢 整個歐美的觀念 影響到 我們中華民族的 這個 人跟人相處的 這種 觀念 所以你看這種 這個 公寓的這種文化 形成 那麼 這種都會區的形成 所以造成 人跟人 越來越不互相往來 就住在對面而已 因為門呢 常常是觀著的 所以呢 也不曉得 對方在裡面幹什麼 甚至呢 對方是誰 沒有互相了解 沒有互相了解 形成一個非常 非常 非常陌生的環境 所以整個都會區呢 就會形成一種 整個大陌生的環境 那這個環境呢 這樣的環境的營造 是醞釀 是醞釀的這種 梳理 犯罪 或者是說 那種 各種不安的 溫床 的行程 你看現在我們 在大樓的建設 由於呢 空間越來越不足 那麼車子越來越多 那所以呢 有的大樓設計 就把一樓規劃成 停車間 二樓以上呢 才是住家 那麼這樣的一個設計 你看 會造成 這個門 這個大樓 是 處於那種 關閉的狀態 那這種關閉的狀態 人就不容易互相見面 人家說見面三分前 所以人 人跟人之間 不容易見面 不容易見面呢 就產生了 彼此的這種 梳理 陌生 彼此的 不信任 那整個都會 都是形成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呢 這種 好事分子 這種呢 有心人士啊 就會運用這樣的死角 來造成犯罪的 這個事實啊 所以在都會區 很容易看到 這個小偷 小小 來闖入 人家來行偷竊 這個都是因為呢 整個社區的營造 它的這個 它的基本的規劃就是一個錯誤 那這個因為呢 現在的環境呢 也是朝著這樣的氛圍去走 所以 河鄉嶺的部分呢 變成了 是一種 很遙不可及的 一種現象 所以現在社區之間呢 有志之士啊 來強調 要敦村 敦親墓林 俗華講 遠親不如敬領啊 再好的親戚啊 離得再遠 都比不上旁邊的這個鄰居啊 對你的幫助 來得重要 所以說 這個 河鄉嶺 鄉嶺呢 是你在危急的時候 可以及時伸手 援助你的人 好的鄰居呢 甚至比親戚還要重要 在互相照顧 守望相助的這個角度來看啊 那麼 彼此之間的生活 也產生一種 依存的關係 所以 這個敬領啊 在 群己關係之中啊 就顯得相對的重要 那有時候 鄉嶺呢 是小孩子的玩伴 是家庭主婦 這種聊天 這種 這個互數新生 的一種對象 那麼也是呢 減少這種蕭小 來攻擊的 的一種 的 的義工 也就是說 鄰居是我們 保護我們家的義工 那鄰居呢 保護我們這個社區 同時也是保護他自己 那所以 外出的時候呢 鄉嶺可以幫助 幫忙 看家 甚至呢 協助看管小孩 照顧老人 照顧病患 幫忙餵貓狗 帶收報紙信件 甚至你搬家的時候呢 還可以幫忙搬運物品 喔 婚商喜盡呢 可以幫忙 準備 喔 有時候 家中有什麼問題 鄰居呢 還可以幫忙 來修理 或者是 然後來協助 喔 彼此之間 有什麼好吃的點心 或者是說 有什麼菜 大家都這樣送來送去 你看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個才是呢 我們 我們那種 很自然的 很和諧的社區生活 所要追求的目標 真正的世界大同 先要從社區的大同做起 那也只有從這個社區的小同啊 才能夠達到大同 所以這裡講到何相比 是對於 現代的社會 喔 治安不佳 整個犯罪力提高啊 一個很大的呼籲 那麼我們 我們記得孔子 他曾經講 所謂亂幫不拘 我也幫不入 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亂幫不拘 我也幫不入 所以可見 孔老夫子 來到一個地方 先看這個地方 他的一個 人心怎麼樣 人心呢 是不是 處在一種 非常疏離 非常陌生的狀態 或者是說 人跟人之間 是不是常常發生口小 常常鬥爭 那這樣呢 這個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 亂幫 尾幫 當然這句話呢 我們還可以細入來分析 等到以後我們講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後半段這些德目的時候呢 我們還會詳細分析 所以這個 這個燕子啊 燕英古收的這個大德 他曾經講 君子居必择領 游必救土 摘居所以求是 求是 求是所以批幻也 我這句話呢 他講得很好 講得非常好 一個君子 他所居住的地方呢 一定要選擇鄰居 這個鄰居的重要性呢 會影響一個君子的德行 影響整個社區的生活 那君子呢 他有心要教化這個社區 他必須呢 要來選擇 他的鄰居呢 是不是有達到一定的這個水準 喔 真 他說 游必 游必救世 喔 出外 出外這個 遊學 出外遨游 或者是說呢 這個 旅行生活 那他呢 一定要呢 接近有德的 這個才識啊 喔 因為有德的才識 可以讓我學習很多 我不足的 所以 他就說 責居所以求是 求是所以批換 那麼君子選擇 選擇鄰居 就是一定要呢 選擇那種 鮮冷的人士啊 來做我的鄰居 那麼選擇 鮮冷的人士來做我的鄰居呢 他說所以批換你 喔 就是遠離各種憂患 遠離各種災難 你看如果我們住在一個君子的家裡 我們是不是 每天就好像如木村風一樣 能夠隨時得到君子的教化 甚至呢 君子的德性可以庇護到我們的家 整個社區 所以 所以呢 在佛君講 一個地方 如果住了一位阿羅漢以上 那麼這個地方呢 他不會有天災地邊 不會發生的這些呢 這個災變的產生 那麼一個阿羅漢就等同儒家的君子 所以一個君子啊 住持在我們這個社區啊 我們這個社區呢 也不會發生天災地變 因為他的德性呢 屬於確化每一個人 那麼人心改善了 整個磁場改善了 磁場改善了 那當然呢 就不會有天災地變 來侵擾我們 所以這個燕音他講的這句話呢 非常有道理啊 這句話呢 從生活之中慢慢來體會啊 我們會發覺到說 每一個生活的環節 都是人起心動念所造成的 人的這個起心動念 是因為這個心性的這種變化 而產生的起心動念 所以這個和相領啊 也是從我們的自性的變化裡面 來落實 你看如果說我們自己的心地不好 我們的自性心性紛亂 我們要怎麼樣找到 閒冷的人士來做我們的鄰居呢 這也是不可能 所謂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啊 什麼樣的人跟什麼樣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有什麼 有所謂的什麼區什麼區 這個文教區 商業區 遊樂區 什麼樣的人跟什麼樣的人住在一起 你會住在什麼區 當然一定是的 你心中所發出的那個磁場 所以接近就 接近那些人 那所以你想想看 和 和是信德的流落 和是一種生命共同體的狀態 所以人跟人之間要和 人跟這個眾生之間要和 人跟天地要和 跟這個萬物呢要和 那這個和呢是發自於信德的流落 因為呢我跟大家是一體的 一體的 所以呢我跟大家運作呢是沒有互相違背 大家呢彼此運作自如 所以對於這個鄉林啊 我們也是一樣 哦 一樣的和睦 哦 可以呢 互相來往彼此幫助 給人方便 那給人方便 也是給自己方便 哦 那個鄰居相聚啊 有的呢可以做我的老師 有的呢可以做我的效法的典範 所以擇其善而從之 這個是呢 增長自己的知識跟見解 這個都是鄰居 可以帶給我們的好處啊 所以擇靈 善擇靈啊 哦 這個仔細的用心的來選擇鄰居啊 這個是有學問的 居住安定之後啊 跟鄰居和諧相處 那那 維持人跟人之間的那一本 和睦啊 那個是更重要 哦 居家生活 難免會有一些為難的事情 那麼鄰居之間呢 互相伸出援手 這個是非常自然 而且呢 是一種人類的那種親愛 人類的溫暖啊 哦 我們剛剛有發生在我們尋常百姓身邊的事情 我們就會知道 在 一個人在選擇鄉鄰上 他是什麼樣的 一個 一個重要 所以古時候呢 有 有一個很好的典故 那就是萬金買鄰 這個典故啊 可以作為我們的 一種和鄉鄰的 的一種指導 在南史裡面記載了 宋濟啊 這個人 那麼這個 武帝啊 當時的皇帝啊 任命一個官員 叫做呂正真 呂正真 管理 管理一個南康郡這個地方 那呂正真呢 到任之後 他也不循私情 秉公處理 陰公會客的時候啊 他的兄弟也不能夠進到他的客廳 所以呢 一些親戚啊 不能夠在做小買賣啊 來到他的辦公廳啊 想要呢 請求他呢 能夠呢 幫忙一下 謀得一官半職啊 這個呂正真啊 他都很耐心的去說服他們 請他們不要 來遊說他 請他們離開 那呂正真的家的前面啊 有一所他屬下的這種官色 位置也很好 那有人就建議說 趕快呢 把那個屬下 調到別處去 那麼他就可以呢 把這個官色啊 給他留下來 自己住 所以呂正真呢 拒絕這種事情 他認為呢 這是一個很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呢 他因為拒絕這樣的事情 更受到人們的稱讚 那麼當時有一位叫做宋濟亞的官員 一位告老還鄉啊 把呂正真鄰居家的 的一處房子啊 買下來住 他想跟呂正真住在一起 那當時他去 拜後呂正真的時候啊 這個呂正真問他說 你花了多少錢買這個房子啊 然後 宋濟亞說啊 我花了一千一百萬啊 哇這個房子要一千一百萬啊 嚇死人了 當時的錢應該是很多 那呂正真呢 大吃一斤啊 說要一千一百萬 怎麼房子會這麼貴啊 宋濟亞說啊 其實我其中一百萬是用來買房子 一千萬是用來買鄰居啊 這什麼意思啊 也就是說他鄰居這個房子啊 其實價值只有一百萬 可是呢 他給他一千一百萬 可能對方也不想賣 所以呢他用更高的價錢 一千一百萬 把這個呂正真旁邊的房子買下來 那他的用意呢 是為了 就是要住在呂正真旁邊啊 我形成了 所謂萬金買鄰這個故事 很生動的告訴人啊 靈禮關係啊 在我們自古以來啊 心目中的重要性 我們都很期待 有一個君子是住在我們旁邊的 我們社區出現了一個 盛行這樣的人物啊 那更不得了 現代人呢 當然追求潮流 追求民生啊 所以呢 旁邊住了一個有名的人 就不得了了 但是這個有名的人呢 如果常常招惹是非啊 也會帶給社區很大的困擾 所以有有名的人呢 不足為奇啊 要真正的有道德學問的人 這個呢 才是我們 我們所希望的 有道德學問的人 跟他住在一起 真的是如木春風 整個社區呢 可能都會因為他的 他的這個 道德學問的影響 而變得一片祥河 你看當時 這個諸葛亮孔明 他隱居在南陽的沃隆岡 當地的百姓啊 就因為這個諸葛亮的這種教化 連那個農夫啊 連那個耕田種到的啊 都會吟詩日 都會唱歌啊 唱這種古人的詩教啊 古人的經教啊 當時劉備看到這一幕啊 都覺得很驚訝 哎呀 哎呀 為什麼這些重點的農夫啊 他會贏這個詩歌啊 而且這個詩歌的意境啊 還很高遠啊 所以一問之下 才知道說 這個都是孔明教的 所以呢 他要呢 這個 這個 三顧茅魯啊 來求得大顯 來幫他化魔作策 所以我們 我們的這個 社區如果住了一個 諸葛亮孔明這樣的人物 我相信呢 我們都自己都覺得 一面有光啊 所以當然 鄰居除了鄉鄰 好的鄰居啊 還有可能有惡鄰居 那惡鄰呢 至少門先學 那品性不斷 半夜喧滑 垃圾亂堆 出口惡言 或者是說飼養這個動植物 隨處白便 所以這樣的鄰居呢 我們都覺得深惡痛絕 可是這個現象呢 在這個事件又很多 所以可見呢 我們要搬到一個地方的時候啊 我們必須要問清楚 我們的左鄰右舍都是些什麼人 我們的左鄰右舍都是些什麼人 跟惡鄰相處呢 連自己善的品質呢 也可能變成 惡的品質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好像 跟一個 臭的東西在一起嘛 你這個臭的東西如果說 味道太濃的話 你的家也會變成臭的 所以選擇鄉鄰 是人生一大課題 那麼我們知道 有時候呢 我們居住的環境呢 會變成怎麼樣 那個不在外面 而是 重在裡面 孔子曾經說啊 德不孤必有臉 那他這句話呢 就印證了這個觀點 也就是說 我們的居主環境啊 重在我們自身的道德 而不是外在人的品格 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別人 那麼我們可以要求自己 如果自己為善呢 那麼別人看到我們為善 別人看到我們的 這個道德言語 他也會相對的 不會那麼樣的惡 甚至慢慢就受到感化 所以孔子這句話呢 是有很深的意思 你看中國文化 以民人倫為教育的先入 明人倫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 道德雙子今天講到何相領 這個是很重要的這種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家庭之外的這些 都算是相領 那麼人與人互進 互助是家庭社會國家 所以能夠組成的一個力量 順應呢 自身的這種良知良人 成己成物啊 由生這個修身 然後呢來到平天下 這個都是因為自己的 那一份道德 德不孤必有靈 所以有道德的人 大家都想跟你住在一起 你看這個古之后 這個順 他所住的地方 一年呢 就成為村落 三年呢 就成為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都市 所以有德的人呢 是選 是成為鄰居 是否為好鄰居 一個重要的 一個依據 那所以 這個 德不孤必有臉這句話呢 仲在先要求自己 人不能獨群所居啊 我們出生的時候 年輕 年少的時候 跟父母跟家人共主 年長的 要就學就業 必須離開家庭 跟這些 社會人士 跟這些團體接觸 所以和 和群融洽 公敬有禮啊 是人處事 所應該有的 這樣的一個心態 公敬的心 謙卑的心 平等的心 知恩感恩的心 這樣的人呢 依然是左右逢遠 他隨所住處啊 常處安樂 都是在祥和之中啊 如果說 世財阿物啊 我慢兴起啊 常常的跟人發生競爭啊 那麼人際關係呢 就好像鐵 生了鐵鏽 反而呢 會讓自己這塊鐵 嗅死掉 所以生活之中 必然呢 得到各種的困難跟障礙 所以 得不孤必有禮 這句話呢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助角 那靈裡之間要互相團結 是這種社區 社區建設 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有句話說 靈裡好 曬金寶 靈裡團結 主要是能夠跟人 這個居住環境中啊 鄰居做到互相協調 互相諒解 鄰居發生困難的時候 互相照顧 互相這個 相助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呢 真的是 曬金寶 比你請 請得 多好的保全 用這個 多大的這種 薪資啊 來保護家庭更有力量 鄰居就是最好的保全 哪有比鄰居更好的保全呢 那鄰居為什麼要幫助你 鄰居要幫助你 還不是因為你這個人 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善人 是一個有道德品格的人 所以要先要求自己 當我們在家居生活的時候啊 也要常常想到 自己是不是有影響到別人 尤其是現在呢 尤其是現在呢 這種喇叭音響 這種電視媒體 相繼擴張的時候啊 我們在這個家居生活上啊 要想到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好 那在這個教育子女的時候啊 也不要這樣大聲叫罵 影響到鄰居 對於這個生活上的垃圾 不要亂丟 那尤其是住在樓上的 更不要傾倒垃圾 傾倒污水 你在陽台上種花草 結果呢 讓水滴到樓下去 造成樓下鄰居的困擾 那麼沒有錯 你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犯罪 但是呢 你跟鄰居之間的相處就不好 樓下的人就會抵制你 你進出樓下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辦法來障礙你 你看那你這樣的生活 你會過得快樂嗎 那你如果至少門前選 自己家裡有事情的時候 別人會管你嗎 所以想想呢 我們 這種鄰居之間啊 社區之間啊 這個都是做人的道理 一個文明的這個社區啊 鄰居之間的這種交往 理解 跟項目的幫助啊 那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增進鄰居的團結啊 促進鄰居的道德建設 克服這個至少門前選 不顧別人家的這種 不好的思想跟行為 把方便讓給別人 困難的自己要克服 當鄰居有困難的時候呢 給予真誠 及時的幫助 也要呢 立除借掉這種單獨小便宜 跟一時之力啊 對於這種公共設施啊 或者是公用的空間啊 來不當的使用 為了自己的私利啊 來使用它 所以要盡量通過這種協商 公平合理的解決 當然對方如果說佔據公共空間 你也不能夠一下子 就把它 就把它去除掉 或者是 就對它抗爭 一定要呢 以和為貴啊 好好的來溝通 必然呢 大家都會互相體諒 大家都一步自然 社區就和諧了 那麼說來說去啊 這些呢 都是 就是 教育的問題 好 就是我們除了自己要求 自己道德之外 那麼鄰居之間 他的教育呢 是不是缺乏 人跟人之間的教育 是不是缺乏 也就是說人 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所以產生一些偏差的行為 他不認為是錯的 那影響到別人的時候呢 他也認為很正常 所以這個是整個教育呢 出了問題 那整個教育出了問題 必須要誰來負責呢 每一個人都要負責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負責 有心的人士呢 就要起來呼籲 起來提倡 把這些聖賢的這種教話 把它推廣出去 把這個人倫鋼廠啊 落實在人世間 那每一個人都守著這個倫理鋼廠 都強調這種 道德品格 那麼怎麼會有社區的問題呢 怎麼會有居處的問題呢 怎麼會有人跟人相處的問題呢 沒有 自自然然的就化解 所以重在教育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課堂上 講道之宗子 用這個光碟 來強調這個道德倫理 這也是一種方法 有心的人 有心的人 有緣的人聽到了 那他就可以反省 他就可以去推廣 他就可以呢 把這樣的道理講給更多的人聽 所以 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那麼我們修行人 對於世間人的教化 更是要在生活之中 一步一步的來推展 不是說到了佛堂 到了道場 才可以講道 才可以去教化人心 這個我們 應該都要很清楚 那麼在美國有一個哲學家 其實呢他本來是一個作家 那他因為寫了這個 這個《湖濱散記》啊 這本書啊 因而成了一個 一個美國代表性的 自然主義的哲學家 那他因為在湖濱 湖的旁邊呢 生活了一段時間 所以體會到 人跟大自然 那種互相依存的關係 那種互動 互助 這樣的一個行為 從他的書中呢 可以看到 人是不可以脫離大自然 人跟自然呢 是合而為一的 那他也引用了 德不孤必有靈的話 他認為呢 把人內在的世界 比喻成一種地理的形式 就是 人應該在這個地理的 地理上啊 好好的來探索 好好的來開發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把我們 這個心地啊 好好的來開發 我們那一份光明的本心 那開發出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是自然啊 我們的內在是自然 外在也是自然 所以呢大自然跟小自然是一體 那所以這個胡彬閃記啊 這個作者梭羅 他裡面呢強調這個觀念 他的這個文章 也是對於 美國當時的社會啊 提供不小的影響 這個自然的一種 道這種學問啊 透過他的筆法來傳授 所以他曾經說啊 這個人類 以萬物之靈自居啊 以成千上萬的發明自豪啊 還有呢 仙人 偶心氣血 的這些師哥 慈父啊 不過只是在森林 一張春風的喜悅 那 只要在大自然之中啊 吹到這種春風啊 那麼就不難領悟到 何者才是文明進化的指標 那他的意思是說啊 人在大自然面前 是相當的卑微的 是要當相當的謙虛的 只有呢 這種心靈沉澱下來 不受物質欲望的誘惑 人才能夠心靈神慧啊 然後跟這個大自然 和這個共處 所以我們在這個 道之宗旨 敬天地的生命裡面 特別強調這個觀念 我們也用了很多篇幅來強調 人跟天地的關係 人跟大自然的關係 還有人跟鬼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人 我們不是只有人類居住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需要人 需要相處的還有很多對象 所以和鄉林呢 也騙起了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 孔子又說了一句話 他說理人唯美 則不處人焉得智 基於仁者所居的這個靈理 是最美好的 不則處仁者之理 隨意而居啊 安得唯有智者呢 也就是說你如果居住了 不是去找一個有人者的地方 你怎麼會算是有智慧呢 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去找那個 不是亂幫不是委屈的地方 所以 靈里之間有人後的這種風俗 這個是美好的 一般人選擇居住啊 如果不是住在 人後風俗的地方嘛 那麼是人 很容易迷思 不知道是非善惡 所以呢 社區 落實這種大愛 這種感恩 尊重 關懷 這樣的一個人文精神啊 回歸人類本來的這種 良知道德 重現人後的古風 這個是現在的 社區啊 已經有覺醒的 一些觀念 那麼人跟人之間的文化 就是人跟人互動 創造 落實下來的文化 那所以理人為美 理人呢 美的 要自在歡喜 所以 必須要有 這種相對的人 來參與 來關懷其中啊 好 所以居主如果不選擇 有人風的地方啊 那麼就是 沒有是非 因為 你想要 想要 有這個道德 有這個品格啊 你就不容易 也就是說你沒有智慧 選擇有道德品格的人 自己怎麼會有 有道德品格呢 所以這個 是理人為美 所教給我們的 的一個智慧 對 那麼 我們看到 這裡有一個故事 教鬼 這個人 那他是水草 的一個 官員 那他行詞呢 他的行詞就很 很重視品格 對於外面的這些 靈禮啊 他一定秉持 的一種人厚之心 內外不欺啊 除了自己的品格要求之外 他絕對不會去 以官員的身份 來欺負了靈禮 對於靈禮非常敬重 那他 他的鄰居啊 跟他割了一堵牆 那鄰居的家 種了一棵桑樹 哇 長得很高大 那當然這個桑樹很高大 他的這個 上面的枝葉啊 就有可能很長到 其他的人的牆院 那麼造鬼他們家的院子裡面啊 就有生出他們家的桑樹 那桑樹當然就會結 桑聖啊 那這個桑聖結果了 成熟了 有的人會掉到 造鬼家裡面的院子 那他家裡面的這個仆人啊 就把他撿來吃 哇而且呢 津津樂道說 哇這個桑樹 長得桑聖啊 果實非常甜美 結果造鬼呢 知道這個消息啊 就 對這個仆人講 很大聲的 喝酒啊 說 欸這是鄰居樹上的果實啊 這是別人的啊 我們不應該呢 失智取食啊 你們趕快呢 把它撿起來還給人家 那麼這個仆人呢 他沒有達到那個修養 就聽了就很奇怪 怎麼這個果實掉到我們家了 我們還不可以吃呢 不可以吃啊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 所以造鬼他的修持 他就知道 別人的就是別人的 沒有經過人家的允許 我們是不可以吃自取用 所以啊 這些仆人 覺得在疑惑的時候啊 造鬼就教育他們 機會教育啊 他說啊 你們要知道 這個物啊 都有他的主 儘管再怎麼樣維繫的東西啊 如果不是我們應該可的 我們就不應該取 傷身這種果實 雖然是小東西啊 可能鄰居啊 也不會跟我們計較 但是呢 我們不能夠欺騙自己的良心 如果呢 任他呢 遺棄在這個地上 這樣也是我們的不對 這個叫暴乘天路 所以你們不要怕麻煩 趕快撿起來 還給他們吧 結果他的堂譜呢 聽到了造鬼的這個訊悔啊 就明白這場道理 於是呢就很樂意的 去把他撿起來 裝在籃子裡面 送到鄰居家裡面去 這個說 說明這個是他們家主人的意思 結果呢 因為造鬼這麼做啊 鄰居家的主人聽了之後呢 也非常的感謝 所以造鬼跟這個鄰居家 哇感情呢 格外的和睦 也可以看出造鬼他的品格 實在是呢 心靜如水 心清如水 造鬼不久之後呢 當然這個 就 位置就高升了 要離開齊州 那齊州這個地方的百姓呢 忍忍著叹息啊 那麼他掉到圓州 圓州這個地方的百姓啊 每一個人都讚嘆不已啊 哇我們家來了一個 大賢人啊 那有一次呢 造鬼上任之後 外出去辦公 回來已經是半夜了 結果呢因為呢 路途崎嶇又黑暗了 他的那隻馬受到驚嚇 就衝到人家的田裡面去 他連忙下馬 把那個馬 壓到這個路旁邊了 結果呢 就仔細看了一下 這個田裡面啊 被那隻馬踐踏的這些河苗 他覺得很不安了 於是呢 他也不敢走 他就在附近呢 找那個破屋過夜 喔 到了這個 天亮的時候呢 再來找他們的主人 就等到天亮的時候呢 看到有這農人 經過那裡 就問他說 啊這個地的主人 是在哪裡 他就東門拜訪田主人 那麼這個田地的主人 是一個普通的農夫而已啊 看到做官的來 喔當然就很驚慌啊 可是趙葵就很客氣的跟他講 他說很對不起啊 昨天我騎的馬 不小心把你們家裡面的那個田地啊 和苗給踏壞了 看應該賠多少錢 我賠給你們 說完了就 又拿錢要給他們 這個田主人啊 不敢接受啊 這趙葵講 欸你不接受 我就不能安心了 那田主人還是不接受 趙葵把這個錢放了就走了 後來這個田主人啊 這個農夫啊 就打聽到這個官員到底是誰啊 才知道說 原來是很有名的趙司馬 哎呀我們這個元州的 這個大賢人啊 父母官啊 於是大家都讚看了 能夠有像趙司馬這樣親身的官員 是民之父母 是人民的這種 這種很大的福 福分啊 所以你看這個造鬼 他表現了這種和相邻的典範 那麼如果講到我們修道人 這個和啊尤其是重要 我們佛法裡面呢 佛陀當時啊 用了一個標準來規範生團 規範這些修道人 彼此相處的一個規築 叫做六和境 哦就是有六種和的方式啊 把彼此的這種生活方式 這種見解思想 逐漸拉近 那麼呢漸漸呢 達到平和 哦 見證呢達到一種尊敬 那他這種本來是佛教 這個團修 團體共修的一個基本守則 可是呢這個觀念呢 如果衍生開來 可以到家庭 可以到這個社會團體 都是可以遵守的 一貫道強調道化社區 道化家庭 這個道化家庭裡面 道化社區之中 他的一個標準呢 也可以用六和境 來 來做為一種生活的這種存擇 六和境第一個 見和同解 第二個 戒和同修 第三個 身和同住 第四個呢 口和無正 第五個 義和同月 第六個 就是利和同軍 這個就是六和境 那這裡面呢 他講到這個六種 和境的方法 可以真的是作為 我們這個同修之間的一個共識 你跟見和同解 見就是見解 見解呢 要彼此能夠包容 彼此接納 那這樣呢 才叫做自同道合 自同道合 大家目標相同 這個信念相同 那才有辦法在這個道場 好好的來發揮共修的力量 借和同修 大家要來遵守同樣的規見 來修持 那這樣呢 每一個人守著這種道之充實的理念 那就是一個很實際的團體 那身和同住 身和同住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這種身體 都是處在一種平和的狀態 沒有人比較大 也沒有人比較高 你也不可以說呢 這個習性非常多 就要讓大家諒解 也不可以說別人比較懦弱 就要欺負他 所以叫身和同住 大家住在一起的 都是一律平等 守持著道場的規見 那口而無正呢 大家守住這個口驗 所謂病從口入或從口出 言多必失啊 我們講者無心啊 聽者有意啊 就會造成很多的 這種怨對 這種果報 所以呢 口戒呢 是很重要 一和同修 大家呢 學道學佛 都是呢 這個法喜充滿 大家呢 不管學哪個法門 都是處在一種 和樂的狀態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大家呢 這個力士戀心啊 好好的讓自己 達到這種親近心 那樂和同軍呢 是當時佛陀的標準 也就是說道場的裁員 十方大者的捐助啊 都是要秉公處理 不可以的自己獨自佔有 也不會用在一個人的名下 有多少大家呢 這個是同樣得利啊 這個叫樂和同軍 那大家呢 如果能夠在六和軍的基礎裡面啊 做到這種和的道理啊 那一定呢 能夠達到這種道化社區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這也是 這個道之宗旨 他要強調和相林 他很很重要的一個規矩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道之宗旨 和相林 和相林 我們必須認清楚 到底是誰在和 那相林又是誰 這個呢 是必須我們 要了解清楚的課題 那和 是信德的流露 是自信的發端啊 所以自信呢 跟所有的萬事萬物 無不適合的狀態 所以我們中國的經書裡面 《易經》裡面它常常提到 太和 中和 中和 保和 都是處在和的狀態 對於整個 太和 就是協調 陰陽 是非 好壞 善惡 所以我們生活在人世間 人世環境的這種對待變化 我們必須 想辦法把它合起來 哦 是跟非合起來 對跟錯合起來 善跟惡合起來 善跟惡合起來 那麼 善 有它 有它 惡的一個種子 惡呢 有善的種子在裡面 那所以呢 是非善惡 這種標準啊 是沒有一定的 所以中國人化太極 它不是像一個西瓜 用一刀把它剖成兩半 它是有一個曲線的 那這個曲線的變化呢 如果 陰多一點 那羊就少一點 羊少一點 羊多一點 陰就少一點 而且呢 陰陽之中呢 含有一個對方的種子 在裡面 所以當一個人 當它開始在犯下錯誤的 那一撒那 它就已經種下了 慈悲的種子在裡面 那這個種子呢 可以讓它 返回自信 可以讓它來恢復本來面目 所以那個 那個現象 不是真實的 是虛幻的 那包括善 善也是虛幻的 所以佛教人 你要在人世間 造善業也是錯 造惡業也是錯 善惡都不造 要留下親近業 這樣呢 你才能夠把 幫助自己 返回本來面目 那所以 跟人世的關係啊 一定有所謂的對待 那這個對待呢 沒有標準 在世上講 有不平 為什麼某個人 某個人 他的運氣都這麼好 受到提拔這麼多 他可以過著 這種富貴榮華的生活 那為什麼 我就不行 四處遭受打擊 四處遭受排擠 那這樣的一個對待的世界 在某一些人看起來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明聖經講 世上不起等事 全憑一點真心 那麼不起等事呢 是世間的現象 那是一種 和的狀態 所謂和的狀態 是因為世間就是有不公平 那樣才 那個才叫做平等 你說世間的人有 這個世上講 你哪有辦法平等 男的跟女的就不平等了 那麼大人跟小孩就不平等了 這個富貴的人跟貧賤的人就不平等了 你要怎麼平等 所以世間的事是沒有辦法平等的 這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 的一個世界 那這樣的一個世界呢 我們怎麼樣去把它 把它壓成其頭事的平等呢 這是不可能 所以 世上講不平等 可是呢 全憑一點真心啊 一點真心是什麼 是從理上講 是從這個心理上講 人的心理 圓滿 具足 親近平等 所以當 當你受到打擊 當你受到這個障礙 各種的危難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的內在的這個自信 沒有因此而受到減少 你的自信呢 也沒有因此而受到這個欠缺 那這個就是真平等 所以真平等是平等在那個性理 那個理上 不是平等在世上 這個我們要清楚 那麼太和的道理 就是呢 我們要生存在這個不平等的世間呢 我們要把它協調 協調出那個陰陽的道理出來 協調出那個 那個合理點 雖然它比我富貴 可是呢 我比較平坚 但是呢 我調整我的心態 然後呢 我可以跟它好好的來相處 這個是太和的道理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人世間 遇到了各種事情 先不要怨天尤人 先試著呢 反攻自行 所謂呢 行有不己反求諸己 你先先問問自己 自己的性理 有沒有圓滿 那麼如果自己的性理 是圓滿 具足的 那麼它也應該是親近 真誠的 平等的 那它所流露出來了 絕對不會有 好壞對錯 是非善惡的區別 那麼回歸到這一 我們這一點自信啊 那麼我們也就沒有什麼 好抱怨了 也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因為這一切 就是個人的業 我們都只是在自作自受而已 那麼你以前幹過這些事情 現在呢 受到這些人 的討報 你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這個道理呢 必須 把因果拉長三世來看 所以一般人是沒有辦法 瞭解這樣的道理 那麼因果的變化呢 也是非常的細微 所以這個事實上 事實上的這個現象 都有各種不平等的現象 但是呢 美國的預言家凱西 她曾經說過 我們人 每天所遭遇到的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發生的 那表示說呢 我們多生多節之中 曾經埋下了這樣的一個種子 所以今天遇到這個源 我們就受到這個果報 好抱 壞抱 善抱 惡抱 通通就是我們先前 種下的因 那麼我們知道 我們會 受到什麼 什麼樣的現象 什麼樣的境界 那麼了解到我這個 因果的道理 我們知道說我們先前 是種下了這些因緣 因素啊 以至於現今說這個果報 所以你也就 坦然面對 你也就會 理得而心安啊 因為那個道理 你抓到了 所以 和香檸的生意啊 就在這裡 你了解到 要圓滿具足 那個親近真誠的本性 所以呢 跟人家相處 跟這些鄉鄰相處 社區相處 只有族群相處 沒有不是 可得 可得現象 為什麼 因為他們 跟我都是一體的 那麼他們會來障礙我 會來阻撓我 這個是因為 我曾經在這個 對於他們 有過不好的 這樣的一個 種子在裡面 那那個 來討報的 並不是別人 其實就是自己 自己的業力現前 然後呢 變化成各種境界 來干擾你打擊你 那不是別人要害你 那是完全是 自己 多生多節所累積下來的 這個因果現象 但是呢 在道志中就告訴我們 和鄉鄰 你對於這些冤親在主 對於這些 生活在你周遭的 這些族群 這些萬物 你必須要用和的態度 來對待他們 所以叫和 就叫做太和 那中和 中和是什麼 中和 就是讓自己 能夠達到 如如不動的境界 中就是不偏不倚嘛 和呢就是 你發了一些重結 所以我處在 如如不動 哦 處在這樣的一個 不會變化的這種自信之中啊 那麼當我跟人家相處的時候 我會知道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態度 來面對它 所以讓自己處在 這樣的一個不偏不倚的狀態 這個就是中庸之道 那中庸之道呢 不是偏於好 不是偏於壞 那是一種和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 我們看到古時候的老師在教學生 哦 有的老師對學生是非常嚴苛 哦 有的老師對學生呢 對某一個學生呢 是非常的寬鬆 那麼這個並不是老師有所偏心 而是呢 這個學生的根性 必須要用這種方法 來對峙他 老師是如如不動的 那麼呢 要和這些學生呢 你必須呢 用各種適合他的方法 這個就是中和 我們說至中和 天地為萬物欲 所以天是高明 地是薄厚的 你不可能把天地把它相反 或者是說你 你把萬物呢 把它變成其他的 其他不同的物種 哦 比如說 莊子裡面常常比喻的 一隻白鶴 他的腳就是那麼長 一隻青蛙 他的腳就是那麼短 你不可能把白鶴的腳 裝在青蛙的腿上 把青蛙的腿 裝在白鶴的腳上 那麼這樣呢 這個就失去自然的本性 也就是說失去這種中和 的一個 一個現象 所以至中和 這個中和呢 是我們修養的功夫 那麼天生地啊 人在其中 人必須呢 補天地的不足 把天地所要 賜給人們的 教化人們的 通通把它視線出來 所以天地的視線呢 是透過修行人 透過聖賢 透過君子 透過這些佛菩薩 來教導我們 所以天是高的 第四 第四後的 這本身呢 就是一種不平的狀態 但是呢 他們各有作用 各有作用呢 這個就是 所謂的 自中和 讓每一個人有自己 這個就是自中和 讓每一個族群 有他們自己的 這種文化生活模式 這個就是自中和 這個就是呢 河相領的態度 那麼每一個社區 有他們營造出來的 不同的生活方式 這個是河相領 那就講到寶和 寶和呢 寶就是寶刃 寶刃住 那個河的這種圓滿呢 那一份親近 那一份真誠呢 要死死的 把它保認住 讓它不要有所流失 有所破洞 所以河的狀態呢 是屬於一種 自信的圓滿 那這個自信的圓滿呢 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瑕疵的 它本來就是光 妥妥圓碩碩 如果有任何的一點瑕疵呢 那表示呢 這個 這一份光明的覺知啊 沒有辦法完全的浪現 那它有可能呢 就會發生 這個相領的暴動 族群的暴動 所以河是 是我們的自信 相領呢 相領是我們這些 這些自信旁邊的 的這些夥伴 這些族群 所以我們自信 我們自信旁邊 有很多的這個族群 譬如說 住在我們身體上的 有這個五官 有四肢 五臟六腑 這些等等啊 這個都是不同族群之類的 那不同族群呢 就是所謂的和相領 那個自信 自信真主啊 要跟這些相領 要達到一種和的狀態 隨時保持住那個和 不要讓它有出差錯 所以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記得聯合國 每年都舉行世界和平的會議 那邀請學者專家 這些宗教人士啊 共同來探討 如何讓世間 達到世界和平 但是呢 探討了三十多年 到現在呢 不但沒有世界和平 而且世界更亂 那族群跟族群之間呢 那個對立的現象更加明顯 甚至宗教之間呢 大家彼此互相的醜視 互相的看不起對方 宗教跟宗教者本身不和 那他們的開會沒有作用 所以學者專家之間 沒有產生作用 那世界和平 到底要怎麼樣落實 我們必須在這裡呼籲 每一個人 要落實 道之宗旨的教化 佛規禮節的這種教導 從 道之宗旨 佛規禮節 落實到每一個人的人心 讓他們 他們的心呢 真正的產生出 想要追求圓滿 追求清淨 追求真誠 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那麼每一個人呢 就會慢慢的走向 這種光明之徒 那這個很不容易啊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度化眾生啊 所以度化眾生不是 你把它點一點 那就沒事了啊 如果點一點都沒事的話 那照理講 現在呢 世界和平應該呢 漸漸露出曙光才對 但是我們發覺到說 你不要說世界和平 在台灣我們就看不到和平的現象 我們每天報紙所看到的 新聞所播的 都是一些 這個鬥爭 欺詐 或者是各種八卦的新聞 每天都處在這樣的一個 社會環境之中啊 那麼我們台灣號稱寶島 號稱到的這個 出產國啊 台灣自己都不能和了 怎麼可能達到世界和平呢 所以歸咎到一點 還是要落實到 我們人心 每一個人的人心呢 要真正的做到 道之宗旨的教化 道之宗旨 每一個都是性體的流露 自私俱俱呢 都是漸行 所以何相靈 何相靈就是教導我們 能夠跟其他的社區 其他的種族 其他的族群 其他的社會國家 好好地相處 包括我們的自信 包括我們的自信 能夠跟這些 這個 這些四神啊 這些 我們的五官六福 五官 我們的這個 四張五張六福 四肢百害 來好好的相處 那麼自信發漏呢 我們自信 也要跟我們外在的 這些種子 好好相處 那麼我們現在真主人 為什麼沒有辦法 跟人家好好地相處 因為真主人 根本都沒有在家 真主人沒有用事啊 那誰在用事呢 就是四神在用事 我們說六四 我們說六四 莫拉是 阿賴也是 這些在做主 那這些做 這些做主的 就是一種對立的 是分別的 那所以 人類一直處在這種對立 分別的狀態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就互相的疏離 所以越來越仇視對方 越來越默示對方 那麼這樣的現象呢 就導致今天社會 不安的現象 忍忍的心 心求安頓 可是呢 卻不知道 把心安置在 這個自信的圓滿上 我們都要這個和諧社區 和諧社區 不是你去那裡 嬌嬌插花啦 嬌嬌捏捏 捏這個黏土啦 這樣就可以和諧 如果你不曉得 自信的這種 本質具足 你不曉得真主人當家的話 你這個社區的和的部分啊 是只能夠做到表面功夫啊 你沒有辦法真正落實 所以真正落實 要從我們修道的開始做起 每一個有 有志一統 有這種覺悟的人啊 趕快 趕快來下功夫 所以三寶心法 這個是明師教我們的 回天的這種功夫啊 三寶心法 不是在 修道的儀式 這樣喘一喘 然後就沒事了 你就可以回天了 全文道之後等著貴空 等著生軟如眠 大家都可以回天 這個是相當的錯誤的執見 哦 所以這個老祖師曾經講 半道不修道 終日欲借分 半道 不知道修道 那麼半道的這個定義啊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去 去點一點 去做上下直理 去做打毛巾 去跟人家熱鬧一下 呢 掛來銀寶師以為自己很有功德 結果呢 自己的心性呢 完全沒有證物 哦 內在的脾氣毛病 一點也沒有改 所以半道沒有修道 那麼你這個半的道有什麼 有用嗎 有意義嗎 如果我們不是用真正的道德良知 來度化別人 來影響別人 來教化別人 別人怎麼可能會聽你的話呢 那麼你自己都不了解自信的所在了 那麼你哪有辦法 教導別人 自信之所在呢 你沒有辦法回天 你沒有辦法生死自在 如何教人可以生死自在 如何教人回天 所以正己成人 這個才是真理 我們上次講 三省事物的功夫啊 這個是儒家傳給我們的 這個是實實在這的修行 你好好的三省事物 好好的在道之中子上 下功夫 哦 你是有德之人 所以我們說 道德 有道又有德 我們現在呢 有道無德 那麼有道無德 你的道也會失掉 那有德無道呢 就成為這個世間的 善人的標準 你還是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道跟德要合起來 道是什麼 道就是我們圓滿了自信 那一份真誠 那一份慈悲 那一份親近感恩懺悔 尊師 尊師重道的心啊 只有那一份 的這種 真實的心啊 才有辦法 讓我們回歸自信 讓我們的超脫六套淪位 了脫生死 這個才是正己的功夫啊 所以正己要從這裡正 那麼德行的流肉 也是從這裡流 德行的流肉 那麼大家呢 感受到你這份德 當你傳道給他的時候 大家呢 要效法你這份德 希望呢能夠回歸道體 回歸到像你這樣子 道德充滿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暴身啊 那麼這個暴身呢 是經過修行 所證悟到 的一個 法身離體 那所以說 我們自己很重要 他說中日御界分 那半道不修道呢 整天都是在御界裡面打滾 我慾望呢 就是貪春吃 每天都在貪春吃裡面打滾 憤恨不平 整個 整個生活了 秩序亂糟糟 那麼你自己 內在都是這樣亂糟糟的 你煩惱妄想都是 這麼 這麼樣的分掌了 你怎麼可能有辦法澄清整個社會 我們的家庭可能都沒有辦法了 更不要說 社會國家了 所以儒家那一套 這一套的這個修行功夫啊 事實上 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修身 齊佳治果平天下 這是一套非常好的 一個修行的方法 那麼這個修行的方法呢 我們用簡單的 這種 做法 把它落實在道之中子 那就是儒家的修行方法 落實在道之中子 佛歸禮邪 把它好好的做出來 表現出來 然後呢 你才有辦法去影響別人 你才有辦法去成仁 成仁成物 在影響到整個 天地萬物 所以天地萬物的成就 是因為你的成就而成就 你是一個世界的重心 你很重要 那因為你的自信 是跟整個天地是一體的 所以常常有人問我 粉筆會不會成佛 這個原子筆會不會成佛 這個書本會不會成佛 它們如果是萬物之一的話 那麼物有法性 物的這個法性呢 跟人的佛性是一體的 我們從水的實驗啊 這個在網路上常常在報導 佛教界也常常 以這個例子 作為講課的課題 日本的一個科學家 將本聖博士 他用水做實驗 用米做實驗 水有沒有見聞學字 他把水用瓶子裝了 在瓶子外面寫上 愛感恩謝謝 這些善意的字眼 結果這個水呢 是充滿能量的水 這個水呢 在瓶子裡面呢 一直都不會壞掉 那甚至呢 它可以讓整個湖水 它那個那一份 髒亂那一份那種 混雜的這種湖水啊 透過人的這種善念 去把它改變過來 那水 水有見聞學字 那它用米 米同樣有見聞學字 它可以看 也可以聽 也可以感覺 也可以知道 這個這種實驗呢 在我們的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很有意思 那麼水 也不是動物 也不是植物 水應該是屬於礦物 那礦物有見聞學字 那麼表示呢 其他礦物也有見聞學字 也有法性啊 所以石頭也有法性 原子筆也有法性 那麼他們什麼時候成佛 就是你當你成佛了 整個境界就成佛了 所以怎麼可以說 不修道呢 半道不修道 我們以前 還有聽過 半道成道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說法呢 是很很早以前 大道在弘產的時候啊 當時呢 人心非常善良 真的是得益善和全權福音啊 所以呢 老師講什麼 先佛講什麼 就趕快去做 然後呢 把這個道理呢 趕快去度化眾生 所以以前呢 半道成道 因為他們在半道之中呢 在跟人家講述之中呢 同時就在回饋自己 警醒自己 也是在成就自己 所以有半道成道的說法 現在呢 我們看現在的訓文裡面呢 幾乎先佛都沒有這樣講 先佛都沒有叫人 就趕快去度化眾生 而是不斷在強調了 度化眾生 不要忘了度化自己 半道不要忘了修道啊 你修行不修心 你哪有辦法呢 去度幾度人呢 那麼如果說自己都沒有辦法得度了 如何可以去度化別人 這個是無有四處啊 那無有四處的道理 大家拚命做 我們必須想到 六祖禪心 五祖忍和尚那句話 他說呢 此事福不能救 因為當時的獨眾啊 終日子求福田 可是呢 不知道生死大事 那麼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呢 就是生死大事 這件事情 福田呢 沒有辦法幫助你 了多生死大事啊 所以了多生死大事 超越六道輪圍這件事情啊 那只有 修道 喔 只有明師的一指 一詢的明師的指點 你就趕快去 去修行 明師傳授給我們三寶 三寶的心法 吾不是叫我們要回歸自然 你萬天法道 喔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就是道 那麼人的自然是什麼 人的自然呢就是 那一份量知 那一份自信的流程 表現出來是什麼 是親近心 是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真誠心 是感恩的心 如果我們常常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感恩之中 喔 親近之中 那麼我們還有什麼會跟人家不合的 喔 會跟整個宇宙社會不合的 沒有這種自信 那麽 我們的這個 外在和的內在也 內在也一定也和 你的心都是親近的 你的心都是真誠的 都是處在感恩的 你的身體怎麼會有 不合的現象呢 喔所以我們現在社會 醫院是越蓋越多 而且呢 永遠都住不夠 我們會發現到這種怪現象 台灣的社會啊 大家都往大醫院跑 而且呢 特別喜歡去住醫院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身體不合 不是那裡酸就是那裡痛 喔不是這個丈夫出現了病變 不然就那個那個丈夫出現的問題 都是處在問題之中啊 都是不合啊 那麽我們的自信 我們的真主人 為什麼沒有辦法 跟這些族群好好相處呢 那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看到真主人 真主人不用事啊 誰在用事呢 這個六賊六賊用事 我們說這個四神用事 我們的分別 妄想之所 這些煩惱在用事 煩惱妄想一多了 結果造成身體不合 第一個現象表現在外的就是身體 就是我們的氣色 就是我們的長相 那麽我們的這些外在呢 表現出來的就不合了 那我們有辦法去期待 我跟家裡的人合嗎 跟這個佛堂的人合嗎 跟社區跟整個社會合嗎 所以修行沒有不是從自信下功夫的 合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自信的流露啊 是要教我們 看待所有的眾生 看待所有的萬事萬物是一體的 只有一體才可以合啊 在我們的這個身體裡面 什麼是第一 我們的頭最重要 頭說第一 手呢 手說我雙手萬能 手最重要 那腳說沒有 如果沒有腳 你能夠去哪裡啊 腳最重要 那五章六五都說他最重要 那結果誰最重要 也不是頭也不是腳 也不是手 而是誰 每一個人都重要 每一個族群都重要 每一個器官都重要 那麼這個呢 才是自然的生活 才是呢 真主人當家的生活 真主人當家就是回歸自然的生活 就是處在感恩 處在親近 處在真誠慈悲的那一份狀態 就是大家都是第一 你哪有可能說 你投第一好 我只要投 我不要手不要腳 不可能 我只要手不要 不要腳不要投 也不可能 我只要心臟極臟的丈夫不要 也不可能 每一個丈夫都第一啊 所以 看 用眼睛 眼睛看是第一 耳朵聽 耳朵聽是第一 嘴巴長 嘴巴長是第一 每一個都重要 沒有不重要的 那過去到我們的社會 每一個族群都重要 每一個分子都重要 誰最不重要 沒有人不重要 天生我才必有用 沒有一個族群是弱勢的族群 是低人的族群 沒有這樣的族群 每一個人都重要 每一個人都是第一啊 只有 大家呢 把所有的族群 都看成是第一 是一體的 是第一的 是整個 大生命的 這樣的一個 本體啊 那麽才有辦法真正 充滿了一種核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 進道修行的功夫啊 我們常常聽到 華人 在世界各國 然後做生意 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呢 這個華人啊 他不曉得 何相領的道理 所以常常 在當地的 這個國家 受到當地的居民的排擠 不是呢 被綁票 被槍殺 不然呢 就莫名其妙的失蹤 或者是家庭呢 遭遭悔 每天呢 生活處在這種恐懼不安之中啊 那麽我們台灣的政府 台灣的這些學者專家啊 也不斷的在感嘆啦 台灣人 沒有尊嚴 台灣人到處受欺負啊 事實上呢 並不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仔細的來思索這個道理啊 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核的因素 也就是說 我們這些華人 我們這些台灣人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他沒有跟當地的居民 處在一種核的狀態 那麽 有一句話說 一家保暖千家 怨 你一個 你這個家庭 住的豪華 又舒適 吃的呢 三升海味 出門呢 就是這個豪華的轎車來代步 穿的呢 都是這種 凌鑼 戳斷 高尚的衣服 結果呢 在你旁邊的住的都是 都是這些木造的房子 這些矮房子 居民呢 都是 生活在有一餐沒有一餐的狀態 結果你住在他們旁邊看到 看到他們這個樣子 完全沒有核 你完全沒有核 你完全沒有核 人家怎麽 怎麽可能放過你呢 所以一家保暖千家怨 你這個一家保暖 其家人 其他家千家不保暖的 他怎麽可能會放過你 他怎麽可能會容得下你 他怎麽能夠不怨你呢 你想想看 你只要出一點點的慈悲心 就可以幫助他們 過了好一點的生活 結果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呢 變成大家的眼中釘 所以呢 大家視你為敵人 想辦法呢 就是要報復你 就是要毀壞你 因為你不把他們當人看嘛 你自己吃處這麽好 我們吃處這麽差 所以當地的這個居民 那有不群起激憤的道理 所以 瞭解到這個道理之後 我們就要懂得 有福同享 我自己得利益了 趕快把這些利益呢 分給大家一起享用 菩薩有功德 他自己不要功德 他把功德呢 分享給眾生 讓眾生得到功德 那麽修行人也是要這樣 你到一個國家 你自己 做生意做得很好 你在那裡度化別人 可是呢 你自己吃好穿好 別人的生活你都不照顧 那麽你哪有辦法 去讓這些人得度啊 那沒有修行的人 當然就更糟糕 所以華人在這個國際社會 常常受到排擠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華人的奮鬥力很強 自製力很夠 所以他們有辦法自給自主 可是當他們自給自主之後呢 卻沒有想到 其他那些沒有辦法自給自主的當地人 所以當地人呢 不斷地排擠你 不斷地障礙你 甚至呢不斷地恐嚇你 還威脅到你的生命財產安全 那他們不是無緣無故了 你要想想自己 有沒有照顧到他們 雖然他們不是你的員工 但是他跟你生活在一起 又形成一種共業的現象 你要影響他們 你要讓他們過好生活 那有些人不懂 你要負責去教育他 你看我們古時候 儒家講 坐之君 坐之親 坐之師 這個三項要同時達到 那麼你才有辦法 真正的把這個地方呢 做到一個和的狀態 你才有辦法和相領啊 你跟坐之君 君呢 君就是領導他 領導他們 走向你的目標 大家呢 遵守你的目標 達成一定的使命 這要讓他們呢 能夠改善生活 能夠改善他們的這個行為模式 改善他們的思想 這個是君 君呢 你要以身作則 你自己不以身作則 如何去改善他們呢 坐之親 親呢就是親愛 你要像這個家人一樣呢 去親愛他們 跟他們在一起 體驗他們的生活 聽聽他們的心聲 瞭解他們的想法 然後呢 適度的呢 改 讓你自己 用一些方法來幫助他們 想一些方法 怎麼樣呢 來更 更讓他們能夠 瞭解到你的心意 你的誠意 他們看你這麼樣 關照他們 這麼樣愛護他們 他們怎麼可能 會群情暴動來攻擊你啊 這是做是親的道理 那做是私人 你要教導他們 你要教化他們 喔 他們今天這麼苦 吃不飽穿不暖 他們生活在這種 這種 卑劣的環境之中 為什麼 那麼你為什麼可以 生活在這種 富貴無語的狀態之中呢 這個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要教導他們 讓他們真正的離苦得樂 讓他們脫離那種 苦的狀態 而達到這種熱的狀態 這不是菩薩的慈悲嗎 喔 你要拔他們的苦 然後呢 引導他們到快樂的境界 這個是做之私 的一個本分 那所以 何鄉嶺 在這個鄉嶺之中 我們要做到 做之君 做之清 做之私 這樣的一個人格修養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 說 達到何鄉嶺 那麼你也不會說 一家保暖千家 千家院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那麼再想想 我們的身體 當我們的一個身體 某一個部位受傷害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的 這種器官 他都想辦法 來讓這個受傷的部位 趕快好 好 是不是這樣子 那是啊 是這樣子 我左手受傷了 右手呢 要拼拼的去安撫他 希望左手呢 的傷趕快好 那其他的功能 也拼拼的來 想要幫助他 讓這個受傷部位趕快好 所以 這個身體 是一種自然的法則 達到一種和的狀態 那麼我們對待族群 對待這個萬事萬路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呢 那所以和 和的道理是一種 是一種很 生存的修養 是一種謙卑的流露 我們 讓自己 有辦法幫助眾生 達到離苦得樂 那這個就是和相靈 真正的讓 讓每一個這個族群啊 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 這個是和相靈的一個態度 那麼我們這裡 用到這個陸祖中醫 經公主師啊 他曾經講的這些道理 那他說呢 這個眾生 這種 輪迴的業因呢 是因為 這種念頭的引起 那這種念頭呢 讓眾生呢 形成一種業力 那這業力呢 因為同樣業力的人 住在一起 所以就形成一種 共業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有個 有些族群 看起來總是比較貧窮 比較落後 或者是說看起來 極難救治比較多 這個就是一種 念力所形成的共業 那所以這個 這樣的族群呢 必須要由我們 修道人啊 進入裡面去 救度他們 去教化他們 去示現給他們看 讓他們也懂得 這種道之中子的道理 懂得修道半道的道理 懂得呢 這種離苦得樂的道理 要透過教化 才有辦法慢慢改變 他們的習性 所以習性是虛幻的 習性不是真實的 因為習性是我們累積累世 所累積下來的 是卡在這種自性 之上的 那自性 沒有不慈悲的 自性沒有痛苦 我們的自性呢 沒有所謂的這些 是非對待 那有這些呢 是因為我們的自性 被於我們的 我們的各種念力 各種業力 所覆蓋住了 那所以如果說 我們能夠轉變我們的念力 那麼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轉變業力 轉變業力 是不是就可以幫助我們 離苦得樂 所以他說 一念三千念 一念萬年根 一念呢 就形成了這種各種複雜的念頭 我們說一念不絕而有無名 那麼這個無名呢 相訊不斷 累積累積 永不停息了 那一念接著一念 就一直到 輪迴不已 所以一念萬年根呢 形成了這種 萬年不對的現象 事實上每一個念頭都不同 但是呢 念念相訊 而且呢 撒那聖滅 因為變化太快速了 所以人的知見呢 沒有辦法去領受 沒有辦法去轉變它 所以造成呢 我們自己隨著業力而走 渾然不自知了 那這樣要 要知道 我們一撒那 一撒那念頭到底是有多少人 那華雁金米勒菩薩 他曾經講 一撒那的念頭 一間兩百八十萬兆 那這個念頭到底有多少 就是無法想像的念頭 怎麼一個撒那而已 會有這麼多的念頭出現呢 因為有粗的念頭 有細的念頭 粗的念頭人都不容易察覺 何況呢 還是這種微細的念頭 那所以呢 祖師曾經說啊 真佛本無念 因念生聞破 那麼真正的佛菩薩 聖賢人物 他是沒有念頭的 他不是起心動念是善的 而是呢 連起心動念都沒有 沒有 那麼連起心動念都沒有 就沒有生 沒有死 沒有變異 沒有所謂的這種 輪迴的亡反 都沒有 都處在一種寂靜的狀態 多處在一種 清淨 平等覺悟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真佛的狀態 那真佛本無念 那無念呢 無念才是 是 心性的狀態 那所以這個講到 在布袋戲裡面啊 曾經有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很有意思 一個魔教的 魔教的大將 非凡公子 他發展出一道功夫 叫做無空間距離的殺人法 我這道功夫 單單聽他的名字 就知道說 哇這個是不得了的功夫 殺人不用空間距離 他可以一殺那之間呢 用他的念頭來殺人 把他的念頭呢 轉成一股 無形巨大 不可壓抑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來傷害對方 所以當他這個功夫一出現啊 在中原武林這邊 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 遇見這樣的招式 每一個人都輸了 所以被當時被 被殺的這個 所謂正統武林人士啊 也是很多 束手無策 那其中呢 蘇環貞的這個好兄弟啊 葉小差這個人 他是中義第一啊 咳咳咳咳咳 他是一個非常忠心的人 那他的心呢 達到一個忠的狀態 當然就是不偏不倚 他是為了整個天下 武林來著想 他要想到如何破解這些招數 那所以呢 他每天就在那裡沉屍 他每天就在那裡沉屍 有一次啊 他在一座湖 在那裡沉屍 我們說了 三寶心法 用三寶功夫 那他要用三寶功夫 來破解這個 無空間距離的殺人法 那當時呢 突然呢 有一片這個楓葉 就從樹上掉落下來 那這片楓葉呢 在湖面上這樣 湖面上飄飄飄飄飄到湖面上的時候 就湖面呢 起了陣陣的涟漪 起了涟漪之後呢 結果又歸於其境 那他就因為看到這一幕啊 突然就頓悟了 頓悟什麼呢 頓悟到無聲之聲 無聲之聲 你看那個楓葉飄下來 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但是呢 他卻有辦法引起 這個湖面上的涟漪 所以呢 他頓悟到這個無聲之聲啊 就讓他想到 要如何破解 無空間距離的殺人法 那麼 無空間距離 他是用意念殺人 如果我們是無念呢 人是無念 可不可以對付 那個強大的殺人意念呢 他突然覺得這個是 絕對可行的 他當然呢 他就把這樣的一個頓悟啊 融入到他的武功之中 結果夜小差呢 跟非凡公子兩個人 互相在對峙的時候啊 非凡公子用出那一招 無空間距離的殺人法 好 夜小差呢 就用這個 無聲之聲啊 在禪中講 之手之聲啊 那之手之聲就是 一隻手的聲音啊 一隻手的聲音就是無聲啊 但是用無聲的方法 也就是說無聲的方法 就突然 叮叮叮叮 把這個 非凡公子的 無空間距離殺人法的招數 給破解掉了 當然 非凡公子 就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就趕快逃命去了 就趕快逃命去了 那透過 透過這個戲劇的表演 欸我們就知道 這個 這個 功夫的展現啊 這一幕啊 會讓我們體悟到 那種 無念的狀態 當然那戲劇的表演方法 只是點到為止 那裡面的方法 要我們用心去悟 意念是 絕對是可以殺人的 這個是 在科學上可以 印證的 如果說我們希望呢 某一個人趕快死趕快死 每天呢 用那個念頭去 去報復他 結果這個人就真的 會被你 意念殺死 所以為什麼念佛 可以成佛 我們意佛想佛 每天都在做佛事 當然就可以重佛 這個是念 後來的 他說無念 無念呢就是達到真佛的狀態 沒有起心動念 沒有起心動念 我就沒有生死 沒有輪迴 他說 他這裡說 因念生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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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 要念正神在 妄念父邪神 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神 是正的 是在 我们的心性上 我们心性的变化都是 都是这种 至善的 所以这个要用正念 要克念 儒家讲 克念重圣 克呢 克就是当然就克服自己的念头 让自己的念头 回归到无念 当然我们一下子 绝对没有办法达到这样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让自己 达到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这样的标准 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 妄念父邪神 我们如果起心动念 有一事好的这种邪念 这些邪神就来干扰你 烦恼妄想就会出现 所以就打乱了一团和气 所以我们想要和相灵 事上就是在这个 克念 正存在 克念成圣的道理 我们要先 先稳住我们的心念 让它达到无念 无念的状态呢 才能够和一切万事万物 帮助一切万物达到一种 一种平和的状态 大家好 到这种子 讲到改恶向善 这一段经文 那改恶向善 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 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善恶的形成 是什么原因 那怎么样改 怎么样向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 讲到改恶向善的 主要的课题 前几天 有一个道亲 有两个道亲 其中一个资深的 一个资浅的 来找到后学 那么这个资深的 成全这个资浅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资浅的道亲 他来到道场 本来很用心 很发心 在道场的付出 但是最后呢 看到道场 道亲所 视线出来的 的这些言语行止 让他非常的失望 所以呢 他把自己 闭门思过 也不接近任何人 也不接近 这个道亲 所打来的电话 那这个资深的道亲呢 当然就觉得 很紧张啊 想办法要成全他 一定要让他出来啊 这可能是 业力在阻碍他 那所以说 他就把这个道亲呢 带到后学这边来 跟后学聊聊天 那说实在的 后学也没有办法 教他什么 如果想到 老师 他已经将 自尊自贵的大道 将我们圆满具足的 这个三宝 都已经传授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到底 还欠缺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 不晓得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告诉 这位道亲 你现在 身上所具有的 就是你一切的资料 圆满的资料 而且呢 最丰富的资料 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一切的问题 都是在内心 找方法 而博士具向外寻求 解决之道 那后学的这些观点 跟他讲 让他呢 有所起悟 有所反思 那他这个道亲呢 也是很有根性的人 他听到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见解 让他觉得 有所起悟 那如果说 讲到说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道场的一切 一切现象 很多都是人心用事 这个不足为奇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那么不管是在 道内在道外 人的分身 总是会产生的 那么这些 这些不如法的现象 的产生啊 都是因为 对于民师所教导的 这个三宝心法 不了解 对于我们这个圆满的自信呢 不够 体悟 没有深入的这个 见解 以至于造成 以至于造成 自己所 所做 自己所为 也是不是 如如如 自信的 follow 那么这个 不是自信的follow 当然就是 自信的follow 也就是旺心的 的流程啊 那么真主人 不做事 真主人 不用 不用 不用公 不用这个主持 结果呢 外面的这些人 外面的这些 五一六成 在做主 士心在做主 烦恼在做主 那么五一六成的做主 就形成 人在言行上 就造作各种的 不善业 那这个不善业呢 有可能他自己 都不知道 那么别人 看在眼中呢 总觉得这个人呢 很奇怪 他讲话 他的这个动作 并不像一个 修行人的行为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这个 言行 举止 到底是不是 有达到标准 这也不是一个 普通人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社会呢 一般的人 都是这样子 人人都是这样子 那么 这件事情呢 就 见怪不怪了 好比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呢 在外面呢 有所好险 无所事事 随便 闹事 打架 然后被抓进 警察局 然后报道 没事了 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夫妻离婚 夫妻分居 那么 社会报导 把这个 这种现象呢 也当成是一种 自然的反射 那么现在 我们的电视剧 我们的这个 生活周遭 促眼所及 看得到了很多的 单亲的家庭 一个母亲 一个父亲 带着一个孩子 或几个孩子 单独抚养 单亲问题 在现在社会上 已经是一种 普遍的现象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产生了一种 社会上的隐忧 这一种隐忧呢 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但并不是说 单亲家庭 是错误的 而是说 它是一种 不协调的状态 不是 不是与人类 那种生活 合理的状态 所以在这样 不协调 不合理的状态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 这样的子女啊 他们以后长大 势必呢 也是一种 不协调的状态 不协调的 这种心理啊 来进入社会 那所以 它的一些所作所为 它这个不协调的 言行啊 它认为是自然的 认为是正常的 那所以就会造成 跟别人 格格不入 跟整个社会 格格不入 那么就 有更多的 私益的人 怀采不益的人 充斥在整个社会 那么他们 如果比较激进一点 有可能就形成 社会暴动的一个 代言者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 好好的去思索 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 有因果的关系 今天讲改恶向善 如果能够从 这个改恶向善 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来走 相信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 让他的生活 转成到最美好的境界 那么我们知道 善恶 这个是古时候 古大德 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 饮恶扬善 我们要去恶重善 做好事 大家都知道 做坏事 大家都脾气 但是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 善的标准是什么 恶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们必须分辨清楚 如果说 从古大德 的解释 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这些古大德 这些真正有修行政务的人 他们所讲出来的话 就是属于 见性的话 见性里面的话呢 绝对是 清净平等 所以 在 了凡事讯 云古禅师 曾经这么样的开示 有人问他 那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呢 是不是 这个帮助别人 就是善呢 拿食物给人家吃 就是善呢 云古禅师呢 对于这些问题啊 通通把它否定掉 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得到的善 是属于 这种 慈善 急难救助 这种善 那这种善呢 不是一种 究竟的善 那这种善的 这种言行啊 行为 都只是一种 福报的因果 那所以云古禅师 就直接把它否定掉 那他说呢 善就是 没有自私之力 一切呢 舍己为人 一切为别人着想 只要起心动念 都是为了众生 为了别人 那么这个就是善 只要起心动念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我 那么这个我 的这种念头啊 这个就是恶的念头 所以云古禅师 他把善恶的标准 定义在 我的标准 可见 这个我相啊 一向是 众生 我们人 最会 去执着的 修行人 要把我相去除 这个是非常困难 我的 我所有的 我所掌控的 我的这个事业 我的家庭 我的子女 乃至于说 我的道场 我的后学 我的业绩 等等的 这个我的 只要 还有一天 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啊 那么 我们一天呢 就 累积了更多 不善的种子在里面 这个不善的种子啊 会把自己呢 带落到无比的 痛苦深渊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这些都是恶习的种子 那么造了恶因 当然就说要受恶果 所以自己的 这种困难 挫折 障碍 障碍现前 苦病缠身 这些呢 都是自己 从前啊 做出种种的 不良的 业障习气 不良的 这个恶言恶行 所形成的 这种果报 那所以 如果说 起心动念 都是恶的 都是为我的 那就是 一种恶习的累积啊 起心动念 都是为别人 那就是一种 善种子的累积啊 所以善恶是什么产生的 善恶我们说的产生 是属于他的果报的现象 为什么 有的人 他出生就是 在富贵人家 在优渥的人家 在不愁吃酸的人家 可是有的人呢 他必须跟着父亲呢 为三餐劳苦而努力 或者是说 为了 为了 学业 而要去 工作 为了下一餐 而必须努力呢 去找工作 有一顿没一顿 所以每一个人的果报不一样 那所以在 明圣经里面讲 世上不起等事啊 全凭一点真心 那么这个世上不起等事啊 这个是世间上的现象 世间上的这个真实现象 就是不等的 你说怎么等呢 皇帝跟乞丐怎么平等呢 男的跟女的怎么平等呢 富贵的 跟这个平贱的 你没有办法平等 所以真正的平等 是平等在 那个内在的平等 那个内在的平等呢 是大家都具处的 大家都圆满的 大家都是无量的 那从那里平等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所要强调的 一种命题 那我们现在知道 善跟恶的标准 如何变成善 如何变成恶 那我们要来探导 善恶到底是从哪里来 人 心 它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因应的 静缘的不同啊 会产生 各式各样的念头 善那善那之间生命 这个念头呢 是有的粗 有的细 有的非常维系 维系到自己呢 都没有办法察觉 念头的闪过 所以人 一刹那有多少 多少念头呢 如果照佛心的讲法 有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万兆 这个兆的 兆的这个数字啊 在我们生活之中 就已经非常的遥远了 那么今天讲到念头 回事所变 这个回心所现呢 心是 能够让我们变现 变现出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比如说我们这个梭婆世界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众生 这些万物 这个是回心所现 那回事所变呢 回事所变就是 依照人的善业 恶业的不同 所变化成各种的 所变化成各种的境远就不同 所以为什么你会变成乞丐 你为什么会这个障碍重重 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会落魄不堪 这个是回事所变 心跟世 其实是一个本体 心是真心 真心是如如不动 真心它有一个能变的一个因素 真心所变的都是纯然至善 那么但是呢 真心又会变成这个妄心 又有一个妄心 我们说无明在里面 所以当真心 不是变成纯然至善 而是变成一种妄心的话 那么妄心呢 会常常引导人的那种 那个念头 会把这个妄心所看到的一切 都变成是真实的 都认为是真实的 但是是同样一个心 这个所谓的真妄不二 真妄不二的道理 这个我们要清楚 通通都是那个信心 但是呢 我们用四神用四 我们用这个五一六成 再主持了 那么五一六成 就形成了人 会生老病死 那死了之后呢 就又换成另外一个静缘 另外一个大丸静 另外一个躯壳 然后呢 再继续一生的 这个轮回 所以人因为呢 这个妄心的变化 也产生了六道轮回的现象 那这个六道轮回呢 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呢 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打滚 在佛教以前 印度的婆罗门教 号称有八千年的历史 那么婆罗门教的教徒 他们在修行 主要以修订为主 所以当时的人 可能呢 修订了都很有功夫 那所以他们的这个 学术的发展 是相当的高明 那他们 在修订的过程当中啊 他们可以脱离屈壳 入定之中啊 可以到天堂 可以到地狱 可以这个 遨游整个 六道的世界 那六道的世界呢 可以说虚广无量 非常的浩瀚 那他们进入这个定中 在六道里面这样遨游 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世间 有所谓的六道轮回的现象 看到一个人 他升天了 后来又降身为人 后来又堕落了 多落为畜生恶鬼 地狱 然后地狱受苦完 又继续的轮转 又不断的变成畜生 又变成人 然后呢 又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布施 结果呢 又变成天 然后从天呢 又堕落成人 这个累结 所以然 他们知道了 这个行善 就会升天 作恶 就会下地狱 所以呢 他们的教义 教人家行善 教人家作恶 教人家去恶 但是行善 做恶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是让自己在六道轮回里面 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 六道轮回的束缚 所以当时的婆罗门教 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要一直等到 释迦摩尼佛的出现 他自己呢 也跟学着婆罗门教 休学了一段时间 然后自己在定中 也看到了这个现象 但是呢 他要问他们 这个婆罗门教的老师 到底六道轮回是怎么形成 那么如果人 要跳出六道轮回 到底要怎么样跳错 结果婆罗门教的老师 知其当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回答他这个问题 所以佛陀必须自证自悟 一直他在这个菩提树下 受燃灯佛的这种受计 了解到内在圆满的自信 如如不动的那个本体 当他这个 阅读明星的时候 发现到说 原来明星不在外面 就在里面 里面那个如如不动的 那一份道体 是圆陀陀光硕硕 跟那个明星的光 是一样的闪耀不已 所以他就证悟到 人的那个 本体 是不生不灭 是不会受到 境界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所以当他误到这个 误到这个本体之后 他就超越六道沦位 因为他完全放下了 完全放下了 就不会受到六道的执着 你看我们说 人 人的 做 做人的标准 起码要做到五上 五戒 三道一望九 这五戒守得好 还可以行人道 那么 那五戒的善行 让人 可以在人道里面立足 人道里面生存 但是人道如果 还要再超越 到天道去 那么 他的超越 必须遵守 身口义 我们所谓的十善业 身呢 就是五戒的标准 要做到 再加上口义 妄语两舌 恶口其语 这个是口业 不准照 但一业不准照呢 就是贪嗔痴 这十种善业 通通做到了 你才有办法 升到天界 那升天界 天又 二十八成天 依照你放下了 程度的多广 然后你看到 你生的这种 等级有多高 所以完全都是在放下 身口义 通通放下 灵魂力 知识之力 通通要放下 才有办法 升天 那如果过分的执着 过分的染着 过分的重欲 那么就会堕落 堕落成恶鬼 堕落成畜生 堕落成地狱道 所以完全是看个人 他的心念 事变 所造成的现象 那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 因为完全放下了 完全放下了 了知到人 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本体 那一份道体呢 是本来具足 本来圆满 所以为什么他出生之 他开悟之后呢 他讲了那句话 奇哉奇哉 云和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等 那么可见呢 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也就是说众生 必定成佛 众生本来是佛 所以他必定成佛 所以众生不是恶鬼 所以恶鬼 众生变成恶鬼 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众生变成人 也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说来说去 六道通通都是虚幻的假象 人会在六道里面轮转不已 又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这一切呢就是 以虚作虚啊 以患作患 那所以斯嘉莫尼佛了解了这个道理 他才 有办法帮助人 将人呢 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跳脱出来 拉拔出来 所以呢他才不舍众生啊 道驾持行不断的来告诉众生 这件事情 这个法华经里面 他讲到 诸佛菩萨来到人世间 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让众生 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那么所以这个开示误入 佛的知见 就是圣贤人的标准 佛菩萨的标准 那么我们如果讲到善恶的标准 就是以圣贤人的标准 佛菩萨的标准为标准 那今天我们老师 把道之宗旨教导我们 那么这个就是老师的标准 祖师的标准 我们要改善向善 只要照着道之宗旨的话来做 那你就是改善向善 那你就可以 回归本位 所以因为人的心 各有不同 心存不同的念 念力 心想意固 造业意义 因为心想的不同 所以所造的业也不同 所造的业也不同 当然所受的果报就不同 你看佛菩萨 具处了智慧 德能 向好 那么我们在凡夫身上 我们有看到吗 看到智慧 智慧 只有一点点 跟佛菩萨那种 能够了知 这个宇宙三世 宇宙这个 千万世 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 人的智慧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根本没办法一比 所谓 若一毫至一太虚 你怎么比 眼前的困境都没有办法排除了 你怎么样去说到 那种遥远的 高超的 这一种那种 自信的 的广度 跟自信的深度 所以智慧 没有办法比 德能也没有办法比 德是道德 佛菩萨 圣贤人 他的道德 就是圆满的道德 他就是一种世间的典范 儒家讲 坐之君 坐之师 坐之亲 圣贤人 他就是要教导众生 坐之师呢 就是引导他 教化他 坐之亲呢 就是光爱他 常常的体贴他 坐之君呢 就是领导 把他们带向 一条光明之道 觉悟之徒 这个是圣贤人 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因为众生的 心想异固 造业异议 他想的不同 他想的不同呢 所以造成了各种 禁言现象的不同 我们说圣贤人 他的德能是具足的 能力 能力就是我们 现在所看得到的 这些技术 这些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 是完全具足的 还有他的像好 也具足 佛复杀的像 是圆满的 是端庄的 那么我们忍的像呢 是不圆满 我们的像呢 常常会因为 我们的这个老病死 而有所变化 甚至一个起心动念 就产生我们的 这个面向 有愉快不愉快的感觉 那所以说 讲到像好 是人 可以 最直接看得出来 这个人 他的这个信念 到底 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修行 要看这个人 修行的火候到哪里 从他的面向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佛复杀说像好 佛的像 是端庄圆满 菩萨的像 妙色庄严 先佛菩萨的像呢 就是这样呢 大貌岸然 所以只有修行 只有透过 放下 这种 五一六成的享受 明文利亚的享受 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才能够回复到 我们这些德能 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要能够恢复 因为这些 本来就是我们的 那所以说 造业异固啊 就形成各种 宇宙人生的现象 所以 宇宙的现象 无一不是心 造善不善 所形成的 人的心善 可能就出现在天界 心善不善 的中间 就可能是人界 心不善 就制造成善恶道 这个呢 都完全是心的作用 所以我们 在这个 六道之中 六道之上 还有一个 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 还不是一个 圆满的境界 但是已经超越 六道轮违了 那 从这个 十法界的 这种现象来看 我们把它比喻成 像一个电视 电视里面 会有很多荧幕啊 很多电台啊 台式 中式 华式 民式 各种 各种电视台都有啊 那么我们只要 一个按钮一按 它就出现 另外一个 一个静元 出现了 我们看到 佛家的电台 一转就看到 佛家的电台 我们看到这个 喜怒爱乐的电台 就看 一转就看到 喜怒爱乐的电台 暴力设情的电台 一转就转到暴力设情的电台 那你为什么会接近这些电台 因为你的心想异固嘛 你的心想到那里去 你想要去看那个 看那个 画面啊 你的心是跟他们是 一样的 所以你会 你就会 选到那个电台 你就会进入到那个画面去 但是呢 同样是那个电视 同样是那个电视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那个心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为心所现了 为事所变了 心都是我们那个心 心是真心 心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那个会变化 会变电台的 就是我们的意念 为事所变 就是我们的意识 这个事呢 会变化成各种的境界 让我们这样 跳来跳去 搞不清楚方向 我们会有时候呢 会进入天法界 当我们心存善念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 就会进入 天的那个磁场 当我们又 起心通念又是饿了 又是呢 这种自私自利的 又是追求明文立养了 那就是 这种地狱的法界 阿修罗的法界 我们就跟那个画面感应 所以同样是那个电视 它可以 分别出各种不同的电视台 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比喻 才知道说 心是同一个心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 把这个心呢 回归到真心 那么我们所看的 就不是电视台这个画面 回归到一生法界 道场讲礼天的境界 那我们讲礼天 事实上也不是 弥勒净土那个礼天 因为我们还要跟着礼天 这个弥勒净土 还要来贫售万教 贫售万教再回去 回去那个时候 就是礼天的境界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使命 还要来聊 那如果说从刚才电视这个例子 我们知道说 整个司法界的现象 通通是新的变现 那司法界有善有恶 那你要善还是要恶 你就自己用遥控去按 那你会说 那个按钮在哪里 按钮在哪里 按钮就是人心的变化 你心想就会变到那里 心想就会变到那里 心想什么 就会现出什么境界 所以心就是那个按钮 所以人为什么我们就要调心 若人事得心 大地无寸土 事得心大地没有寸土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大地了 哪有所谓大地 哪有所谓天地阴阳 哪有所谓人事得是非好坏 没有啦 我们都回归到一针法界了 回归到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 是纯然至上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止于至上 这个是一条觉悟之路 明明德 明要用什么明 要明 明就是你要放下 放下广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放下你的这些烦恼 所以佛家讲 烦恼是非常细微的 他有无明烦恼 有沉沙烦恼 有见识烦恼 这些呢 都是虚幻不实 可是这些烦恼呢 在我们生活之中呢 又挥之不去 起心动念都是烦恼 所以你看见识烦恼 就是执着 人呢 所见所闻 看到那个 哦 就喜欢那个 想到那个 就很想去追逐 这是一种执着的烦恼 承沙烦恼 就是一种分别的烦恼 承沙就像多如灰尘啊 这个泥沙一样这么多 但是会分别 分别这个好坏对错 这种分别好坏对错 这样的一个 的心态啊 就是属于这种烦恼 哦 就是属于这种分别的心啊 那妄想的心就是无明烦恼 无明呢 就是不觉的状态 哦 人会因为各种的 静缘现前而产生不觉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种无明啊 承沙啊 这个剑 剑尸啊 这些呢 通通都是真心所变现的 没有真心 这些烦恼也没有了 所以它是跟真心一体的 哦 真心本来的作用 是至善的作用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呢 会让人产生 这种不良的作用 这会让人产生 六道轮回的现象 哦 会让人呢 堕落在这个无敌的深渊啊 所以说 我们虽然说真忘不恶啊 可是这个 忘的要追 要回归到真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要透过这个力行 透过突破 哦 你要专一 哦 我们讲修行 透过修行 哦 修行 虽然是说 明知为修正 哦 改掉我们的脾气毛病 但是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我们放下 因为我们本来就拒除了嘛 我们本来是佛嘛 本来是佛 我当来可以成就成佛啊 对不对 我们只是回归到本来的面目而已啊 那为什么本来 本来的面目佛 我们要回归会这么难的 那就是因为烦恼一直卡在中间啊 烦恼不断啊 思思相续啊 哦 念念不断 那时候我常常 笑着问各位浅显啊 啊你们有没有烦恼啊 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会讲 哎呀 这个烦恼啊 多多少少都会有烦恼 其实这个是 人人人人世间的讲法 我们会把当作这种忧心啊 哦 过爱的事情当作烦恼 其实佛家讲的烦恼不是这样子 佛家讲的烦恼是 起心动念都叫做烦恼 你动一个念头啊 就是一个烦恼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哦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的念头是相续不断的 我们可以说二六时钟啊 二十四小时通通在烦恼 老师教我们二六时钟不理这个自信 但是呢这个自信呢 如果一时偏离掉了 唐长会夹杂了一些妄想 夹杂一些无名 夹杂一些分别之所 哇 那这个真心呢又越偏越离越远啊 世间的现象呢太过真实 我的家庭 我的子女 我的身份 我的这个名位 这一切呢都是我的 那这个我的呢 会让人没有办法放下 因为这个就是真实的嘛 他会把它看作是真实的 那结果这个真实的啊 就害了人 因为呢这些都是不善业 害了人堕落伤恶道 害了人在这些 这个业果之中啊 不断的沦回 因为人没有办法觉悟 在迷的状态 这种迷的状态啊 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 业 因为迷惑所造的各种业 那这种业呢又会形成果报 那果报的现前呢 又会让我们痛苦不堪啊 所以越苦就越饿啊 越加痛苦不堪啊 越不知道觉悟啊 所以像地狱的人 他要觉悟很难很难 像那些畜生 你要让他有觉悟的道理 也很不容易 那么在人这个位阶啊 他又是 有天的一个思想 有地狱的一个思想 刚好卡在中间 所以人是比较好修行 他只要努力啊 好好的修行 改喉向探 那他呢 就可以尽量 接近 那个 美善的环境 那他如果不好好修行 这个不断的在造恶 不断的在为自己的起心动念 在造作一些分别执着的事情 那他们当然了 渐渐的就堕入恶道 所以改恶向善 要怎么改 如果我们知道 人的这种起心动念 就是烦恼的话 那么烦恼要把它变成菩提 我们说烦恼即菩提 对啊 我们刚才讲 真妄不二嘛 那么妄如果变成真的呢 那就是要放下 也只有放下 你才能够回归到真的 因为你一切都圆满了 你一切都具足了嘛 你为什么还要修 所以明师没有给你传道 明师只是告诉你一条 回家的路而已 到你本来就有了 你今天为什么还要修 修是因为你啊 还不知道嘛 因为你不知道嘛 所以要有一个名词 来指引你 你要放下 你是现在认为真实的东西 因为那一切都是虚幻的 你的事业是虚幻的 你的家庭是虚幻的 你的子女虚幻的 这个太难太难 只有真正的能够觉悟的人 他才能够了解 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都只是一种过程 一种因缘的组合 这个因缘的组合呢 会引发人的情势 人的情势会去直着他 以至于呢 累劫累世这样子一直翻滚下来 没有超越了一天 所以今天到这中子 告诉我们改二向善 那就是一条路 至少我们从改二向善的路 我们会慢慢的放掉 我们的这种妄想 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 如果是纯然至上的话 那么没有所谓的恶的 恶言恶行 没有这些坏的现象 没有这些对待 没有好坏 没有是非 因为是纯然至上的 纯然至上是 清净的 是平等的 所以改二向善呢 当我们能够放掉 这些不好的习气毛病 这些不好的 这种欲望染造 不好的起心动念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归向善土 这个呢 才是实在的做法 一下子要让我们超越善恶 跳脱超反了死 超身了死 跳脱六道轮回 这个是 有一点遥远 但是如果说 我们能够渐进式的来改 从我自身做起 儒家讲 格物 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果 然后品联想 这个是有见识的 有赤地的 不是一下子 要让我们达到 这种 很悬远的目的 所以佛家 把那种理想 把那种标准 定位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呢 是跟我们中国人 的这种儒家的观念 是 不一样 我们 我们儒家的观念 就是在世间 建立一个净土 西方极乐净土 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不需要到 西方去 所以儒家教教我们 我们格物 先从格物做起 我们先把自己的脾气毛病 通通革除掉 我们对于事物的执着 对于这些表 表象的这个在意 我们通通要把它放下 了之这些都是虚弯不死 那么你还在意什么呢 其实你在意的这个肉体 也是虚弯不死 你看肉体如果是 是你的 那么你可以叫它不要 不要老 不要病 不要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讲的像好 自己都没有办法 表现出那个像好 所以我们要好好修行 至少那个像好 才能够代表到底 我们要把那个像好 把它表现出来 那表现出像好 就是你要放下 你要懂得去布施 你要懂得去 这个舍己为人 正己成人 所以格物 格物格除掉 我们的这些脾气毛病 烦恼妄想 格除掉了 对于事物的禁言 也不去攀缘了 然后自知人 砸到 进入到一种 这种圣人的心境 圣贤人的心境 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修为 他们的知见 能够引导自己走向觉悟之路 所以以前 释迦摩尼佛教我们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苦跟戒 都是修道人 他所需要去 遵循的 透过苦 我们了解到 世人的苦 了解到这种苦 然后呢 帮助众生 从苦难中呢 这样脱离出来 要拔除他们的苦 以戒为师 就是遵守这些戒规 遵守这些愿力 遵守这些法则 儒家讲这些礼法 透过这种 人世间的这种 自然的运作 我们说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些自然的运作 来把它整个世界秩序 重新定位好 重新洗牌好 这是以戒为师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以绝为师 绝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那个道体 我们要觉悟到这个道体 明师传给我们的这个道体 是圆满俱足的 今天的 这个修行法门 没有比明师这一点 还要可贵的 只要我们能够从明师这一点 好好的下功夫 知道呢 他我们自己内在 有一个这么样的 如如不动的 这样的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 具组的本体 那么我们还需要去讲外求吗 佛不就在我们的里面吗 那佛为什么 没有办法显出来 就是外面有 有东西盖住了 我们把那个障碍 把它移除掉 那当然了 这个佛就能够自在了 就能够出来了 它就献光明了嘛 所以就达到这个 这个政治正见 所以自知 诚意正心 诚意正心 就是达到人的这种 意念啊 是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甚至连起心动念都可以 都可以自自由掌控 只有同自信发出来 那一份诚意 那才能够叫诚 因为我不是善不是恶 我就是要为了天下众生 我要帮助众生 这个才叫诚意 那正心的是因为 我做的是一种 亲近平等 有一种教化的功夫 所以我是一种 佛心佛现的表现 菩萨圣贤的表现 然后呢 用这样的标准 我们再来 整理家庭 度化家人 我们再来呢 这个推广到社区 教化到整个社会 推广到整个国家 然后呢 平天下 所以平天下 让整个世间呢 都跟着我的 这样的一个秩序 一起在运作 这个才是改二向善的 一个极致 让大家都能够趋向归途 这个善途 大家都能够守法 守礼 大家都能够遵循 人世间的这种游戏规则 是什么呢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这样来走 那这样这个世界 是不是就恢复成一个 一种和的状态 我们说世界和平 和的状态 那达到这种和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净土了 所以每一个国家 有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可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都能够处在这种 善的 好的 和的状态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 所要追求的世界和平 怎么会有世界末日呢 没有世界末日 所以改二向善 改二向善从哪里改 从我们的自行改 最大的恶 就是人的自私自利 放掉自私自利 那就成为最大的善 所以现在 人世间啊 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的争夺 争夺 大家为了我的利益 我的前途 我的事业 我的这个生活 我的居住环境 在那里冲突 这是我 事实上这个就是自私自利 很多很多事情 是可以透过沟通 来商量的 不是要透过斗争 我们的本性里面没有斗争 本性是自善的 他没有争这个 这种行为 自善的 是一定是和谐的 一定是亲近平等的 所以人 能够放掉自私自利 改二向善 这个就真正能够落实到 他的目的 那么我们要 这个广众福田 在这个改二向善里面 我们开始去广众福田 一切恶的这种言行 我都不去说 不去照 恶的这种 静缘 就自然 而然 会少来干扰 你看你要改变命运 你如果一直做恶 你怎么可能会改变命运呢 你的命运只有越来越差 所以 同样的道理 你想要改善家庭环境 想要改变这个 整个社会的风俗 你只有从改二三三向善 来下手 让每一个人 真正的从内心去了知到 那一份圆满的自信 圆满的本体 那种自善的 这样的一个觉知啊 他才会做出 那种善 善言善行 连念头都是善的 只有从自信的善下手 那才能真正做到 这个改善社会风气 促进世界大同 那所以 我们 如果说 我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 那么我们起码要能够改变 我们的命运 如果说我们今天修行 一二四年了 脾气 毛病还是一大堆 禁言 障碍 还是一大堆 烦恼 妄想 也是一大堆 那么 我们可以讲 你修行 根本没有 入手 修行没有功夫啊 你怎么可能改变一切呢 不但说 你的心没有办法改 你的外在也没有办法改 你的这个面 这个向好 也没办法改 只有依照你个人的 那一种 因果的剧本啊 然后继续去进行 所以你种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果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心 变现所产生的 如果今天你懂得这个道理 我不想二远二进来现前 那么我只要一直做善 让善缘都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的四周 那么这些恶缘呢 就通通不会再发生了 一直到我成佛了 我把这些散热呢 都能够净化掉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慢慢的走向一种大同世界的理想 社会呢 要祈求 这种世界和平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极力的去教化众生 要极力的去宣扬 这些主之大德的圣意 让这样的一个道的宗旨 落实在人世间 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 来好好的实践 好好的带领 让整个这个说婆世界 都能够成为联化棒 这个是我们修行人 最重要的使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改恶向善 这个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事向上改 那我们上一次 所讲的这些善恶的跟有 善恶的道理 就是希望 能够帮助大家 真正的改恶向善 必须从理上改 毕竟是上向改 它只是短暂的改变 它没有办法从根本 把它改起 所以 你看我们古时候 这些圣贤人物 他们在改过 它是真正的发自 内在的 真诚与恭敬 那一份谦卑的心 庄子曾经说 有真人 而后有真知 那么也就是说 你对于世上 这样的了解 你必须是 是一个真人 那这个真人的境界呢 是通达无碍的 是 尽虚功 骗法界的 对于宇宙天下万物的事情 无一不了解 所以儒家讲 圣人 那么庄子这里用真人 来表达 这样的一个境界 只有真人 他才能够真正的 了解善恶的道理 而且呢 从这个阴上 就来把它 把它制止 没有造阴 当然就不会得果 所以有真人 而后有真知啊 就是教我们 改二向善 必须从理上改 理就是 抓到我们的 那一份道理 我们的那一份 纯然至善的良知本性 那因为纯然至善的良知本性 是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的 它是至善的 所以它发出来的 这些言行 这些思想 这些动作 都是纯然至善的 但是这样的境界呢 又非常的悬远 非常的高超啊 所谓指指人心啊 见信成佛 这个呢 又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起的 我们知道 现在一般人 这种的一个现象啊 已经到了 无法 无法得定 他们在这个纷扰的时间啊 能够有一时片刻的 这样的静下来 那就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是在讲 那个内心的平静 真正清净无染的 的那一份境界 现代人是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现代的 的众生 干扰太多了 夹杂太多了 你看我们的社会 这些新闻媒体 每天24小时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各地的讯息啊 我们随时都可以了解 而且所报道的这些讯息啊 都是贪生吃爱 都是这些 杀到盈望的事情 那么我们哪有一天 可以得到平静的时候呢 那你说远离世间 逃避在山里面 现在山里面也没有平静 哪有平静的山呢 现在登山科那么多 每天呢 有人要去爬山 台湾的山 几乎都被爬遍了 即使到山里面 还是有车子可以上去啊 还是有这些 现代的资讯 可以进去啊 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清净 甚至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放下 那所以 现在的整个世界 天灾地变非常多 那人祸呢 更不用讲 像昨天的新闻就在报道 有三十多起的这种地震啊 在台湾地区发生 那虽然都没有造成任何灾故啊 可是呢 一天之中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地震 那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不平的现象 大地震动 土牛翻身啊 那这种天灾地变呢 那这种天灾地变呢 佛经也有告诉我们 人心的造善与不善了 所产生的这些天地的灾难 天相呢 天相呢 用这些 用这些 现象 来警醒 世人 比如说 他说 人世间的水灾 水灾怎么产生呢 水灾就是人的贪心所产生的 人心过于贪婪 贪欲 贪恋 贪爱 这些呢 就会引发水灾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区 有太多的水灾 那么这个就 就是这个地区呢 那个贪心呢 太过严重 然后他说 火灾怎么产生的 火灾 就是人心的称慧 我们都愿度 我们都这个愤恨之心呢 充斥在这整个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地区呢 如果太多了这种称慧的心呢 就会引发火灾 随时都会有火灾 那这个火灾的定义是非常广的 火山爆发 或者是说这种爆炸的现象 或者是说整个大气的这种高热 就好像现在 大气层越来越热 温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呢 南北极的冰呢 渐渐的融化 预估南北极的冰呢 全部融化之后 它这个冰所融化的水啊 淹没了这个 我们地球上 沿海地区的城市啊 那这个现象呢 在电视上的报道 类似像国家地理频道 这样的一个报道 让人非常的触目惊心 那科学家 想尽各种办法 要来阻止地球的暖化 比如说他们还盖 盖一层布 在格林兰的冰上 盖一大层的布 那么看看它呢 是不是可以减少 软化的现象 阻止冰的融化 那结果 看到的这个 实验显示啊 盖上布的冰啊 是可以减少 融化的这种速度 比其他没有盖冰的地方啊 更为减少 而且减少上相当的明显 可是我们要想想 人 充其量也只能够盖一部分而已啊 哪有办法将整个南北极都盖住呢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科学家能够解决的方法 也是有限 其实科学家他们提出来的这些解决 知道了 其实只是治标的方法 他用布盖起来 减缓冰的融化 可是冰呢 还是融化 数十万年来都不会融化了冰 到现在呢 几十年之间 通通融化 那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不难说啊 这是末日的景象 末节年的景象 那这样的景象呢 让我们深深的警醒 如果人类 在不知道 隐恶阳善 断恶修善 改恶向善 那么整个天地的这种结束 一定不断的发生 称会引发火灾 这个大气层的变暖 地球的暖化 这是一种称会的现象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有气 这个气呢 可以说呢 随时都会产生 人跟人之间呢 不守理 或者是说 彼此之间口角的发生 或者是说 这个事业的不顺利 家庭 前途 这个儿女 种种的不顺畅 就会引发人的那种 愤怒的心 称恨的心 怨度的心 或者是说 那个 愤世忌俗 这种心 怀才不遇 这种心 那这样的心呢 就引发了这种称会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的称会 都太多 那这每一个人的称会呢 这种称会的气啊 我们说磁场 这样的磁场呢 散步到 我们的生活上空 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整个地球 就变成是一个 大称会的环境 所以你看 大气 大气神 怎么有 怎么可能不会暖化呢 一定是越来越热 旁边人的那个火气 我们都可以 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了 那么何况还是 全世界的人呢 你看人跟人之间 公司跟公司之间 团体跟团体之间 种族 种族跟种族之间 那国家跟国家之间 彼此都有那种互相抗争 互相互相斗 斗墙 斗胜 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 你看现在美国 要从伊拉克撤兵了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呢 也不知道 就是为了一个老大的气势 伊拉克你不听话 好 我美国就派兵打你 结果呢 埋下了这个种族的歧视 种族的这个愤怒 你看伊拉克人 对于美国人 他是不是 那种民主的仇恨 是非常深的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911恐怖事件的发生 那是因为民主跟民主之间的仇视 所造成的这种抗争的现象 那这个只是局部心的这种反射 如果是全民性的开战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产生 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产生了 那么就是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 你看连巴基斯坦这种小国家 连北韩这种三餐都吃不饱的国家 他们都可以发展核子弹 我虽然歧视小国 可是我有核子弹 你美国来要打可以啊 来打 我核子弹也不会输你 但彼此之间呢 核子弹不是那种传统的斗争 传统的斗争是你一拳 我一拳这样打来打去 那个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打到双方的筋疲力尽 打到双方的你死我亡 顶多是这样子而已 那种枪弹 跟枪弹之间的对打 也仅是局部性的伤亡 那现在不是这样啊 现在核子弹只要一个按钮一按啊 你有关的人没有关的人 通通要死了 整个国家要毁灭 整个天下人要毁灭 所以说怎么可能 能够让它发生呢 怎么可以发生核子战争呢 一发生核子战争 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了 所以美国现在赶快从伊拉克撤兵 这还算是亡羊补牢啊 但是呢 那个民主仇恨已经种下去了 如果当初 美国的总统 能够呢 把派兵伊拉克 这些武器战争 人力 这些资源啊 通通用在伊拉克的这种慈善救济 人道关怀上啊 那么我相信 伊拉克对美国 到现在呢 一定是把他敬奉为神明 把他敬奉像父母一样 的拥戴他 不但呢 这个东西双方呢 可以互相的 互相的融合 那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啊 也更自相当的尊重 也更自相当的尊重 我们有一个很圆满 比较差 那你拥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你就认为你可以 强过他 你可以欺负他 那这样呢 哪有不埋下 这种仇恨的道理啊 所以这个恶业就这样产生了 那美国老大已经做很久了 他所埋下的这个仇恨的种子 也不晓得多少 想想这样的一个民主的仇视啊 不晓得到哪一事啊 才能够辅迫 如果没有出现一个 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教主 为天下人来流出他的宝血 为天下人被钉上挺十字架 那么如何能够抚平 这种怨怒之气呢 称慧之气呢 所以大地会越来越热 几乎是不可挽救的现象 那么科学家用了治标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些学作圣贤的人物 有没有根本的方法来治疗 我们所谓治本之道是什么 治本之道就是 今天我们在讲的改欧向善 我们说道治宗旨 如果我们把道治宗旨 这样的理念啊 不断的向全世界去推揚 不断的呢 在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社会人心呢 来去讲述它 去推广它 帮助人们怎么落实道治宗旨 那么我相信 整个世界和平是指日可待的 民族之间的仇视推力 也是可以化解的 人心的愤恨不平 也是可以消弭的 只有呢 先从改恶向善做起 依循道治宗旨的理念来做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呢 才会真正有 这种平定的曙光 这个大气层不再这么暖化 南北极的兵也不会再融化 只有每一个人 回头诸恶末座 每一个人呢 勉励众善奉行 那这样呢 才有可能来挽救 这个世界的末日 这个是想到 称慧的这个恶业 所引发的果报 那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这个 鱼翅 鱼翅会引发的风灾 风灾呢 形成了种种的破坏的现象 这个是人的鱼翅 所供业形成的 那么 我们要知道 人啊 非常的坚固执着 非常的刚强男话 那这种坚固执着呢 会把假的当作是真的 似是而非的东西呢 认为是真理 然后会一直执着 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理论 结果呢 一直走下去 结果呢 是愚痴的 他不晓得转迷为物啊 转世成智的道理 不晓得转凡成圣 这样的一个作为 以至于说啊 累劫累世 都执着在 他的这个八四田中的 这种观念意识啊 这样 扭转不过来 所以就一直在 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管 那么人的愚痴呢 可以说啊 非常的明显 在社会上 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一窝蜂的文化 一窝蜂的文化呢 就是形成 这种愚痴的现象 就可以看出 众生啊 他没有这个智慧 然后跟着流行 比如说宗教的狂热 现在呢 每一年的三月 农历的三月 中部这个地方 就有所谓的 封马祖的 的这种 宗教活动 那么这个马祖的寻找啊 他本来是一个 单纯的宗教活动 这个执行以来啊 都是很和平 很理性的 但是现在变成一种节日 被这个媒体啊 传播这样的一个 宣传之后啊 结果呢 妈祖的 这个寻找活动啊 变成一种 宗教的狂热 每一个人呢 都想来参与一脚 大家都想来凑热闹 那结果呢 凑热闹的结果 人就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也没有依照 妈祖那种 慈悲的心 来 安静的来做 这种 宗教的寻事 彼此之间 为了这种人潮 所带来的商机啊 大家在那里勾心斗角 甚至呢 台教的人 跟台教的人之间 就互相发生斗殴 不同的团体 跟不同的团体 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产生争斗的现象 现在每一年啊 几乎都有发生 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愚痴的现象 为什么 连宗教的活动 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疯狂的行为呢 仔细的想想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人没有觉悟的关系 人没有觉知到 那一份慈悲 是发自我们的良知本性 那一份的这个安定 清静 是我们本性具足的 我们是纯然自善所发的 那么自善所发的 怎么可能会有抗争 怎么会有对立呢 怎么会有这种坚固的执着呢 这个都没有 有抗争 有对立 有这些执着 都是我们的秉性 我们的习性所发 我们的习性呢 因为 迷而不觉 染而不尽 所以造成这些种种 世间 世间人 愚蠢的现象 那这些只是 社会上的一角 还有太多太多的现象 都形成 一种愚痴的这种行为 比如说一窝蜂还有六合彩 迁赌的这种事情 这个都是一窝蜂 想要一戏自负的人太多 那么这样的人一多 大家都想一步登天 所以现在财神庙 越来越多人 香火越来越旺 那这个这是始祖的迷信 如果你去拜财神 那财神保佑你 你这次中了这个头彩 中了热头彩 那么这个财神 就很灵验 但是我们要知道 财神灵验 不是灵验你一个人 他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灵验才对 那个才是真正的灵 如果只有针对你一个人 那这个财神不公平 这个财神一点也不灵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之间 可能有种 某种利益关系的交换 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说 我如果中了一千万 我五百万拿来捐献给庙 拿来盖金身 拿来做善事 你跟神明利益交换 两个人平分了 但是要告诉你 你能够得到这笔钱 其实也是你的福报 你命中的福报 那个不是财神给你的 是你命中福报给你的 命中自己有的 你不是求财神 你也会得到 那么再想想 如果财神是这样的神 那财神跟我们世间的贪官污吏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利益分配吗 你给我多少 我就帮助你多少 这不是贪官污吏吗 那么我们世间的人 我们的善人 君子 圣贤人 一般的老百姓 都不屑贪官污吏了 那么何况还做神的人 他既然做了神了 他竟然有 一定有他的一定的智慧 跟那种公平性 所谓这个正直为神 平等做佛 那么神一定都是正直的 正就是公正公平 直就是执心的 他的心是光明的 能够做神的人 他一定是正直光明的 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你的利益交换 那现在的人去拜财神 认为财神有保佑 所以财神庙特别的兴旺 这个真是迷信 为什么迷信呢 因为了愚痴 因为迷了嘛 迷就没有办法悟了 所以呢 就是愚痴了 愚痴的现象就会造成风灾 风灾不断 那么我们知道 台湾的风灾也不少 每年的台风 每年都有不同的灾难 那这个西洋那边 有所谓的飓风 有所谓的龙卷风 甚至呢 有这个 这个围暴气旋 坐飞机的时候特别明显 因为这个围暴气旋 所产生的灾难也不少 这个都是风灾形成的 那风灾所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代人心 一窝蜂 这个迷信 所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果报 那所以天灾地变 它不是在外面 天灾地变 是内在引起的 是人心造善 造不善的业 所造成的现象 那科学家不知道这个道理 科学家认为 去透过这个物的道理 那想要来解决 整个世界的局势 老实讲 这个就是原木求鱼 舍尽求远的方式 如果真正的了解的人 我们必须落实道之宗旨 落实这种改恶向善的道理 让每一个人 他能够回归正道 回归到人 他本来应该有的定位 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五轮八德的道理 人的定位就是这种五轮八德的道理 三纲五常的道理 每一个人的人心 能够改恶向善 能够断恶修善 能够引恶扬善 对于善的道理 我们要不断的去弘扬他 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善 我们就要不断的去 颤扬他 去称恕他 那么这个人呢 有十个二 有一个善 你这个十个二 通通要给人家隐瞒起来 通通不要去讲他 也不要去宣扬他 那这样呢 整个社会的这种现象 才是一种 这种亲近 祥和的状态 这个人呢 造了十件善事 其中呢 造了一件恶事 结果呢 十件善事 没有人去跟他讲 这个一件恶事 大家不断的去宣扬 不断的去指责他 你看我们现在的 政治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政治人物 只要在他的言行上 有一点点的瑕疵 他就称为 众目之使 大家攻击的目标 实目所指 实指所示 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这会上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一般人呢 他没有这种智慧 他不晓得说 大家攻击他 在指责他的时候 他应该反攻自行 他应该更谦卑的接受 那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啊 一般人认为说 我十件善事你都不给我讲 你专给我讲这一件恶事 你给我记住 这个你给我记住就 就毁了啊 就完蛋了 因果的这种报应就要来的 下一次你有机会 你不要被我抬到 我马上给报给你看 你看这个报应的这种果报 报来报去是非常可怕 一件比一件严重 这个是迷雾 迷雾不同 众生迷而不悟 所造成的愚事的现象 这个大环境是风筛啊 可是呢 是人心愚痴的现象 大家如果能够懂得 改恶向善的道理 把自己的这种观念 把自己的这种想法 把自己的这种言行 把它改恶向善 让它尽量趋向于善的 远离恶的 那么这个世间 自然呢 就没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产生 你看地震 台湾地震也那么多 地震是什么 地震就是因为人心不平 人不断的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要这个走上街头 要去这个 围攻立法院 围攻总统府 这个都是一种 抗争 所造成的这种不平 这种不平呢 就引发 整个 大磁场 天地的灾难 就是地震 所以地震越多的国家 表示这个地方呢 不平的现象越多 所以你看台湾是不是这样子 果然是这样子 你看台风一来 台风还夹带这个 这个豪雨 我们这个地方 虽然没有火山爆发 所以 没有火山爆发 可是呢 这个市区之中 我们的生活住家里面 发生火灾的也不少 那么台风夹带这个豪雨 这个风雨成灾呀 这个同时就是贪心跟 跟这个痴心 跟鱼痴所造成的 然后加上地震不断 又是抗争所造成的 这个都是人心所引发的 那么台湾的人 都要政府负责 政府哪有办法负责这种事情呢 每一次抗争的对象 都是找政府 可是政府的钱 也是台湾的人民 自己缴税来的 政府的这些官员 也是我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 那么政府如果做坏了 那个也是台湾人民 自己自作自受的结果 所以这一切想起来 都是一种因果的现象 一种善恶业的 这种造成 所以我们才讲说 改恶向善 一定要从理上改 不能够仅止于世向改 真正改恶向善的 这种模范 言悔 不恶过 就是模范 指路呢 闻过则喜 大语呢 闻善言则拜 这些圣贤人物啊 他们才是真正改恶向善的 这种典范 你看这个不恶过 同样的过错不会再犯第二次 这个在佛教来讲 是真正的做到忏悔 忏悔 我们念了那么多忏悔文 在佛前有这么多科手 像佛前礼拜 结果呢 你所忏悔的东西啊 忏悔的事项啊 离开佛堂之后继续再犯 那你这个忏悔怎么会有用呢 仙佛菩萨怎么会感应呢 再说冤亲在主 怎么会原谅你呢 因为你的忏悔根本就是表面功夫嘛 你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个不恶过哦 所以真正的忏悔是 永不再犯啊 那个不恶过才是 你真正要忏悔的 的实践啊 我今天做了这个善 我们说啊 神明怕过无息错啊 每一个人都有犯过的时候啊 犯过没关系啊 但是呢 你犯过错之后 你就不要再犯了 这件事情永远不要再犯了 真正的改过 真正的忏悔 也只有真正的 这样的忏悔 才叫做 从理上改二向三 从事上想改 好这件事情 我就不再做了 但是你里边有改 你认为说 这个事情 我只是不再做 可是呢 你的那个心 认为说做了这个 也没有 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或者是说 也不会有什么因果报应 你心里面 那个道理你不懂 不明啊 对这个事情 这个知为末节 在讲功夫 那个不是究竟之处 所以真正改 要从 要从这个理上改 理上改过来了 我们才会有得到 真 真明的这种 智慧 所以庄子讲 真人而后有真知 这个真知是 很贴切的话 真人是 已经通达的人 已经这个觉悟的人 那已经通达觉悟的人 对于过错 是不会再犯 何况又是犯过的过错 说言悔是真人 指路是真人 大宇是真人 这些人 听到自己的过错 非常高兴 别人能够告诉我 然后呢 从今以后我就不会再犯 所以他们成就为圣贤人物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效法 所以改二向善呢 是从这里改 那么我们要今天了解到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的动乱的根源 通通发出于我们这个心 整个天地灾变的产生 也通通是我们这个心 所造成的 心想意故 造业意义 这个是我们上次 讲到佛经的 这个经文理论 就已经提到了 在佛经里面 有一本经 就是十善业道经 这本经呢 因为静宗学会常常在提倡 所以相信呢 我们可能都了解 那他里面有一段对话 是讲得非常好 真正是告诉我们 改二向善的原理原则 他说啊 龙王当之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何等为一 为于昼夜 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 不善奸长 至极能令诸恶涌断 善法圆满 这一段经文呢 是释迦牟尼佛 在龙宫对龙王所讲的 所以 龙王 是这个 听众 龙法 龙王呢 是代表我们这个听法的众生 来接受 佛陀的教诲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龙宫呢 为什么选择龙王呢 因为龙宫在大海之中 大海代表这个苦海 云云众生都在这个人生的苦海之中 那么苦海的代表就是龙王 即使就是代表所有的一切众生 龙又是会变化的一个众生 这代表我们的心变化无常 那么他就跟龙王讲 他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菩萨就是说这些佛菩萨他教导众生 能够真正的改恶向善 有一个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能够断一切诸恶道的苦 一切诸恶道苦 这个恶道苦我们通常讲三恶道 畜生恶鬼还有地狱 这个是诸恶道苦 可是呢如果说从佛的定义来讲 这个诸恶道苦啊 事实上这个死法界是诸恶道苦 你看我们六道轮违在阿罗汉的眼中是苦 因为阿罗汉已经跳出六道轮违了 阿罗汉是小圣的这个圣人啊 他跳出六道轮违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六道轮违啊 哎呀发现到天道也好 人道也好阿修罗道也好 这些所谓的三三道其实都是苦 你看我们人类苦不苦 人类也是苦 天道苦不苦 天道虽然都可以享乐 可是呢他们享乐乐了 毕竟有极限 他们也会担心极限道来的那种苦 所以天道也不究竟 所以整个六道轮违都是诸恶道 可是呢如果从佛的眼光看呢 这个四圣法界 所谓菩萨 这个佛 这个佛是 分正位的佛 就是还没有圆满的佛 佛法界 菩萨法界 还有呢 圆觉法界 还有这个阿罗汉法界 这个呢 都是属于叫做四圣界 四圣界跟这个六道 这样加起来就叫四法界 佛看这个四圣道啊 还是苦 虽然他们已经超越六道轮违了 可是在佛的眼中呢 他还是苦难的众生啊 因为他还有无名身相没有破 他还有烦恼妄想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根除 所以他们就会受到自己夜洗所苦 所以只有等到真正的达到圆满 才能够真正的了脱 这个世间一切苦 那他这里讲 那他这里讲 菩萨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有一法 帮助众生呢 能够断掉诸恶道苦 他说何等为一呢 什么叫一呢 就是有一法的 有一个法 有一个法这个一啊 到底是什么法 他说 昼夜常念思维观察上法 这个就是他的重点 他讲话从重点的重点 昼夜就是二十四小时 我们讲二六时钟 二六时钟都都在这个常念 常念就是常常住不断的念头相续的这样的一个思思维 这样的一个那个意念 意念什么意念这个善法 思维就是不断去想 想怎么把它做好 想这个善法的好处 想这个善对于众生的帮助 这个是思维 观察 观察善法 就是世间上的各种的 这种善言善行 善心善事 我们都要好好地去观察 然后呢 见闲施其 见不闲来内自行 所以呢 这个一呢 就是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只要这个法 对我的亲近心 对我的平等心 对我的觉悟心 有帮助 那么我就应该来学习 我应该来思维 来观察它 让自己也能够具足这样的善法 有了这样的善法 自己常处于在这种 亲近平等的状态 这个是菩萨的一法 他说令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兼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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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 让这个善法能够掩盖住恶法 让这个恶的果都不会产生 让善的果不断地产生 那么这个世间 如果说都是充满了这个善的这样的一个言行 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那是不是整个世间都是充满在善的环境之中 所以一个修学人 就应该让这种善法念念挣扎 不容豪分不善夹杂 不可以有间断 有丝毫的这个不善夹杂在其中 你看这个善法 这个不间断后六时钟都存在这个善法里面 那是不是就是止于至善的境界了呢 止于至善就是都没有对待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没有执着 那这种境界不就是佛的境界吗 不就是圣人的境界吗 所以他教我们看到这个善法 让他实时存在我们的这种 我们的这个意念当中 我们的言行当中 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他的善法实时是这样扩充起来 是极能令诸恶涌断善法圆满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帮助你 将这些恶跟恶习 这些累劫累世所不断造成的这些恶的种子 让他永远断除 永远断除善法圆满 善法圆满 人的境界就会慢慢往上提升 慢慢往上提升之后呢 最旧终究能够达到佛圆满的境界 他说诸恶永断 诸恶永断 其实就是那个恶的这种果 通通不会再产生 你产生的都是善的因缘 善的果报 那么你就不会有各种世间的苦 你不会苦 然后你又不断的去存善 行善 念善 那么这个善的因缘就不断的这样增长起来 这个是佛陀告诉龙王 不容豪分不善夹杂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部经里面 佛陀讲的不善夹杂 事实上这个不善啊 太多太多了 在我们的众生来讲 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善啊 夹杂在其中 甚至呢 他可能变成了主人啊 这个不善呢 是主人 这个善呢 是偶尔的配角而已 那他把这个不善啊 那他把这个不善啊 分成这个生与义三种恶业 比如说这个生呢 做杀道瘾 这些事情 这个是呢 要断除的 不能够让他夹杂 口呢 有这个望雨 两舍 恶口 其余 你看这个杀道瘾 在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 不断的在发生 每一天都有人 发生了 自杀 情杀 或者是说仇杀 或者是说财杀 太多了 到 你看强 这个抢劫 诈骗集团 或者是说 小偷 这个在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很多呢 淫 就是情欲的关系 男女之间 这个 性泛滥 原交事件 不断的在冲刺 昨天还有一个新闻 一个女性的网友 为了去原交 那意思呢 这个 他也心生歹念 希望呢 能够增加 他的 交易的这种 钱财 结果对方呢 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给 杀死了 这个女 女 女性的网友 本来要去原交赚钱 结果呢 去到 对方的地方呢 却是 一命 雁无碍哀哉 你看这种 情欲的泛滥 在我们的社会上 已经深入到 这种小朋友的心智里面 小朋友看人 和人 看这样的大人 都是这样做 所以 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也是 цвет 很自然这样做 你看那个国中生在马路上 一对小情侣在那里 揉揉抱抱 轻轻稳稳 连记者给他360度这样拍摄 他都不稳不稳 不去理会 也不知道羞耻 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的社会 已经是可以说是非常泛滥的现象 那么因为我们的台湾民心 还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开放的事实 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怪现象 高雄市运有这个巴西的女选手 在高雄的西子湾 这个全身脱光 在那里晒太阳 做日光浴 在巴西认为是正常的 可是来到台湾 台湾人一看 哇 这个不得了 赶快去通报警察 这个警察自己说 我也是很想看啊 可是爱于这个国法必须去制止他 你看 连执法人员都会 都会有这种营练的这种念头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 整个社会人心呢 都已经到了沙道瘾 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 这种现象 所以身犯杀到瘾 这个是极端的恶罪 佛陀说 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善恶业里面啊 很严重的事情 那口瘾呢 口瘾呢 口瘾更不用讲 他这里分 妄语两舌 恶口其语 口瘾因为杀人不用流血 杀人不用刀 所以呢 会认为说 口瘾也没有犯什么大过 其实口瘾比这个杀到瘾所犯的过 口瘾 口瘾还要大 应该妄语 妄语就是随便讲话 欺骗别人 为了做生意 他跟你说他们的产品有多好多好 不喜呢 用欺骗的手段 来叫你买他们的产品 不喜用各种促销的手法 只要你把钱缴出来 其他应该不管 合理的欺骗呢 让这个消费者步步上钩 结果被骗了 那被骗了 也不知道如何去诉说 因为他讲的是合情 合理 合法的 可是自己付了钱之后呢 才知道说自己被骗了 这个现象在我们的社会太多这种例子了 那只能够说我们自己要小心 这种妄语的现象在我们的人情里面 有很多这种结果 造成人心的混乱不甘 这一次被骗 对于这个公司就产生一种记恨的心 甚至对他们的人缘也产生这种 愤怒不平的心 这不是仲侠因果吗 两舌 两舌就是挑拨是非 在这里说你很好 在别人面前说当然不好 到处去搬弄是非 讲别人的怎么样 只要你一讲到别人的事情 这个就要两舌了 我们讲到影恶扬善了 我们应该多多讲好事情 不要讲人家的隐私了 人家的隐私是人家的事情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一定要去跟别人讲 那只嘴巴就是受不了 一定要去讲 就造成两舌的因果 那恶口呢 恶口就是粗言 恶语相向 对了没有礼貌 讲话呢 都是这样 非常的粗糙的这种言语 形成呢 彼此的对立更加严重 那其语呢 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 可是呢 内心不够真诚 讲一些表面功夫的话 结果呢 自己根本做不到 自己根本不去例行 这个都是其语 那其语也包括我们讲师所讲的话 你自己讲的听话乱坠 可是呢 自己不去例行 所以我现在都讲 我现在讲课啊 自己讲给自己听啊 我不是讲给这个观众朋友听啊 我讲给自己听 你们爱听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反省 所以每讲一次 我就反省一次 所以讲道 透过讲道来反省自己 这个是雨夜 还有异夜 异夜就是贪嗔痴 贪嗔痴就是我们说的三毒 我们说 刚才说整个世界的这个天在地变 人的造贪嗔痴所产生的 那么这个贪嗔痴呢 它不只是影响整个世间的环境哦 它也影响你的思维 影响你的肉统 我们昨天讲到相好 你的相是不是圆满 是不是端庄 是不是慈祥 都是看你造贪嗔痴的多广 完全没有贪嗔痴 当然相貌圆满 像观圣帝君一样 臥残眉八字 丹凤木双筋 五龙须白尾 这样的一个面相是非常的端庄圆满 那我们现在人没有观圣帝君那种纯心啊 当然面相就差很多 这个身体也差很多 身体的这种各种病症呢 也是贪嗔痴所引起的啊 贪嗔痴叫做三毒 外在的这些西寝五欲啊 加上 加上内心的这种三毒 这样合起来 那人哪有不病的道理 这个病怎么会好呢 那所以治病 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 不是靠外面的医药 不是靠医生啊 而是靠自己内在 放下妄想分别之所 放下贪嗔痴慢 放下五欲六成的享受 让自己达到那种 真存清净 平等 那种自然的状态 回归自然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种 内外一族的现象 也就是说达到向好 达到智慧 达到德能 一切都是圆满的状态 回归自然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没有对待 没有分别 没有执所 没有抗生 没有这些血型 这个就是自然的生活 所以生与义所造的这些 不善业 我们都不能够夹杂 都必须永远断崇 那所以这个功夫呢 是要一点一点下 累劫累势的下 我们的心 激起了这么久 哪有把一下子 把这种 他生吃 这种生与义的义 通通断除呢 没有 没有没关系 透过 民师的教导 透过我们自己的修学 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 努力用功啊 在这一世呢 我们要好好地把它断除 当然断除 这个方法 有很多 现在世间的派别很多 我们必须抢 只有医子民事的教法 才能够 帮助我们 超越生死大海 要超越这个生死的大海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 自己自立救济 只有依靠民师 我们才有办法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到最终时 讲到 讲明五轮八德 这一句经纬 讲到五轮八德 我们就 不能联想到 现今的社会 不知道什么叫五轮八德 那么年轻人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传承 早早就自知度外 更 更 甚且 我们的教育制度 对于五轮八德的教育 那可以说是 回乎其为 那么家庭 父母 对于这种五轮八德的 这种教化 把它推给学校的老师 可是在老师 在学校 也不叫这个 我们整个教育的方针 从来没有在根上 落实 扎根 那所以 使得现在的 民间团体 有志之士 对于这种 五轮八德 三纲五常的堆重 慢慢的 重视起来 现代的人心 也可以说是 败坏到极点 天下乱 国家乱 社会乱 乱的根源 不在于兵荒马乱 而在于人心的紊乱 钢厂的脱续 那么在我们生活之中 在人跟人的互动之中 最重要的 就是伦理道德的流行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伦理道德来做根基 没有伦理道德来做一个 人类社会的一种 纲尾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人类的社会 会紊乱到什么程度 那现在的社会 就有一点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担心 现在宗教界 所在讲的世界末日 所谓的末法时期 末节年的到来 几乎可以确定 那是一定会来的 但是呢 什么时候来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呢 这个呢 掌握在人心的变化 人类社会如果继续 在这样的紊乱下去 在这样脱续下去 人人为了各自的利益 勾心斗角 欺骗拐诈 不尊师不重道 不孝父母 不尊重选长 那么这个 问乱的社会 那么这个末节年 末 世界末日 那很快就会到来 但是反观呢 如果人人 能够开始 重视孝道 敬老尊贤 这个尊师重道 开始推动 这个五轮八头的落实 刚常伦理的教化 那么世界末日 虽然会有到来的一天 但是呢 它可以无限起的延长 在佛经的观念里面 这个 无限节 一节可以化为一面 一面呢 可以化为一节 关键 在于人心的迷雾 人心迷了 那么 一节这么长的时间 它就是在一面之间而已 人心悟了呢 那么一面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拉长成一节 甚至多节 这样子的时间 所以世界末日 端看 人心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现在 整个世界 都笼罩在 气候变热 气温升高 南北 南北极的冰 这些冰壳 在这些 科学家的 这种关注之下 一一被披露出来 融化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么 那么当这些 冰河 冰山 通通融化之后呢 整个世界 已经没有冰了 那没有冰的世界 就成了一个水世界 我们都要生活在水 的世界里面 那人没有办法 生活在水的世界里面呢 那所以 终究人 会走向毁灭一途 那这个毁灭 是上帝给我们的吗 是自然给我们的吗 反思起来 好像又不是这样子 我们 之前曾经讲过 整个大环境的 衣报 都是随着我们的 心念在转动 所谓向游行转 静游行转 那么我们 眼睛所及 身体耳朵 所能够听到看到的 都叫做 衣报 那这个大环境呢 是决定在 新的变化 心念一转 那么整个环境呢 就可以变成天堂 就可以变成地狱 那么人心如果继续在 这个 迷昧当中啊 继续 在这样 杀到淫 这样贪嗔痴的 堕落下去啊 那么当然 整个世界就变成地狱的景象 所以今天讲到 五伦八德 实在是 现代的社会 现代的世界 最重要的一帖良方啊 所以现在的先佛 教化众生 统统在讲 五伦八德 统统在推行 三纲五常 至于 那些苦空 无我 那些清坛 无尾的道理啊 已经尽量 避免去探其道 因为现在众生的根性 不是那个 不是那种根性 众生的根性呢 他没有办法提 去探其道那种苦空无我 那种 无尾这样的一个高原的意境 那是对于立根性的人 所谈的一个修法 那现在的 众生啊 刚强难化 所以呢 必须要用最基本的道理 让他们从最基本的道理 做手 做起 让他们呢 在这个 世间的这种 人轮上啊 好好的下功夫 那么他们 自然呢 就能够 达到这种 回编的 这个条件 所以 五輪八德 正好是 医治世间 疾病的良药 中华民主 那自从 有中华民主 这个 这个名称以来 你看中 中国人 这个中啊 从以前就自称 中国人就自称是中国人 所以称为 中原的民主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中这个观念呢 是因为 这个这样的一个民主啊 他不偏不倚 一循的这种 天心而流露 也就是说 他们是 上天 派他们来治理这个事件的 所以要一循众道而走 所以中国人讲 时钟 没有 没有 没有偏写 没有污染 这样的一个中方的观念 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 最主要的这个基走 那么中华民主 到现在为止 被称为世界最文明的古国 以前讲四大文明古国 这个四大文明古国 通通已经消失了 但是其中的中华民主 这个文明啊 却还依旧存在 那这个造成了 很多专家学者 有不同的论述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最主要的观念 无过于 伦理道德的传承 我们 中华民主 自古就有宋人的教化 所以在佛法 还没有传到 中原之前 还没有传到这个中土之前 我们就有圣人在教化 那么中国人 把圣人 把人最高的境界 称为圣 那印度人呢 把最高的境界称为佛 圣跟佛是同一个道理 圣跟佛都是对于宇宙人生 的这种事理啊 明白透彻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说 要讲明 五伦八德 一定要讲明 讲就是 教化 明呢 就是你要抓住根本 你要懂得根本 那么从根本 从根本处啊 来着手 来推动 来教化 那五伦八德 才有落实的机会 才有了 被挥鸿的空间啊 所以讲明这个动作呢 是非常重要 现在这个社会呢 就是因为 大家不讲明 事实上呢 也没有办法有人讲明 真正的真心下功夫 真修实练的人 在现今的社会 事实上 不多 跟整个 众生的 这种人数来比啊 那比例啊 相当悬殊 那如果不是 有这些 有心的宗教人士 在浅移默化 在默默的推动的话 中华文化 这个五伦八德 三肝五常 可能也早就要 灭亡了 当这个根本灭亡之后啊 中华民主这个国家 也会随之灭亡 那所以 这个 埃及 巴比伦 还有这个 印度 这些民族呢 他们都已经灭国了 现在虽然还有这个名称 可是已经不是 他们原来的文化 那中华文化呢 不一样 那自始至终呢 都是一个传承 你看我们从 说姚舜与 通文武周公 孔子 孔子 一直传承下来 那中国历代的皇帝 从汉朝以后 就开始推动 儒家的教化 圣人的教化 透过圣人的教化 把人 应该做的这个本分 应该遵守的这种 规范啊 把它 做出来 把它实践出来 然后呢 把它教化 给人民 所以 中华文化 历久不衰 这个文化体系啊 它的主軸 就是在 五伦八德 就是在三纲五常 那么我们统称了 伦理道德 那伦跟德 又是不同的德目 伦 伦就是 类的意思 伍伦 就是五类 五种 类别的 这样的一个 地位关系 亲疏关系 所以人跟人 之间啊 在儒家的说法 它有这五种类别的 这种关系不一样 那么这个五种关系啊 相互 相互依存 也有一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么在这样的相互依存的 这种大环境之下 构造了整个人类的社会 那这个人类社会呢 能够运行不畅 运行顺畅 然后呢 能够呢 生生不喜 那这个就是 这五个五种类别的人啊 都是处在一种核的状态 那五种类别的人呢 要怎么样可以处在这种核的状态呢 那必须要用八德来做基础 八德是八种德目 这个我们接下来也会讲到 那这八种德目呢 把人啊 在每一个关系上 每一种类别上啊 通通依附到 他的价值之中 所以 每一个人 有特别的这个价值啊 朗现在他的地位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价值啊 形成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这个人 他一定有用到你的地方 其实不只是说人 你看万物也是一样 天地之中呢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创造一个 没有意义的生物出来 没有作用的生物出来 那么一定有他 很微妙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那我们说唯一里细节 这个呢 是我们 在修道上呢 可以慢慢来探讨的 那我们讲到 特别是人的关系 人是万物之灵 是整个社会 的一个主角 也是天地之中啊 代表天地来治理世间 的一个角色 所以人 如果能够 在五种关系里面 把这种八德 八种德性啊 通通通落实 通通呢 让他 运作 长转 那么人类的社会呢 就可以长治久安 就可以世代 绵延 那所以中华民主 因为有这个 道德伦理的关系啊 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处在于一种 生生不息的状态 所以中华民主 是一个 非常强盛的民主 非常有韧性的民主 也是一个非常 爱和平的民主 这个是自古以来 圣人的教化 所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那如果我们 这个中华民主的人 也是 以这个 五种关系 八种德性 做基础 每一个人呢 各尽本分 相亲相害 这个大共同事啊 形成一个 安和热利的社会 那所以说 这个五种关系 跟八种德性 所以这五种 伦理关系 跟八种 道德的这种培养 形成了这个 社会安和 世界大同 的一个 基本理念 那中国人 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 那么从皇帝 那个时候 算起 到现在 将近五千年 那可是呢 中国文化 到了民国初年 因为受到 这个欧风 美雨的洗礼 事实上呢 是受到 欧美这种 船间 泡立 的打击之下 所以 现代的 民国初年之后的 现代人 对于欧美 形成一种 这个盲目的崇拜 那么 很多人 都希望呢 能够喝过 羊墨水 喝过羊墨水 之后的人呢 回到中国 就是高人一等 不可同意而已 从民国初年 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的观念 那所以 今天要讲 五轮八德 必须呢 要在民间 真正有志之士 真正的修行人士 要来推动 要来落实 不能靠学校 不能靠政府 必须呢 修行人 真正做出来 给社会大众 一个影响的力点 那因为现在的社会 基本上 都已经 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 推动起来呢 有感 背绝艰辛 你看民国初年 废除文言文 打倒孔家殿 那么文言文 是我们跟古人 沟通 互动的 一个 桥梁 但是现在 学生看不懂古文 必须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这个是我们自觉 根源的一个 不当措施 我们不要说 这个很早的文言文 就连这种三字经啊 地址规 这样的文章啊 一般人呢 你要把它说清楚 就不容易 那 那何况整个 文字啊 托洛乌斯 通过 透过文言文 所以中国呢 当时文字统一 对于后代的影响 是非常的深远 中国因为 因为只有一种文字 而且呢 创造这种文言文 作为这种流传 后世的 的这种 桥梁 这种工具 以至于中国的文化 从来都没有断过 即使你这个朝代 已经 灭亡了 可是呢 这个文字 这些典籍制度 这个文化都还在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传承 前朝的精神 继续的 将这个文化 将圣人的教化 来 绵延下去 这个是文言文的好处啊 那现在呢 文言文 在 学校的教育 已经是 很少在推动了 要看文言文 更是不容易 那所以 必须 要自力更生 有心人士 要自己 下苦功夫 来研读 然后呢 民国初年 还做了一个 动作 那就是呢 打倒孔家殿 把这个现状书 丢入 这个毛坑里面 那打倒孔家殿 孔子是中国 圣人的 集大穷 文化的集大穷 那么中国 受够 这个孔 孔子的教化 影响非常的深远 中国的 乳士啊 乳生 读书人 一直都是受的 孔子的思想 自从汉朝 董仲书 独尊乳术 罢错百家的 这种建议之后 汉武帝呢 也非常的 雷厉风行 把这个 辱家的制度呢 推行到民间的教育 形成中国文化 一个主要的 一个流派 也是一个主要的思想 也是中国人 可以立身处事的根本 那现在呢 孔家殿被打倒了 现代人不再 读这个四书五经 那四书五经不读了 当然五轮八德 也就没有人在教了 所以中国文化呢 自从民国初免 这个制度之后 形成一个很大的灼伤 那在台湾 因为自始至终 都是这种 中国文化的影响 所以在台湾的发展呢 还算是保有原来的面貌 我们用繁体制 我们呢 没有打倒孔家殿 但是呢 在大陆呢 就受到更严重的灼伤 这个我们就 不必去谈 那么我们谈到 台湾的现象 虽然说 文言文 这个繁体制 都还保留在 但是呢 欧风美雨的洗礼 比大陆更加开放 事实上比这个 大陆人民呢 受到 这种欧美的侵袭 更加严重 对于根本的侵蚀 也是更加严重 所以台湾的人心呢 有可能比大陆人心 还要恶劣 因为自由民主 开放改革 所以呢 人呢 都以为呢 自由 就可以 无所欲为 只要我喜欢呢 也形成这样了 所以在台湾呢 形成一个极端的分野 如果 有心人是 在于五轮八德上 在好好的推动 好好的力行的 跟现在时下的一般的 的年轻人 这个来比 两种类别 一看就知道 有很大的区别 那我们 非常庆幸 我们自己呢 还能够有道亏修 还能够接触道场 接触这些善知识 接触这个圣人的教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 文化的传承上 我们有一份使命 我们有一份 那个新传的意志 那我们也希望 圣人的教化 能够呢 落实在 社会人心之中 但是呢 跟整个社会 台湾社会人心的 这种污染 来比啊 这种善知识力量 可以说 为乎其为 我们说 以前说 家庭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社会的教育 还有自然的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教育 那么在这些教育之中啊 我们现在的 台湾社会啊 已经是 渐渐的示威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呢 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 大部分的家庭 因为父母亲也不重视 孩子的教育 父母亲不重视是因为 他们没有 没有能力重视 没有时间重视 所以把家庭的教育呢 交给老师 交给安亲班 交给幼儿园 以至于说呢 这个小孩子 跟父母之间 有一种很深的 那种代沟 但是呢 老师 父亲父母的 这种家庭教育 老师又没有 那种 父母那种血缘的亲 那么亲密的关系 所谓血浓与水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老师呢 并没有办法 把这些幼儿园的小孩 当成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这样的一个教育 所以他的教育呢 只是点到为止 只是一种很 很粗略的 很表面上的教育 真正的那个扎根的动作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家庭教育呢 已经是 已经是渐渐的消失了 现在的双亲 双亲的家庭 很多 父母亲呢 忙于工作 忙于事业 忙于前途 无暇来教育 自己的小孩 那么小孩之后呢 把他交给保姆 把他交给幼儿园 所以教育 这个家庭教育的 这个消失啊 也形成 最严重的 这种 社会结构的动乱 因为基础就已经不稳固了 所以呢 这个小孩子 长大之后 你要他 生根茁壮 这个是 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说 老师 父母把小孩交给老师之后 那么现在老师的素质 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 你看以前的这些 中了科举的这些举人 这些秀才 他们一边读书 一边来教化学子 他们是身体力行 那么用私俗教育 一句一句的 将这个圣人的教化 来教给学生 那他们因为读的 都是四书五经 读的这些 都是圣人的教诲 所以默默之中呢 就改变了孩子 他的一个气息 他的一个知识 即使这个小孩子 他的秉性在坏 但是呢 只要有受过圣人的教化 那他的这个秉性啊 还是会受到改变 圣人的教化呢 可以用礼 可以用规藉 来防止他的这种习性啊 无限度的蔓延 让他渐渐的 循序渐渐渐的 引导他 引导他呢 走向这个 圣贤之路 这个是以前教育者 的一个用心啊 以前老师 他们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真正的把教育啊 当成是毕生的自业 所以以前 老师是最受到尊重的一个族群 在社会地位里面啊 社会的角色里面 老师是最被受尊重了 老师因为教导小孩子 所以呢 这个小孩子是父母的重心 所以相对的 父母呢 也尊重老师 也把希望呢 寄托在老师的身上 那老师呢 因为了生平力行 无欲无求 他只是呢 希望把下一代教好 所以以前老师是没有薪水的 以前的人也没有 没有能力提供薪水给老师 那就是过年过节 拿着这些农作物 农产品 来供养老师 算是呢 对老师的一点心意啊 孔老夫子 以前收学生 只要呢 这个学生 带着素修 带着这个 一片肉干来 来作为 作为拜师礼啊 就收他为学生 教授他 这个伦理道德 那孔老夫子要的不是这片 肉干啊 他要的是那份礼 那份重心敬意啊 所以以前呢 真有诚心敬意 真的是 为了学问 为了这个下一代的理想 诚心诚意的 希望老师把孩子教好 那老师呢 因为 本身也接受圣贤的心理 那也 感受到父母的诚意 所以呢 他不把学生教好 他对不起 天地良心 对不起自己的良知本性 所以以前老师非常严 师言而后道尊 因为师道严格 所以呢 这条这个圣人这道 就显得非常的尊贵 那所以 以前人 造恶少 虽然也有造恶 但是呢 跟现代的 这种比例比起来 那是 唯乎其为啊 我们现在看到 新闻在报道 电视在报道 每天都是充斥的 杀到淫妄 贪嗔痴案 每天都是这些 那么我们所见所闻 也是每天受到这些污染 那所以 我们怎么可以期待 学校的教育 有办法把 把学生教好 那因为老师自己就被污染 老师对于 他那种使命感 也没有这么样的看重 先 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考上教职 某一份这个教职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 尤其是当时啊 在道场 这些道亲们 也希望呢 某一份教职的工作 那么最主要的 出发点 也希望自己在道场所学 不会让你恶到 所以教职的事业 大家呢 争破头想要去争取 那社会的人呢 大学毕业生啊 大家呢 也都去报考 这个教职员的工作 挤破头啊 可以说 录取者 为乎其为 那我们想到 那现代的人 做老师 他们所祈求的 是希望那一份稳定的待遇 出发心事在这里 真正的怀抱了 宋贤的理想 要把学生教好 那只有在道场 才可以看得到 在学校是看不到 那所以 老师不像老师 老师也是为了混进口饭吃嘛 学生不像学生 学生也是为了混进这张文凭 所以学生拿懂的 尊师重道呢 老师拿懂的 这个什么叫教学相长 教育下一代的 这种使命 更何况现在的学校教育 都是偏重在科技 知识的传授 有谁在讲五伦八德 谁在讲这些三纲长 没有人在讲 因为知识科技的传授 每天日新月异 不断的变化 又有不同的理论出来 每天都必须应付这些 所以学校的老师 哪有办法 在这方面扎根呢 再加上他们自己 没有在修行 只懂得这个知识的传授 所以呢 教出来的学生 也是会利用知识 来做贪生吃爱 来做这些杀到淫忘的事情 真的会利用这个知识 来做人做事 那是很难得 那可以说是再来人的转世 那根基相当好 要不然 在这种科技充斥的时代 要把这个学校的教育 交成圣贤 那是已经是不可能 所以学校教育也失去了 那么学校毕业之后呢 出社会 那现在社会的教育呢 更是一大糊涂 我们刚刚看 每天的新闻 每天的报纸所报的 哪一件事情是在引入扬善的 都是处心纪律的 要挖对方的隐私 用尽各种心思 要把对方的丑闻给挖出来 成为家家户户 这个 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 那他就有卖点了 那他就有这个利益可读 所以社会的教育 完全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着想 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着想 没有顾及到他人的 这个道德尊严 那别人也不会顾及到你 所以大家都互相彼此不顾及 彼此不尊重 彼此都不平等 所以形成一个 抗争 竞争 甚至战争 这样的一个 的关系的形成 所以团体跟团体之间争 公司跟公司争 国家跟国家争 种族跟种族争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教育的现象 所以社会教育有没有 都是负面的教育 哪有正面的教育呢 真正能够展现在我面前的 有哪些 哪些是属于 圣贤 哪些是真的是真正的君子 我们现在所说的善人 善人也都不是善人 善是要从自信出发 没有自私自利 那个才是善 我们之前讲过改要向善的道理 那才是真善 现在善人也很少 所以社会教育 我们看得到的 都是 三赌的流落 五欲七寝的流落 明文立养的流落 都是在讲这些 那所以 五伦八德 没有人讲 现在 有志之士 推动读经的教育 读经班 那把这个圣贤的教育呢 扎根到人心 那这个 我们这样 几年看下来 它事实上 只是表面功夫 为什么只是表面功夫 你光教小孩嘛 你自己都不做不到 你光教小孩有什么用 我们怎么可能期待 小孩子长大之后 来让我们这个世界 变成大同 那你自己都不做好了 你怎么可以期待小孩子 会跟得变好 那所以期待的 这些儿童教育 儿童的这个读经 或许以为 那是表面功夫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 从自信上下功夫 真正的反求初级 来学习这些圣人的标准 我们读经 怎么会有意义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 听经文法 如果听不到 那个圣人的到位 那么我们读经文法 我们讲经说法 有什么用 所以五轮八德 不得不讲明 单单这个讲明 这个动作就是 非常深的道理 什么叫明 你如果把它变明 明是真正的 不胆 不忠 不吃 真正的转凡 神圣 破迷开悟 真正能够断乐修缮 回归到我们的 那个良知本性 那个才是明 明明德 心明 心明 此一至上 如果不能够明这个明德 我们做这个心明的动作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自己 根本都在堕落了 我们如何去 让人家 洗心革面 我们如何去改变人家 所以 那说回来 在我们道场 我们自己都不开悟了 我们如果去成全别人 让他也能够 走上觉悟之路 自己都不清楚了 怎么可能叫别人清楚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自己要很清楚 自己不明了 你要去度外重生 那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吗 都透过度化重生 来呈现自己 这个在以前是可以 在老前人以前 有听过 半道成道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是因为天命民事的护子 天命加持的力量 让我们在外往的事业上 来成就自己的内生 这个是可行 以前的人心毕竟还很单纯 所以在大陆 那些得道的那些人 几乎呢 一得了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看到那些大陆那些道心 他们那种 那种修道的理念 非常的清楚 在新闻里面也讲到 这些人啊 都是累劫累势就在修行 那修修修 另外呢 都没有找到明事 没有机缘遇到明事 每个人总在意远不同 这个远不同 所以呢 有的人就一直累势修修修 修到已经是临门一脚了 就快要登场入室了 插那个临门一脚 那明事的意思 所以呢 等到这个时候 明事降世了 大大谱传了 结果他来得道 然后就可以回天了 他们是先修而后得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 真心下功夫的 道传到台湾之后 才有先得而后修 那么老前人的天命 故事之下 我们都还可以 办到渡人成全人 在这个渡人成全人的过程当中 同时也是在教化自己 那么从现在的 的讯文看来 老前人回天以后 这个讯文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这个也是后学 自己觉得 奇怪这个讯文 跟以前的讲法都不太一样 那就是呢 老师 先佛不断的强调 要我们好好修修自己的内德 好好来修道 好好来收自己的缘 那么以前 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常常讲 能办就办 不能办了就守 这个在当时 道场之中是没有办法 领悟到这句话 也没有办法 体会这句话的争议 现在的就很明显 真的不能办就要守 守住 民师所传给你这个道 不要让他放肆掉 不要在这些 这个 办活动 忙开荒这个过程 迷昧了自己的自信 这个 半道度人 成全人 忙 跟着大家一起忙 要开荒了 大家一起去开 好像觉得 自己有在做功德 人家说严虎对白 真正你在修什么 你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真的说的有功德 真的有功德 也不见得 那么从这个 先佛的指示来看 现在呢 好好地来修到 培养自己的内德 真修实练 真功实善 这个才是回天的根本 你忙着跟人家 要办活动 忙着去跟人家开荒 忙着去做上子礼 去讲商保 结果呢 你讲 你体悟不到那个自信 你不了解你的良知 本性 到底明是一指点 指点你的那份光明在哪里 你不知道 你不明嘛 你不明如何讲得清楚呢 所以讲明根本就是 很遥远的一件事情 更不要说你要说五伦八德 五伦八德不再讲 是透过坐之中来讲 所以讲明是说你要把五伦八德做好 所以才知道说 哇这个名字啊 意义非常的深奥 如果不是 明师一指点 天秘明师的将道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宋人的心法 没有办法知道 古大德 他们的 这个 私私密负本心的那个争议 那现在呢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认清目标啊 认清目标就是 叫我们好好的 做人的道理 你把五伦八德 好好的来力行下功夫 那么你就可以成胜很心 老前人常说 忠诚孝子 今天过世 明天回天做神 忠诚孝子不用修道 他可以直接回天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忠诚孝子就是自信的流落 他本身就是已经是 圣贤的标准了嘛 哪用修道呢 那么回归本性呢 就不用修道了 那等下 这个船可以丢掉了 不是这样吗 我过了彼岸之后 你还把船扛着 那不是一件 错误的资鉴嘛 头上安头 什么可能呢 那我把五伦八德做到了 那么五伦八德就是自信的流落 所以为什么忠诚孝子 直接回天做神 我们再说修道的人 五伦八德都做不到了 怎么比得上这些忠诚孝子 那个才是我们的标准 所以现在修道的明目很多 这些明目的五花八门 让我们的眼花缭乱 所以现代的人 不晓得修行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臭热闹 臭热闹 大家呢就是当做休闲 娱乐一下 把这种宗教的事情 把这种修行的事情 当成是现代的社会 一种时尚 一种潮流 你看大家办法会 大家都在这个 栽争共佛 我不来参加 我不来举办一个 好像呢说不过去 我觉得大家忙着搞 搞这些法会 那结果 真正的五伦八德的落实 没有能讲 大家都想办活动 都想招信徒 建大庙 把这个办得越风光 好像呢 道就很红杂 人越来越多 好像这个人就是很有道 那么真正圣贤人的标准 这个根本都是知为莫解 甚至呢 那个是修道的障碍 认清课题 就是好好地把五伦八德 拿来例行 例行呢 又把它例行的透彻圆满 那这样呢 你才能够讲明嘛 你才能够去教化众生 你才能够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学 把这个学问好好地学 把圣男的道理好好地学 武教经典好好地学 学到呢 你这个 感觉到有哪一门 你特别的清楚 那么从哪一门下功夫 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啊 哪一门通了 你就所有的全部德目都通了 所以 中庸他里面讲 圆回得意善而全权福音 圆回就做一个 一个德目而已 那么我们知道 圆回 是 孔老夫子的高度 七十二弟子的 代表 也是德信科里面的 一个代表 那么圆 这个圆回啊 他就是一个德目 他是 老师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老师教他克己复礼 他就克己复礼 老师教他不复礼 他就不复礼 他就好好的把老师所教的这个德目 做好 所以 圆回就成事 克己复礼 这个道理很深奥 礼 礼是我们自然的 这个生活 那自然的生活 要透过 要透过克己的功夫 如果呢 我们每天 都让这些五一六成做主 攀身 赤爱做主 明文立养做主 我们哪有办法克己啊 你没有办法克己 你如何能够把这些五轮八德的道理 做好呢 不要说全部啊 德一善 这一善你如果能够做好呢 那你一善不圆满 其他的善怎么可能圆满呢 只有一个德目圆满 其他的德目才会圆满 譬如说 我们说孝 孝是德目之中的根本 孝不圆满 然后呢 你说你做 宗做得很圆满 那孝还没有办法做圆满 其实这是不对的观念 那是因为你 你这个 宗你也不圆满 所以你孝也不圆满 不是说你孝 做不圆满 可是你宗可以做得圆满 没有这种道理 一个道理圆满之后 全部都圆满 一个道理没有圆满 全部德目通常没有圆满 所以这个叫讲明啊 没有讲明啊 我们真的很难了解 圣人圣人那些唯理妙意啊 心理心法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悟啊 就很难有入所处 很难表现在 这个自然的道理之中 道理要讲得圆啊 就要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 要悟到本来面目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 相当难 所以我们真的 要好好地来下功夫 好好的来一致了解 道志宗子 大家早安 道志宗子 继续 讲道 五轮八德 孟子曾经讲 天下逆 源之一道 那这句话呢 代表着整个天下国家 都已经沉沦的时候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他救起来 那很多人呢 也没有办法把他救起来 必须借着道的力量 这种无尾的话域 必须呢 在这个各种时空 各种时间之下 一一地来救度 那所以源之一道 这句话的道理啊 是非常的深 那他也包括了非常的广 我们中国人讲道 它是无限宽广的 的含义 那么他的做法呢 也是无限的宽广 所以老子讲道 孔子也讲道 甚至呢 佛陀也讲道 那各家各派呢 都讲道 那这个道呢 在这几位学派 的一个教主所讲的 通通在讲那个道 但是呢 这个道 要如何能够拯救世界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 必须要了解的课题 首先儒家 教我们 从五轮八德做起 那么五轮八德 就是佛家讲的 就是佛家讲的 断恶修散 就是佛家讲的 转迷为物 那么道家讲 回归自然 通通都是一个讲法 所以我们想想看 人 跟人的关系 有五种的这种地位 角色跟作用 它的不同呢 把它分成五大人轮 这五大人轮 分别是 君臣 父子 夫妇 长幼 还有朋友 那这五种关系里面呢 我们必须清楚 五种关系 都必须呢 运作顺畅 每一个 轮场啊都不可以偏秘 那也不可以特别的缺吧 就好像 天地的五行的运作 必须呢 循环不已 相生相克 那人体的内脏 这个五脏里面 也是属于 这种循环不已 相生相克的运作 所以五轮 在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也是这样子 古时候圣人 教化百姓 都是教导 人跟心 他的协调的关系 人跟人 他的沟通的关系 那么人跟天地万物 他的一个相处的道理 那这三种关系呢 如果都把它做好了 那么自然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啊 那今天呢 我们的社会 风不调雨不顺 整个世界呢 天灾地变 非常的严苛 一年比一年严重 那么大家都在呼吁 大家都在减缓 如何阻止 天灾地变的产生 那么前提呢 就是从人伦做起 儒家 他特别重视人伦 那么人伦的关系呢 就是自然的关系 人伦的关系 就是一种 很综合的 这种运作 那所以想想 你断耳修善 是不是从这里修起呢 转迷为物 也是从这里修起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修行的方法 现在呢 人伦的关系 已经被偏废掉了 所以大家不重视人伦 不重视这种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圣人教化的这三种关系 通通在道之中子里面 人跟心 它的协调的关系 这个协调的关系 必须透过 人内在的那一份 良知的觉醒 儒家讲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人跟人的关系 就是讲到五伦八德 那么你这五种关系 运作不顺畅的话 你怎么样 让这个族群顺畅 让这个社会国家顺畅呢 人跟天地的关系 我们如何跟天地呢 相处在一起 那现在呢 旱灾来了就特别严重 水灾来了就特别严重 台风地震 都引起极大的伤亡 这可见呢 人跟天地的关系呢 相处的已经呢 出了问题 人不尊重天地啊 天不远地不语 它不会跟你抗凶 但是呢 它会因着人心的变化 而产生呢 各式各样的变化 那这样的变化呢 有时候是人类没有办法承受的 所以叫做灾难 那所以我们今天 强调五伦八德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根本 我们必须呢 把这种五伦八德的叫化 落实在民间 每一个大街小巷 不只小孩子教 大人也要教 整个族群 每一个人 通通要教 帮助他呢 回归本位 帮助他呢 能够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的角色 那么修行就是在修这个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 今天修行 如果没有从这里入手 那么 这个叫错用功夫 错用功夫 你修行 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 想一想 你跟你的家人 都相处不好了 你到到场 怎么可能会跟人家相处得好 你的家 家庭子女 你的亲戚 都度化不起来了 你如何度化别人 再想想 我们内在的 那个贪嗔痴 杀到淫妄 那种各种的无名妄想 烦恼挂爱 我们都没有办法降服了 那么如何来 要在这个外向上的社会 让他改善 所以教育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法 所以孔老夫子 他为什么要周有列国 他为什么要有教无类 开办师学 来教授这些学生 他在他的那个时代 就已经是屋顶请颓的现象了 那孔老夫子 勉强 把这个请颓的现象 把它扶正 到现在孔子 已经离我们两千多年了 这个屋子 不但请预 破洞 神死 随时呢 都会帮他 那里面的人呢 没有路可逃 说实在来 真的是没有路可逃 现代的科学家 不断在想方法 要来阻止 天灾地变的产生 甚至呢 即使天灾地变产生了 我们都还能够躲过这一切 那么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 用科学最先进的 这个仪器 最先进的工具 想要呢 来阻止 这种 天地的灾变 那么我们知道 科学家所用的方法 都是 治标而已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事实上呢 我们想到 其实 我们今天人类 所遭受到的天灾地变 科学 正是 最大的元凶 我们所获得到的 这些科学的利益 虽然带给我们 一时的方便 但是呢 我们所失去的 那更多 真的叫做得不偿失 那所以 有志之士 不断地疾呼 希望呢 人们能够回归到 原来的生活 原始的生活 那所以在 各种的 这种 修行人身上 对社会 对这个整个世界 有危机意识的 这些修行人 他们也不断地要 跳出来 要来教育 世间的人心啊 除了透过教育 实在是 已经没有方法了 我们想一想 受到灾难之后 我们所看得到的 这些人民的反应 就是批评 就是谩骂 就是要求 没有一个人 会想到说 这个就是我的错 我的 心所引起的 我的一切 言语造作不善 所引起的 相信没有一个人 这么认为 那么 事实上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事实上的原因 就是自己所引起的 那么如果知道 是自己 言语造作 所造成的这些 灾变的产生啊 那么没有一个人 不忏悔 没有一个人 不祈祷 没有一个人 不回归自然的生活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呢 大家呢 毛口了 一致对外 那希望呢 从这些 逼贫谩骂中啊 得到一点点的利益 这个就是 今天 天灾地变 持续不断的原因 所以 这些人 世间的人 必须呢 有圣贤的人物 有菩萨这样的人物 不断地来叫化他们 让他们起悟 让他们了解 这些事件的现象啊 其实都是自己 引起的 你不要再骂别人了 你也不要呢 怨天尤人 行有不得啊 反求出己啊 反求出己啊 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 觉悟的看法 可是这个道理呢 必须透过人来宣导 来叫化 那这种叫化的功夫 也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扭转过来的 那必须呢 常年累月 不断地熏修啊 才能够将 人人的这种 观念意识啊 把它转化过来 当每一个人 能够断乐修善 能够转迷为物 那么这个世间呢 才有世界和平的一天啊 所以说天下逆源 自己道 道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圣先人 教人要回归到 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 就是你是君臣 就要君臣的礼 父子 就要父子的态度 夫妇 长幼 朋友 通通都是一样 所以这些会 叫做自然生活 自然的生活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就是 人类本性的发落 良知本性 它就是这么做 那么觉悟的人 他知道 要回归到良知本性 只有良知本性 它是处于醒的状态 它不是迷 因为良知本性 是本来圆满 本质具足 那它是本来自善 所以它呢 形成出来的时候 无一不是自善 但是今天呢 这五种关系 都已经问乱了 君不经 臣不臣 社会上太多 发生了 这个逆轮的事件 这个夫妻双方 不合 造成了 砍杀的现象 朋友为了钱财 不惜谋财害命 甚至亲族之间 长幼之间 也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不得不能 持刀相向 为了是呢 彼此谩骂 那说起来 都是自私自利 那自私自利 是属于谜的状态 谜的状态呢 让我们失去了 这个本来自善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呢 各种的 恶业恶行 每一个人都是恶业恶行 我们怎么可能期待 世界会和平 那所以回归基本面 就是要透过 这些修行人 来教化 所以我们 也期待 也期待 修行人 你不要再去搞那些 活动 搞那些 这个 世间的人 认为是好的 这样的一个慈善 慈善动作 其实 那个都是 知为莫节 真正的 这个教化人心 你必须到每一个乡镇去 办颁奖学 那么常年累月 用这个正法 正道 来熏悉民众 让民众 有这些认知 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 在这个 这个24小时的 起居里面 都能够到 觉悟到 自己 的自然生活 那么 言行之中 有没有违背 自然生活 那么他可以 马上感觉到 马上察觉到 然后呢 拨乱本身 所以 19世纪的英国人 他能比教授 他是一个历史学者 那他的著作呢 在现在的世间呢 也是非常有名 那他研究到 中国的历史 对于中国文化 非常的向往 所以他当时就预言 要解救 21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的孔孟 跟大乘佛法 那么现在的 我们跟大乘佛法 一一回归到 孔孟的教化 人伦的教化 武藏 圣人的教化 一都是用这种方式的 在教化众生 所以基本的做法 还是回归到 孔孟大道 今天只有这个 孔孟大道 灰红起来 活阳起来 对动起来 我们才有机会 享受世界和平的曙光 所以 五伦八德 从小就要教育 要教育小孩子 他有五伦八德的观念 跟修为 那么长大了 他就自然而然的 能够行持五伦八德 那现在的民众 也是不断地教育他 不断地提醒他 让他在生活上熏悉 让他终有一天 会断恶修缮 会破米开悟 能够转凡成圣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 都是圣行人 都是君子 天灾地变就不会产生 那这个道理呢 太过深远了 谁会相信呢 科学家 这些政治人物 会相信吗 疫情来了 要找这个 疫情的专家 疾病的专家 谁会想到 要从人心入手 只有觉悟的人 只有修行的人 才会想到 真正的 根本的入手处 只要呢 每一个人 回归到他的 根本的入手处 根本的生活 那么 这个世间 所有问题都解决 所以观生地君讲 回头诸恶莫作 勉励众善奉行 真正的解决 世界 天灾地变的方法 回归到五轮八德 这个就是 所有诸天先佛 他所 期盼人 能够做出 做出的行为 期盼了世界和平 那就是在人 的手上 来推动 毕竟这个世间 人是主角 先佛 只是 只是一个 配角 天不言 地不语 必须靠人 来教化 必须靠人 来从事 来推动 所有的 三教的经典 五教的圣人 无一不是从 五轮八德 来推动起 所以你会知道 五轮八德 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德目 必须呢 每一个修行人 都要知道 从这个根本 来下手 让人 所应该 遵持的 这些礼法 其实是 我们自信 应该自然流露的 那应该不假思索 也不需要人教的 那所以 五轮八德 是没有人发明的 五轮八德 完全是自信的流露 你在某一个角色 某一个地位 你就自自然然 要遵守 这样的角色地位 的一个言行准则 这个就是后天的人 我们讲 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就是你 入境要水属 你来到这个国家 或者是说 你来到这个世间 你就是要照 世间人的标准来做 而且呢 你把这个标准 做到百分之百 做到百分 那你就可以 回归 本来的面目 那所以我们讲 五轮八德 我们要解释 五轮是什么 五轮 君臣 君臣有义 那么事实上 我们刚才讲到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应该在君臣之上 但是呢 因为古时候 君是最大的 所以呢 通常都把君臣 摆在第一个 那君臣有义 君跟臣之间呢 有那一份 相处的道理 那明圣经他讲到 君使臣以礼 臣氏君以忠 这个国君 一个领导人 他对于他的属下 要讲理 有这些 规章制度 有这些对待部下 的这样的一个礼节 你要有理 有理呢 你才能够使这个部下 尽心尽力的对你效忠 所以 这个君如果有什么过错 那么做部下的 就要劝谏他 不可以 不可以怨恨君 那尘呢 尘如果有过错 君也要把他指明 不可以任意尘杀了 这个两尘 那所以 古代的这个君臣 完全是 他的这个标准 是放在朝廷里面 那个君臣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 这个君臣的定义 在整个社会的角落 通通必须要用到 公司里面 公司有老板 有员工 这个老板呢 就是君 员工就是臣 甚至呢 在一个家庭里面 这个家长 就是君 底下呢 这些 奴仆啊 为了是这些员工 这些家属 就是臣 那在道场啊 老前的前人就是君 代表老前的前人的 典团师 那就是我们的君 那我们做后学的 做后学的就是臣 完全 福音呢 这个君的领导 这是君臣有益啊 所以君臣之间呢 有那种恩义在 那么这个恩义呢 它不是规定的 它不是强制执行的 那种恩义啊 是彼此之间 自信的一种 发端啊 自信的流程 在言行上 所透露出来了 那一份光明的自觉 那一份光明的慈悲啊 在人跟人之间流动 以至于说呢 我很需要你 你也很需要我 我们之间呢 是一体的 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你看 员工跟老板 是不是互相依存 家长跟这些家 家庭的成员 是不是互相依存 国君跟臣子 也是互相依存 通通都是这种关系 那么如果能够 这个君进而成中啊 那么自自然然 君臣有益 那么整个团体 整个国家就会侵亡 我们看到以前的暴君 无道 暴君无道 所以呢 底下的人就来反抗他 最后被周五王 所讨伐 人民还称赞他 那么可见呢 无道的昏君啊 他已经没有理了 他等于对 臣子没有那种恩义在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种 没有恩义的现象呢 把它隔除 把它恢复到 人正常的生活 所以五王伐咒呢 虽然是 以下犯上 但是呢 在圣人的解释里面 只有说 只有说 诸一夫啊 没有说以下犯上 一夫就是独夫啊 这个无道的昏君 把它割除掉 没有说呢 这个君跟臣呢 没有守这个道义 所以可见呢 这个道义呢 它是 有它的 天理存在 那这个天理呢 它会自然去 去运作 自然透过人为的 这种方法 来把它运作的顺畅 所以文王武王 都是有道的明君 成为我们现代人 一种歌颂的对象 那么在 现代的人里面 虽然没有朝廷 的这种制度 但是呢 国家跟人民之间 公司 公司的这个老板 员工之间 团体里面 领导人跟被领导之间 通通都是君臣的关系 那么这个 这个团队啊 会兴旺 那是因为里面呢 君臣关系 运作顺畅 有恩有义啊 有恩有义啊 那这个团体呢 一定呢 运作顺畅 财云滚滚 那无恩无义啊 彼此互相攻击 彼此互相仇恨 那么这个团体呢 起码 没有办法赚钱 而且呢 早晚会轻腿掉 所以君臣之间的 那一种 那一种 要素啊 是看不见的要素啊 那个要素呢 是维持的 一个团队 运作正常 运作兴旺 的主要的内容 其实那个就是根 团队的根 就是在于 君臣有义 领导人 跟被领导之间 有那一份 恩义的存在 这个是 君臣有义的道理 那我们讲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那个亲呢 也是自信的流浪 绝对不是人家教你 你要好好地 孝顺父母 你要好好地 教导子女 这是不用教的 自然而然就会了 那自然而然就会 当然就是我们 自信的流落 本心的流落 从这个本心的流落啊 我们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其他的整个 社会的环节 我们照样都可以 这样有本心的流落 那么人一出生 所看到的就是父母 所以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 那是一份血浓于水 那一份那一份亲啊 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任何人没有办法取代这种亲 那小儿子长大之后呢 父母亲教他 要用仁慈的心教他 儿子侍奉父母 也要呢 存着孝心 父母亲教训儿女呢 绝对没有一点点偏思偏见 所谓为人父子于子 为人子子于孝 这个是人伦的大道 家和万事心的根本 所以父子有亲 那个是整个儒家的一个 原始的根源 根本中的根本 那父子有亲 衍生出来的道义就非常多 最重要的 孝道 剃道 中道 素道 乃至于 整整整个伦理道德 通通都是 从父子有亲里面 演化出来的 那所以说家庭教育 是非常重要 你看一个家庭 没有受到父子有亲 这一环的 的这个教导 的关爱 那这个小儿子出去之后啊 他就 思想就有点偏颇 那思想偏颇 他所做出来的行为 也就有点偏颇 那当他认为 他所做的事理所当然的时候 那么整个社会秩序 就会大乱 因为太多的人 那种偷恤的行为 都认为理所当然的 那不是天下大乱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乱缘呢 乱缘在于 父子有亲的这个层面 已经失去了 或者是根本没有 稳固好 所以形成了 那个 根不稳 地基不稳 所以接下来的二三楼 更高楼层当然就不稳 这个是 父子有亲的道理 那我们讲 夫妇有别 夫妇有别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那更是重要的一环 这个夫妇有别 那可见呢 这个丈夫跟妻子 他有不同的这种角色定位 那这两种 同样在一个家庭 一个乌缘之下 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 各自有他的关系 那所以后学常常会问 我们这些浅浅 当母亲在家里养小孩 顾家庭 主三餐 那父亲呢 是出去 赚钱养家 父亲都不在家 母亲顾家 那请问 父亲比较重要 还是母亲比较重要 大家都回答 两个都重要 那就对了 真的有智慧的人 是回答两个都重要 那么我们可以 看得到的现象就是 可是真的 陪在小孩子身边的 通常都是母亲比较多 父亲比较少 所以这个父亲呢 在家庭里面的时间比较少 以至于说 父亲他的一个角色定位 形成一种严妇的角色 母亲呢 形成一个慈母的角色 那这个就是 有别 因为父亲他没有办法成为 这种慈父的角色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 24小时 跟着小孩子 父亲必须出外工作 父亲呢 父亲呢 必须有他的这个事业基础 他才能够养活 这个家 这个是以前的社会模式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妇女 来到这个夫家 他就是要 向夫教子 照顾公婆 公婆 这个就是以前 妇女 妇女的这个定位 那这个定位呢 在 现在的这个社会 高度的受到质疑 尤其是现代的女性 认为说那是 大男人 杀本主义 以至于说 这个妇女 这些年轻的女儿子 都不愿意在家庭 不愿意照顾小孩 不愿意侍奉公婆 她要出来赚钱 她要跟这个男子 在社会上 这个 争一席之地 所以就造成 男女 没有分别 夫妇没有别 那夫妇没有别 你看我们的 现代的社会状况 就是这样子 以前呢 夫妇有别的状态 男主外 女主内 结果这个 三千多年下来 我们的中国社会 都还是处在一种 很和平安康 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女孩子 要走出厨房 那女孩子 走出厨房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怎么办呢 小孩子 只好 这个 托婴 托人育养 所以现在育婴中心 幼儿园 就一间 开过一间 一间 豪华过一间 那父母亲 他不亲自教导子女 他不愿意 在子女身上 花费青春 然后走出厨房 他要去享受 自己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不能说 女生 不能够出去了 现在讲男女平等 那所以男女平等的 这样的观念之下 女孩子出去了 那男孩子呢 男孩子是不是 要留下来 如果男孩子 愿意留下来 那么这个家庭呢 还算是夫妇有别 这个小孩子 还算是有救的小孩子 整个社会秩序 还算是有救 但是我们想想想看 男孩子 时刻之中 有一个愿意留下来的 那真的是少数又少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男主内 男就是属于羊 就是属于刚 就是属于健 那刚健呢 他就必须要往外发展 他就要出外去谋生路 这个是他的本质 潜质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这样潜质的人 待在家里顾小孩 他当然待不住 所以他也不愿意待在小孩 那女孩子呢 是属于阴 属于柔 他的潜质呢 就是呢 能够待在家里 能够呢 这个 这个照样三餐 侍奉奥 那这个就是他的情人 他不用出外工作 那现在女孩子要出外工作 不用靠老公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现象 大家 自立自强 谁也不靠谁 谁也不靠谁的结果 结果就造成什么 造成離婚率升高 因为我也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我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所以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就生活就慢慢脱节 生活慢慢分区 分区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离婚 那离婚那小孩怎么办 小孩子要 一半一半 有时候二四六要去母亲那一方面 一三五要去父亲这一方面 把小孩子搞得一塌糊涂 小孩子不晓得 大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一头雾水啊 一头雾水的小孩子 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带大之后 他的脑筋也是一头雾水 他的脑筋在刚在这个 看父母的表现之后啊 他认为说 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单亲家庭的小孩子 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单亲家庭的小孩 如果真的有受到好好的照养 教育的话 也许还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大部分担心家庭的小孩 他们从小在阴跟阳这一部分 就有一部分是缺乏的 在没有这个阴阳调和的这种状态之下长大 你可以想见 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 会成为什么样一个编魄的人 所以社会现象乱啊 青少年犯罪率下降 这个国中生 就在杀人 就在抢权 男女关系也是一般问乱 父母亲不管 所以现在 警察最头痛的 就是为成年少女 他们犯罪率也不比成年少女 成年的人 还要来得低 可是呢 他们为成年 你又不能够拿他们怎么样 顶多告诫 处罚一下 所以这个问题是 治安单位最头痛的 所以我们现在 想到孔子他讲的那句话 乱邦不拘 尾邦不入 非常有道理 乱邦是什么 乱邦就是 这个地区 离婚率太高 就是一个乱邦 男的女的之间 谁也不怕谁 这个谁怕谁 如果变成一句口头禅 那真的是 一种社会乱象的根源 你要来就来 谁怕谁 乌龟怕铁锤 那谁也不怕谁 你要干什么来 你要告来 那所以是不是 那个乱象的根源就越来越多 这个是孔子 他所讲的 乱邦 他说乱邦不拘 他绝对不住在这种 乱邦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的经济性 会受干的 这个地区的人 没有根基 没有缘分 没有根的草 你怎么去滋润他呢 没有根的树 怎么可以养成呢 所以呢 孔老夫子只要暂时避开 这是没有办法 尾邦不拘呢 尾邦是什么定义 尾邦就是 青少年犯罪率增高 不只是大人的犯罪率 青少年犯罪率不断增高 那表示呢 整个社区 他到处充斥的暴力 充斥的这个恐怖事件 你一出门 可能呢 就有人 已经把你锁定住了 然后呢 很可能 你就会被当成下手的目标 那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不是很可怕吗 没错 很可怕 在我们的新闻里面 常常看到 妇人 只要呢 他是一个人的 带着手提包出去的 他的手提包通常会被锁定 他会被跟踪的 成为一个 猎物 那摩托车迎笑的过 把他的这个手提带 把它扯下来 甚至呢 扯不下来 甚至不惜 殴打对方 有的抢戒指 甚至把这个手指都砍断 这真的是叫做伟邦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 孔老夫子说 这种伟邦啊 连进去都不进去 伟邦不入 哦 那孔老夫子 他在外面 周游列国 他自己本身的生存 就是一个安慰 相当的安慰 他自己是可以说 招不保戏 那他不要紧 他已经是一个 悟道的圣人 他不要紧 他可以把命 随时交给老天 但是呢 他还有学生 他要保护学生 他的那些学生啊 都是他的命根子 要弘扬他的教法的人 尤其是那个言鬼人 哇 总是让他最担心 每一次都是最后出现 那 他又 很聪明 又准备呢 把一波传给他的 那言鬼都 常常出错 我常常都 都受到这个危难的话 那孔老夫子 可以说 比任何人 都要担心他 所以 他说伪邦不入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如果今天 我们已经住在乱邦 住在伪邦了 那怎么办 那只能够说 自求多福 因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就是一种供业的现象 但是呢 佛头告诉我们 没关系 供业之中 还有一个别业 那你可以呢 在别业之中呢 取得到自己的立足点 那别业就是什么 别业就是你不受到供业的 大的环境的影响 你还有可能 不被波及到 所以别业是 你在你的生活上 好好的来立行 好好的弹乐修缮 好好的破米开悟 逆行这个五伦八德的道理 这是别业 所以我们是讲到 这个夫妇有别 才讲到这些现象出来 所以你看 夫妇是家庭里面 最主要的角色 我们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那这个基本单位里面的 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夫妇 这个核心 一阴一阳 合起来就是一个 一个团体 一个分子 那这个分子 有阴电 有阳电 形成这个细胞 是一个很好的运作 运作正常 那如果说现在 阴不阴 痒不痒了 哇糟糕 这个细胞里面 核心不见了 核心溫乱了 这个细胞就没有 家庭回了 家庭回了 社会也就回了 整个家庭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国家就回了 每一个家庭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全世界就回了 那现在我们有看到 全世界的这种 家庭 已经有很多的 这种现象出来 夫妻之间不合了 青少年犯罪 增多了 这个已经是 很多很多的现象 已经到了见怪不怪 甚至呢 现在呢 所谓的电视剧 偶像剧 他所强调的 所标榜的 都是这些主题 如果不是这些主题 还没有人看 没有收视率 所以我们真的是 看到这些现象 实在是 不忍足堵 真的一个有心人 要来推动 整个圣人的教化 背绝艰辛 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做成 如果没有天命名师 的主导 那个天命的加持 在后面不断的在 在推你 光靠一个人 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现在有天命在推你了 那表示呢 我们还有机会 那讲到夫妇 夫妇就最简单的 基本单位 那你们修行人 我们是代法修行 有家庭 有子女 有事业 这不最好了 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典范 没有比 没有比这种修行更好的 现在的这个 道士啊 牧师啊 和尚啊 他们的这个信的宗教 他们的这些 道场啊 他们这个形象 变成只是一种 一种 理想 理想的目标 大家反而 当作是一种 迷信的现象 所以用不同的形象 想要成全众生啊 非常的难 那只有像 我们这种 一贯道的羞耻 你的形象 没有跟人家不同啊 你还是娶妻生子啊 那你还是 在做你的事业啊 你还是在教导儿女啊 我们世间人讲 善人 君子 这样的一个典范 就在我们的这个 一贯道的道场里面 在实践着 如果每一个道亲 都能够 效法圣贤人 效法这些君子的心意啊 好好的把这个 做人的标准 来落实 只要你把它落实 你甚至 都可以不用去 去推动 人家就会感受得到 你的那一份磁场啊 人家就感受到 你与众不同 你是一个君子 你是值得 效仿的目标 好 所以 从夫妇的立场 来修 夫妇的立场来做起 古大的 曾经讲 一个妇女 一个妇女 她所 承担的 这个天下安慰的任务 有可能是超过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妇女 她在家教导小孩 把这个小孩呢 好好的化育 把她教成 以后的这个社会的君子 社会的这个贤达 甚至是圣人 那么 这个妇女 她的一个作用 是不是非常的大 你跟 孔老夫子的母亲 颜氏 孟老夫子的母亲 姬氏 这些人 她们的母亲 能够教化 一个子女 成为圣人 令后代人 都是 都把她当作 这种学习的典范 那么这个圣人的母亲 是不是比圣人还要伟大 那么 如果说天下的人 没有办法 达到像圣人这样标准 你起码也要达到君子的标准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 最基本的这个修行要求 只要每一个人都是君子 那这个社会就降恶了 世界就太平了 也就没有天灾地变 也就没有这个温室效应的现象 也不会再有冰河时期 没有世界末日 没有末前脸到来 老师告诉我们 跟着儒家的教法来修 来修啊 五伦八德好好的落实 那就是一种和平的契机 所以你想想 夫妇的关系这么重要 每一个人回到家庭 是不是要重新检讨一下 你今天在社会上 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个人在家里 你不是一个人 整个世界是一体的 那么你这个一体的一部分 你肩负 肩负的很重大的责任 所谓牵一法而动全身 你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零件 但是你牵一法动全身 所以我们好好的力行 好好的来做 把这个家庭生活 夫妇的生活 把它营造起来 把它正常起来 让它健康起来 那么夫妇之外的 父子啊 君臣啊 长幼啊 朋友啊 自自然然就会走上轨道 所以夫妇是关键 夫妇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忠心的期盼 现代的这个夫妇啊 能够呢 懂得把家庭经营好 除了自己的事业之外 应该好好的试着 来经营自己的家庭 把自己经营夫妇之间的这种 微妙关系啊 那么我们相信 世界和平的这种基石啊 就是落在你们的身上 这个就是圣人的教堡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 伍伦巴德 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那么所谓夫妇有别 他别在于身份 角色 立场上的不同 那么整个世间的环境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